见此 白发老道手上法觉一变 此方笼罩在峡谷之中的紫色光幕内外壁上 那密密麻麻的纹理 齐齐闪耀着灵光 同时 那只展露出十里一角的九手蛟龙 骤然间再次分化成九条紫色蛟龙 回归到各自方位 法觉一烧 紫色世界寸寸碎裂开来 消失于无形 久感烈烈作响的浩大灵奇 再次显露出来 伸手一招 九道流光 宛如追星夺月般飞射而来 旋即 白发老道望向峡谷之中 宛如龙爪一般的深坑 丝丝白烟鸟鸟生起 在底部 只有的一堆碎片与一只金色的储物带 当然 这是白发老道刻意控制着力量的缘故 不然 以储物带的材质 早就成在那浩瀚的力量面前 搅成一堆粉末了 峡谷之中 白发老道伸手一招 那只深坑之中的金色储物带 被他射入手心中 旋即 他开始清扫起峡谷来 如此做 主要是为了环境建设 毕竟这里破碎的花花草草 满是焦黑的土地 看着也闹心 绝不是为了 防止经验丰富的修饰 看出点什么来 一切 都是为了晋国的环保事业崛起 而做出的努力 就在此时 远在遥远之地的本体 也打处理掉了斗法痕迹 两个战场结束的时间 几乎相同 前后误差不超过三西 如此之巧 可不是神巧合 而是成不争精心拿捏的时间 不然 一旦那边快了 或者慢了 让清目宗的真军追过来 不好了 也只有同一时间 同时结束战斗 他才能从容撤退 毕竟 两处战场距离清目宗 实在太近了 以至于撤退的时间很紧张 不得不仔细地规划一番 这也是 成不争一个月前 没有直接斩杀元度的原因之一 若不是如此 他何止于等到今日 一切都是有计划的 若是那中年美妇不出来 那元度还能活一段时间 可惜啊 他的命数到了 要怪就怪中年美妇吧 没有他挑拨 没有他出门 元度肯定还活得好好的 好在 成不争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将两人都送去黄泉相聚了 在地下 他们三人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他就是这么善良 很快 白发老道就处理好了 环顾一圈后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显然 成果还是不错的 旋即 白发老道也没有多做停留 望着身侧的小吼道 走吧 此时 小吼那满身累累的伤痕已消失不见 就连浑身大半破碎的紫色灵甲 也重新长了淡紫色的灵甲 但相比而言 淡紫色的灵甲防御能力 与那完好的深紫色灵甲相比 其防御能力完全不可与之比较 同样 经过一个月的恢复 小吼的妖力也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面对主人化身的命令 小吼也是满目无奈地轻叫了一声 好似再说 本兽现在都受伤了 你还起本兽 你的良心呢 兽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见此 白发老道身影一晃 就坐在了小吼的背上 他拍了拍 硕大的脑袋 笑着道 不要埋怨了 快走吧 不然人家祖师来了 你就要变成死兽了 说不定还会扒皮抽筋 反正我只是一个化身 最多这个化身报废掉 闻言 小吼也觉得颇有道理 本兽可不能死 要死也要死在愚蠢的主人后面 想到这里 小吼也不再磨蹭了 出了峡谷之后 一双巨大的翅膀 从两肋舒展开来 显然 为了保住寿命 小吼也动用了平时 当作护身盾牌的双翅 一头猙獰的异兽 冲天起 化作一道紫色的流光 消失在了此间峡谷之中 转眼间 那道紫色的流光 就消失在了天际 在重重云霄之间穿梭 一个时辰后 白发老道 拍了拍硕大的脑袋道 到那里等吧 白发老道 伸手指向云海之下 一座山峰 梦 小吼轻吼一声 随即 一道紫色的流光 斜视而下 落在了那座山峰之巅 半个时辰后 一道悬光从远方天际 飙速而来 一个黑点逐渐浮现 眨眼间 那道悬光就出现了 那座山峰之上 悬光消散 一道人影停附在空中 此人 正是刚刚处理掉 中年美妇与老头的本体 陈不征刚刚一出现 一头猙獰的异兽 就飞射而来 围着半空之中的 陈不征打圈环绕 见词 陈不征摸了摸小吼的直角 安慰道 好了 知道 你辛苦了 也受伤了 本主人一定好好补偿你 文言 小吼轻叫了一声 兽目流露出 你人化的狡黠之意 好似在说 本兽这次受伤严重 没有两粒灵丹 好不了 通过冥冥之中的契约 陈不征也明白小吼的意思 还没有两粒好不了 就一粒 爱要不要 陈不征笑骂道 见词 小吼也知道希望不大 随后点了点头 也没有死缠烂打 而是很聪明的见好就收 那好吧 算了 本兽不跟愚蠢的主人计较 本兽一向最大方了 旋即 陈不征也没有耽搁 直接取出一粒灵丹 他知道 现在不给他 时间长了 就不好哄了 而后 他将手中的灵丹 放在小吼的面前 对此 小吼也没有客气 粉嫩的舌头一卷 那粒散发着淡淡光运的灵丹 就被他吞入腹中 兽目眯了起来 好似在享受灵丹 带给他的快乐一般 好了 灵丹也吃了 我们该走了 陈不征轻笑了一声道 一声轻吼后 小吼化为一道灵光 霉入陈不征的后背中 不过 最后小吼还是不由地白了一眼 自己那愚蠢的主人 好似在说 真小气 陈不征完全没有在意 不是陈不征小气 而是服用一粒效果最佳 也不浪费灵丹内的药效 两粒一起服用的话 至少会浪费三成药粒 何况 小吼服用的灵丹 可是三阶上品灵丹 有多珍贵 也无需多说 因此 陈不征才会斤斤计较 毕竟 这瓶专门为小吼炼制的灵丹 灵药很难收集 即使它有妇刀店的供养 到现在为止 也只收集了十几炉灵药 截止到目前 此种灵丹也只剩下六粒了 想到这里 陈不征也只是笑了笑 大了 也就知道好丑了 旋即 陈不征伸手一招 下方山峰之巅的人影 浑身散发出淡淡光韵 灵光微微一闪 随后猛然变小 化作一个巴掌大小的人偶 朝着立于虚空之中的 陈不征飞去 收起傀儡后 心念一动 陈不征脚下升起一道悬光 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原处 眨眼间 那道悬光横跨万里 变成了一个黑点 最后 消失在了天际之中 轻木踪 长生殿 安静无声的大殿中 只有点点星火 在悠悠地燃烧着 此时 那位守殿弟子 正盘坐铺团之上 静静地打坐着 忽然 几道轻微的声音传来 啪啪 听闻此声 守殿弟子连忙睁开双眼 循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 那宛如王者般的莲花宝灯之下 那一排燃烧着悠悠灯火的 莲花宝灯之中 两盏魂灯突然熄灭 见到此幕 青年修士 吓得亡魂大冒 这可是本宗的师叔祖魂灯啊 那可是金丹真人啊 不要说两位了 就是陨落了一位 那也是一件天大的事 青木宗 要变天了 想到这里 他可不敢再继续待下去 如此重大的变故 需第一时间上报 就在这时 守殿弟子刚要起身之时 又是一道轻微噼啪之声传来 又听到此声 抬头看去 守殿弟子 脸色都白了 只见那一排魂灯之中 又有一盏魂灯熄灭 要死人了 千万不要牵连到我呀 此时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下次说什么 也不能接取 看守长生殿的任务 哪里是长生殿啊 这简直是要命殿啊 之前 还花费临时打点 这才得到这个任务 不就是图得此殿灵气浓郁吗 安静无人打扰吗 现在算什么回事 花临时给自己小命加速吗 想到这里 他恨不得给自己 来个大嘴巴子 不过 现在可不能再耽误了 不然真的是要死人的 想吧 守殿弟子连忙向外走去 荡 荡荡 一连六声 浩浩荡荡的黄中大吕之声 在整个青木中筑地回荡 即使有着阵法相隔 也清晰无误 传进了一间间洞府中 不过 声音确实的小了许多 但依旧清晰可闻 某座洞府内 滚滚灵气像蒲团上的人影 倒卷而起 透过那浓郁到食指般的灵气 隐隐约约之间 能看到一道倩影 虽看不清真容 但也有种朦胧之美 灵气被那道倩影 席卷一空 这时 那道倩影的绝美欲脸 才显露出来 就在这时 慕容婉婉才睁开美眸 性眸中流露出一丝思索之色 心里泥难道 夫君的谋划成功了吧 要不出去看看 不过这道念头 很快就被他打消 此时 他正处于突破前夕 于情于理 都不应该出关 算了 等师尊的传音吧 想到这里 慕容婉婉婉双眸合拢 再次打磨起根基来 滚滚灵气 再次呼啸而来 殊不知 死的不是两位同门 而是整整三位金丹修士 至于 那老者是意外出现的人物 所以 他不知小也正常 但他也知道 夫君谋划成功 必然会让师尊大动肝火 那可是两位金丹修士啊 一下子陨落了两位 身为仙家大宗的青木宗 也要伤精动骨 可谓是损失惨重至极 相比洞府而言 外面就热闹多了 师兄 又是哪位师兄 师姐突破了 黑发长须的老者笑着道 老夫怎么一点 没有提前听到动静啊 一下子就突破了 真羡煞老夫也 看来又要花费一笔零石 朝贺心境的师叔了 说到最后 老脸上露出了一丝心疼之色 见此 对面的长脸男子 沉着脸 摇了摇头道 师弟你想多了 事实与之相反 不是宗门有人突破了 是师叔在外陨落了 什么 而且 还不是一位 足足三位师叔 师伯接连 陨落了 师兄 你消息是不是有误啊 怎么可能 一下子陨落了三位师叔 书办呢 黑发长须的老者 看对面的好友 脸上露出了 不敢相信的模样 但见对方沉重的神色 他也知道此事 或许还真有可能是真的 区区一位助机器修士 可不敢拿这等重要大事 来开玩笑 诅咒师叔 那可是要死人的 玄疾 他连忙追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本宗真的一下子陨落了三位真人 嗯 长脸男子 神情极为肃穆道 此事 千真万确 这应该是针对本宗阴谋 不然如何会一下子连续陨落了三位师叔 师伯 而且前后之间不足三系 有如此实力 定然不可能是散修 定是大宗修士所为 此类话题 很快就在助机器修士中传递开来 即使 一些消息比较灵通的炼器器修士 也知道了此番宗门的变故 就在这时 长生殿外 一袭白衣的身影突然出现 好似凭空变出来一般 此女虽然看上去 年纪不如二八方华女子 那么清纯 楚楚动人 但姿色也是明艳动人 别具诱惑 不过 没有一位修士胆敢调戏 就是想都不敢想 正是因为 此女是一位实力极其强悍的修士 不错 她正是青木中的镇海神针 原因修士凤灵真君 进入长生大殿 凤灵真君入眼 便望到几位金丹真人立在一侧 我等拜见老祖 诸多修士 齐刷刷行了一个大礼 见此 凤灵真君面无表情地 扫视了一眼几位金丹真人 淡淡道 还有人呢 立在一侧的几位真人 其中一位修士上前一步 开口道 启禀老祖 在宗门内的金丹修士 除了慕容师妹 在闭关准备突破外 其余人等都已到齐 而后 她顿了一顿 接着小心翼翼道 老祖 要不要通知小师妹啊 闻言 凤灵真君淡淡道 不用打扰她闭关了 是 她躬身抱拳道 紧接着 凤灵真君又开口道 守殿弟子 何在 这时 立于角落的青年修士 心惊胆战地上前几步 行了一礼而后道 弟子拜见老祖 近年来 长生殿正是弟子看守的 嗯 凤灵真君看了一眼 那心头发絮的弟子 淡淡道 无需害怕 将你所见所闻 细细道来 见此 心头为安的青年修士 随后细细地讲述起来 少卿 凤灵真君倾促着眉宇 淡淡地问道 你是说三盏魂灯 两盏几乎同时熄灭 二熄后 圆度的魂灯才熄灭 是不是 回禀老祖正是如此 弟子绝对不会记错时间 守殿弟子 连忙保证道 长生殿内 寂静一片 凤灵真君不由地皱起眉头来 时间如此接近 显然是有预谋的 就是为了快速撤离 能做到如此地步 势力定然不简单 不过 细数起来 那可能性就多了 不谈晋国的三大先宗 就是另外几国的宗门 也有很大嫌疑 就现在而言 妄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但他总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那般简单 可见 原因真君直觉可怕 尤其这位真君 还是一位女修 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眨眼间 诸多念头 在他心间闪现 旋即 凤灵真君伸手一招 那三盏熄灭的魂灯 飞射而来 落入那只白皙修长的御手中 随后 他望了一眼几位金丹修士 淡淡道 本宗出现了如此之大的变故 你等安抚一下门下诸多弟子 紧接着 凤灵真君又补充了一句道 还有 你们几位金丹修士也不要外出 在宗门之外的修士 你等也通知一下 让他们注意一下安全 等本君查清了此事 再做安排 显然 他如此做 正式考虑到 有势力在针对青木宗 也是为了保护宗门内的金 丹修士 毕竟 金丹修士可是宗门的宝贝 其重要性 虽比不上元英镜 但真君都是从金丹修士中诞生的 凤灵真君看了一眼面前的三盏魂灯 虽然表面上他的神情没有丝毫波动 但心里也是感到一阵愤怒 能让元英真君愤怒 可见此次变故 凤灵真君心里的怒火有多高 不过 那可不是为了死去的美赋与老者 而是元度 他可是宗门内为二的元英种子 对此 他是极为看好的 但如今目已成舟 人也就此陨落 那期望也无从谈起 能让元英真君动真火 显然不单单是元英种子 被人斩杀的缘故 更多的还是 居然有势力打注意 打到了他的头上 否则 无缘无故 谁会专门来算计清目宗 可见修仙界中 有时就是如此残忍 即使天灵跟元英种子 在元英真君眼中 也没什么地位 毕竟 可能只是可能而已 不能拿未来的潜力 当作现在的资本 哪怕之前在风光 只要生死 那之前的一切辉煌 也随之飘散 也正因为如此 元度的死亡 占据了凤灵 真君动真火的极其微小一部分 眨眼间 凤灵真君 就出了清目宗的护宗大阵 一道硬诀打出 三道细微的灵光丝线 从三盏魂灯中延伸出来 不过 这三条灵光丝线 只去的方向 并不是一个方向 也不是三个 而是两个方位 见此 凤灵真君心中就更确定了 有势力 准备对他清目宗出手 或者说对他有所谋划 不然 这三人 如何在相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方 被人斩杀 也说明了 组织者的势力极其强悍 金丹修士众多 否则 也做不到如此地步 至于 圆阴真君他没有犹豫 就将这个的可能 排除掉了 不是实力不够的圆阴 而是时间赶不上 两者距离很远 方位也略有不同 即使是圆阴真君 也不可能做到 除非出洞 两位圆阴真君 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圆阴真君的时间 何其宝贵 怎么可能专门出来 截杀小辈呢 而且 一出洞 就是两人 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 同样 若不是接连陨落了 三位金丹修士 而且还有一位 圆阴种子修士 最为主要的是 或许有人 在暗地里谋划 凤灵真君 这才出关追查凶手 不然没有可能会出关 这也是他出关的由来 旋即 凤灵真君冷冷地看了一眼 那灵光细思 只去的方向 念动间 赤红火焰 倒卷天地 一方火域 凭空出现在天空 显然 凤灵真君 连异象领域都施展出来了 可见他已全力爆发 圆阴静的威能了 急切追杀之意 显而可见 毕竟 从守殿弟子上柄掌门 掌门扣官汇报于他 苍苍之间 耽误了不少时间 所以 凤灵真君全力赶路是必然 对此 程不征也是心知肚明 一连死掉了三位金丹修士 原因修士不亲自出面 那才怪呢 所以 程不征也是早有所料 何况 青木宗内 还有媳妇作为内营 那在时间的控制上 就更大了 不然 若是时间不够 程不征可不敢本体亲自犯险 可惜的是 凤灵真君却不知道 同样 他也不清楚 自家图儿将本宗的底细 卖得一干二净 此时 凤灵真君正急速向东飞去 只见 天空之中出现了一片燃烧着的霞光 远远看去 宛如一朵火烧云一般 少青 那片火烧云猛然在空中一顿 一袭白衣的凤灵真君望着 这片看似与平常相同的天空 但仔细观看 就会发现有所不同 此片天空 周遭千里之内 并无一朵白云 而凤灵真君面前悬浮着的三盏炼花宝灯 其中两盏魂灯 蔓延出来的灵光细丝 彻底消散 显然 这里就是 两盏魂灯的主人 最后所在之地 凤灵真君还故意周后 细细搜索了一遍后 并无任何发现 实在是 处理得太干净了 整片天空 都被成不争用灵火焚烧过了一遍 能找到一点气息 那成不争这些年 算是白活了 除非时光重现 才能看到之前那幕场景 不过 这可不是此界修士所能施展的手段 即使灵界或许也不能 仙界那就不知道了 即使如此 但成不争可不是用的本来面目 就算找也找不到 因为修仙界中并无此人 不过 凤灵真君可没有打算放弃 只见他双手掐出一道法诀 一声嘀吓 追魂所惜 射 一点白光在他指尖缓缓飘出 一股无形物质的波动 席卷四面八方 少卿 一点白光熄灭 见此 凤灵真君眉头青醋 随即又施展出了好几种秘术 但无一例外 没有丝毫作用 可见 想要做一位合格的环保大师 这里面还是有很高的难度的 不过 凤灵真君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看了一眼最后一盏魂灯 所延伸出来灵光细丝 指出的方向 心念一动 空中熊熊燃烧的灵光中 火光猛然大渗 再次看去 天空之中再无一丝火光 那道倩影 也消失不见了 So 一点鸿芒 在远方天际闪现 眨眼间 峡谷上空 突然出现了一方 燃烧着熊熊烈火的领域 就连虚空也被烧得滋滋作响 此方天地 温度以极为不正常的速度攀升着 虚空变得透明 且扭曲起来 凤灵真君望着峡谷下方 一道硬爵打出 一点白光 闪现 无形物质的波动 横扫四面八方 少青 那点白光之中 出现了一点紫色 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变化 若是成不争见到此目 心中定然极为惊讶 就是他也没有想到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凤灵真君还能精确地 拿捏到灵气变化 原因修士果然不可小觑 秘书 也是极其强悍 同样 成不争若是见到此目 自然也清楚 这并不是后尾没有处理好 而是时间不够的缘故 之前 凤灵真君没有找到丝毫线索 但现在却能聚集出一丝丝雷点 正是因为 三阶上品阵法 九礁炼狱阵 威能极其浩瀚 虚空中留下的印记 最为深刻 这才导致如此 若是再久一点 这雷点也必然无法汇聚 凤灵真君 凤谋一宁 雷灵气 如此霸道的雷灵气 应该不是术法所形成的效果 不是神通 就是阵法 凤灵真君仔细地感应着 雷法神通 就在无尽海中 也是极其罕见 更不用说 大陆的宗门了 对此 他心中更倾向后者 能达到如此威力的阵法 至少是三阶上品阵法 但晋国三大仙门 并没有哪家有三阶上品雷属性阵法 不过 另外几国境内的宗门 虽然也有三阶雷属性阵法 但威能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难不成 有宗门隐藏了如此了的一门阵法 凤灵真君 倾促着眉头想到 旋即 他压下了心头疑惑 又打出一道道法绝来 各种秘书施展了个遍 还是毫无收获 可见 环境保护大师的工作 做得还挺细致的 凤灵真君望着眼前的峡谷 而后环顾了一圈后 这才收回目光 他心中清楚 后卫处理得如此干净 袭击他宗门的这批修士 定是惊艳老道的修士 自然也知道 此时追击 以为时过晚 而后 凤灵真君深深地看了一眼后 心念一动 天空中火光大甚 Soul 再次看去 天空之中再无一丝火光 但空中那残留的炙热气息 也说明了 之前那不是错觉 清目宗 后山禁地中 一道弹幕的声音 在大殿中回响 凤灵真君望着眼前 面容极为俊美 面色有些惨白的青年修士 他眸中闪过一道寒光 淡淡道 据守宗弟子交代 是你让他监视原度 与慕容婉婉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胆敢监视师叔与师伯 是不是你勾结外人 暗害了他们三人 说 说到最后 那道淡漠冰冷的声音 不由地低喝了一声 同时 那浩瀚瀚礴的微压 席卷开来 大殿中充斥着 前所未有的压力 见此 那面容俊美的青年修士 额头上不知不觉间 渗出了满头细汗 战战兢兢地回道 启禀老祖 这一切都是弟子的师尊吩咐的 你可想好了再说 诃骗本君的后果 你应该是知道的 凤灵真君的声音 没有一丝感情 听闻此言 那面容俊美的青年修士 尽管心中被吓得亡魂大冒 但他还是压下了心中的慌乱 组织了一番言语道 弟子知道 弟子也不敢欺骗老祖 这真是师尊让弟子做的 若有虚言 弟子愿接受门规处置 玄疾 他不等老祖发问 连忙将此事的前因后果 来龙去脉 一一细讲了一遍 此时 青年修士 可没有一丁点隐藏的意思 毕竟 他的小命 现在就捏在老祖手中 何况师尊已经没了 自然不用担心 被师尊则罚 即使师尊没死 他也不敢有一点隐瞒 更不用现在了 所以 青年修士说的 那叫一个细致 不单如此 他还将许久之前 师尊强迫于他 做面手之事一一道出 毕竟 那时他 可是很单纯的 何况 有时师尊还白玩 想要一点灵物 都会被拒绝 后来他总算学会了 如何讨要灵物的手段 效果最好的一招 就是在快乐巅峰之时索要 但相应的代价 也是很大 有时风雨之后 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扶墙而走 这就是想要成为强者的代价 所以 他们师徒两人之间 没有任何情谊可言 不过 都是他成为强者的过程而已 这一刻 青年修士彻底放开了 也不怕再丢人 回想这些年来付出的代价 他能以四灵根走到今日 其中的过程实在太艰辛了 强者无畏 这个苦果 他认了 此时 青年修士越说越委屈 他却没有发现 端坐在宝座上的老祖 面色越来越黑了 旋即 宝座上的凤灵针 均冷冷到了一句 行了 没心思理会那青年弟子前程往事 不过却并没有虚言 这一点 凤灵真君还是能确保的 此门徒诉说过程中 倒是有一些关键 被他察觉到了 不知名的妖兽 坚守 难道晚晚还参与在里面不成 不对 时间对不上 而且 晚晚在仙城中待了半日 是为了搜寻打摩根基的宝物 时间与踪迹都对了上 看来 线索还在那只异兽身上 别人或许不认识 但身为原音器修士 见识何其浩瀚 认知一头异兽 当然不在话下 此时 他正细细地琢磨着 而那喋喋不休的青年 还在诉说着 这些年的辛苦 只见凤灵真君挥了挥手道 你先下去吧 画到半截的青年修士听闻此言 不由地将到嘴边的画收了回来 而后 他有些低落道 是 虽然他没有将这些年的苦水全部倒出 但也算倒了半筒 何况 这可是本宗的老祖啊 常人哪有这个福气啊 不过 现在想想刚才口不择言 不知死活的模样 他心中不由 感到一阵后怕 当然 这也是老祖主动询问他们师徒的关系的 不然 他可没有胆子 在老祖面前说这些话 不然 不被一掌拍死 那才奇怪 此间道理 他可是明白得很 出来大殿 这一刻 望着晴空万里的天空 青年修士他觉得 疯过了 雨停了 他又行了 不过得重新找个靠山 这条强者之路 才能继续走下去 他眼珠一转 好似想到了什么 嗯 上次师尊的好友白莲夫人来访 倒是对他挺好的 而且还让他有时间过去 而且 白莲夫人可比师尊美多了 那一平一笑 温柔得很 关键的是 还大方 就他了 心动不如行动 想到这里 他静止向外飞去 现在 他可没有将他看得死死的师尊 所以来去很自由 此刻 他是一刻都不想等 强者之路 不等人 半夜时分 迷蒙的月光 在乌云的遮挡下 显得愈发唯美 安静的村庄漆黑一片 也显得格外安静 不负白日那般喧闹 此时 只有呼啸而过的夜风 田野之间的蛙鸣之声 以及远方山林中 传荡开来的狼嚎 就在这时 村庄之中 一间房屋之内 忽然亮起了起来 一阵嬉嬉索索生后 一道黑影从房间走了出来 来到庭院深处的一间房门外 老祖 时间到了 我们走吧 嗯 一道男性嗓音 从房屋内传出 同时 房门自定打开 在迷蒙的月光下 隐隐能看出 那是一位温润如玉的青年 旋即 青年在那道身影带领下 继续向后院走去 来到了一间 供奉祖先的大殿内 那道黑影 在里面摸索了一阵 一道轻微的知响声传来 与此同时 祖先排位后 那尊巨大的神像 自动往侧边一开 一个黑友友大洞 显露出来 老祖请 说着 当代樊俗城市组长 吹了一下火折子 星星之火落在了火把上 燃烧着的火把 照亮了前方通道 旋即 樊俗城市组长 快步向前 为其领路来 见词 成不争心里 也是苦笑不得 都老胳膊老腿了 也不注意点 随后他跟上前去 笑着道 你年纪也不小了 小心点 不要刻着碰着了 闻言 小老头脚下步伐 放缓了许多了 笑着道 多谢老祖关心 随后 两人一前一后 在这安静的通道中 向前走去 哒哒 清脆的脚步声 在安静的通道中 传出了很远 不一会儿 老者压下了心头 面对仙人恐惧 小心翼翼道 老祖 你这里应该还没有来吧 嗯 成不争点了点头道 好些年没回来了 当初家里可没有这个密道 慢慢恢复正常的小老头 开始叙道起来 嗨 老祖这不为了家族安全吗 这可是刘老祖专门开辟出来的 这条密道连通着县城之脉 以及府城之脉 现在不是以前 以前人少还不显眼 但现在城市一族 有四万五千多人 士林后辈很多 一旦汇聚的话 成家祖地必然暴露了 刘老祖为了隐藏各大之脉 的联系就开辟了这条地下通道 以后为后辈测试先缘 也不用像之前那般 乌泱乌泱的王祖地聚集了 而且 上次刘老祖回来之时 就跟我说了 等下一代后辈修士成长起来 就会派一位家族仙人 坐镇在这条连通各大之脉的洞窟中 以防潇小之辈 听闻此言 城不争倒是有了点兴趣 随后道 难道 以现在城市家族的人口 势力 还有人胆敢侵犯成家的利益不成 哎 老祖你是不知道啊 小老头哀声叹气地说道 哦 说说看 老祖啊 虽然在各大县城 府城中 城家的繁俗势力 还算不错 寻常士族 也不敢侵犯城家利益 再加上刘老祖 从几十年前 就启动了家族学堂 一直与其他士族和睦相处 此后 新生一代的家族小辈 一个比一个有头脑 一个比一个谨慎 之后家族的后辈 再也没有了嚣张跋扈之辈 也算是件好事 嗯 不错 很好 这才理想中的家族 也不会因为不孝子孙连磊家族 这学堂 也给了有灵根的后辈 一个良好的教育之地 当然 若是有灵根后辈 肯定得加深学习 方可发扬家族的稳健之道 毕竟 熊孩子都需要教育 才能成为家族的栋梁之才 这一点 刘将他的思想传承得很好 是个不错的族长 就在陈不征心里安安慰刘 这一举措鼓掌之时 那小老头又道 就是形势太周密了 哦 陈不征笑着道 那些小辈哪里做得不好啊 也不是不好 就是 没有足够的血性 没有把握的肾 绝不会出手 有点入眉门方 就如上次被汉匪打劫一时来说 以成家的实力 联合起各大支麦族以荡平 但新生一代的支麦麦长管人 都认为 须借斧牙之刀 以及其他家族之力 除掉那批汉匪 而且 还要清扫得干干净净 不能让人察觉到 有成家一份 不但如此 还一致认为 万一要是暴露了成家 就麻烦大了 一直迟迟没有动手 一老头子说 即使有汉匪走脱 也不敢触摸成家的胡须 我成家的勇士 岂是那群汉匪所能比的 到时候 联合其他家族 一举扫灭这些侥幸的毒瘤 而且 我成家可先人家族 岂是寻常家族所能比拟的 说到最后 小老头的语气 不由得有些高傲起来 显然 这是一位对家族声望 看得很重的小老头 直到此刻 成不征也明白了小老头 跟他说了这么多 心里是怎么想的了 应该是想取缔学堂 这才拿汉匪之士拿出来说 毕竟 他才是成家最高辈分的老祖 也只有他能废除流的命令 成不征看着前方 正在往前走着的小老头 摇了摇头 这小老头 不是一位合格的族长 是应该让新生一代 从小接受家族学堂教育的 优秀族人上台 只要传承家族之风的族人 才能将偌大的家族 顺顺利利地传承下去 不然 即使家族在风光 早晚也有一天落寞之时 何况 万一要是得罪什么权贵的话 家族的修士都远在无尽海 到时候 叫天天不英 叫地地不灵 那得葬送多少族人的性命啊 那万一 这里面的人 就有灵根优秀的后辈呢 那家族的损失就大了 虽然也他知道 小老头是绝对忠诚于家族 这从他极为看中家族门风中 就能看出 毕竟 小老头只是一个凡人 真话 假话 他一眼就能看穿 新生一代与老几代 两方观念相反 这对家族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陈不征一边走着 一边想着 就在这时 一抹柔和的光芒 从拐角传来 见词 小老头恭敬道 老祖 马上就到马就了 骑马赶路 最多一刻钟就到了 嗯 陈不征淡淡地应了一声 旋即 两人一前一后 向拐角处走去 距离拐角只有一米之时 老头转身将火把挂在墙壁上 而后引领着陈不征向前走去 入眼望却 宽敞的通道 足以三辆马车并行 通道顶部 镶嵌着一颗颗银石 每隔九丈之远就有一颗 将此条通道照应成恍如白日一般 前方 不远处 还有一处马就 几匹骏马低头吃着草料 旁边还有一大堆上好的饲料 堆积在那里 这些 足以让几匹骏马几年之用 如此用心 且有此能力的人 应该就是流所为 毕竟 银石哪怕再不入流 那也是修仙者所用之物 凡俗中 可没有谁有这个彩礼 也没有这个能力 找到如此之多的饮食 而且 陈不征见到如此之长 如此宽敞的通道 心中也清楚 流而耗费了多长时间 就在这时 小老头转身过来 行了一礼 开口道 老祖 我在前面给你引路 陈不征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而后小老头也没有犹豫 直接走进了马厩 牵出一匹骏马 翻身而上 灵活地像的老猴子一般 挥鞭一甩 驾 搭搭 欠慈 陈不征微微一笑 一步跨出 向前走去 不紧不慢 跟在急行的骏马后面 搭 搭搭 清脆的马蹄声 在一方寂静宽阔的洞窟之中回荡 此方洞窟很大 占地面积足有方圆一里之地 呈现一个巨大的圆形之状 洞窟的正中间 顶壁上镶嵌着一块墨盘大小的银石 将整个巨大无比的洞窟 照应成恍如白日一般 在这柔和光芒的照射下 仔细瞧去 也能发现 此处巨大无比的洞窟 乃是人造而成 绝不是天地造化之神奇 因为 那沿壁洞顶之处 隐隐有焦黑之色 刀剑之痕 等等一系列的人为痕迹 但能造就出如此浩荡的洞窟 显然不是凡俗在短短几十年内 所能造就出来的 同样 凡俗的刀剑 也没有如此犀利的锋芒 搭搭 就在这时 那清脆的马蹄声 在洞窟之中回荡的声音 越来越响了 显然 有人骑马 正在急速向此处洞窟 急奔而来 循着声音望去 此生 这正远于五个大小不易通道中 其中最小的一条通道中传出 不过 即使最小的通道 其宽度 也足以让三辆马车并排通过 最大的两个通道 那更是宽大了 说是通道 还不如说是一条大道 其宽度 足以让十几辆马车并排而行 可见此洞窟的工程之大 尤其还在地下几十丈之深 所开辟出来的洞窟 通道 大 大大 马提声越发急促了 少卿 一位身穿轻袍的老者 骑着骏马 从最小的一个通道中冲出 其后跟着一道如梦似幻的身影 那正因为 看似那道身影背负双手 脚步不紧不慢 看似极为悠闲 但一步跨出 那道身影却始终跟在那匹骏马之后 保持着一丈的距离 宛如鬼魅一般 神奇至极 进入洞窟之中 骏马背上的小老头 一拉手中的缰绳 遇 骏马前提踏空 而后放缓了速度 来到一个足以放下上 白匹骏马的马厩之中 每一个石槽中 都放满了上好的草料 旁边还有堆积着大量的草料 如此巨大的手笔 从中也能看出 繁俗城市家族这些年的发展 以及累积财富 是一个多么让人眼红的树木 不过此时 在这巨大的马厩之中 除了小老头牵着的马匹外 并无其他骏马 很快 小老头将手中的缰绳 缠绕在木柱上 来到了正在环顾四周的城部阵面前 老祖 这边请 说着 小老头伸手虚应着方向 见词 程不珍微笑地点了点头 旋即 小老头开始介绍起 此方洞窟来 老祖 那最大的两条通道 足以让十几辆马车并行 也是家族的逃生通道 看似只有两条 使则往里再走百丈 就会出现九个通道 每个通道都足以让三辆马车并行 最关键的是 每个通道中都有断龙石 那正西 西北方的两个中等通道 是府城之脉与县城之脉 来到此方洞窟的通道 这两条密道 都掌握在府城与县城之脉的脉主手中 而晚辈掌管祖地的通道 也是我们来的那条通道 因祖地都是之脉的核心族人 到了天仰之年 才来到祖地养老 所以 祖地的族人比较少 也是通道最小的原因 除了我等三人外 其余族人并不知晓家族密道 小老头一边引着路 一边介绍着家族洞窟 以及近些年来家族的变化 不多时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一间古朴的大殿前 此大殿完全是岩石组成 但墙壁看不到一丝搭建的痕迹 好似完全由一块巨大的岩石铸造而成 两扇巨大的石门 也是完全由坚硬的岩石打造 看其分量应该很重 很重 这时 小老头接着说道 老祖 这是刘老祖专门建造的 是准备给将来坐镇家族的先人 专门开辟的 晚辈之前也试过 这两扇石门真重 常人根本打不开 即使几十个大汉也难以推开一丝一毫 眼前的密室对凡俗而言 那是很神奇的事 但在陈不征眼里 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石门能挡住凡俗好奇的目光 但挡不住修士的神念 更不用说 一位金丹大佬的浩瀚神石了 玄机 陈不征看了一眼身侧 看似能做自己爷爷的老者 实则却是自己后辈的小老头 淡淡道 对了 两大之脉什么时候道 听闻此言 小老头沉默了片刻 心中算了算时间 而后回道 应该快了吧 那帮孩子不怎么消停 林同彦每次结束的时间 都有一些误差 小老头说道 那帮熊孩子时 老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是慈爱的笑容 显然 小老头心中极为喜欢那帮熊孩子 正因为 熊孩子不但都是他的后辈 也是家族昌盛的基石 林同彦 陈不征心里嘀咕了一声 显然是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随即他眸中闪过一丝思索之色 显然他也是想到了什么 旋即 他开口问道 林同彦是怎么回事 回老祖 林同彦也是两大之脉 每年一次的活动 而后小老头顿了顿 接着道 参加此宴席的 都是两大之脉中 15岁以下 8岁以上的孩子 也是为了这一日 汇聚家族中 这些士林顽童的活动 为了不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对外宣称也是家宴 主旨也是在这一日 给这些顽童测试有无灵根 对此 成不征心中 也是颇为满意 完全符合他的心意 低调做事 暗暗发展的策略 随后 他开口道 刘儿不可能一年来一次吧 是的 老祖 小老头回道 林同彦并不是固定的时间 但大多数都在年末之时 只有刘老祖回来 那林同彦才会提前 若是刘老祖没有回来 那是正常的家宴 也是为了让孩子们齐聚一堂 加深家族后代的联系 也是奖励学堂中 学习最好的孩子 鞭策其他的孩子 随着小老头的讲述 陈不征也清楚地了解到此间流程 总的来说 这是三十六季中的遗迹 明修战道 暗堵陈仓 洞窟中 陈不征望着身侧的小老头 脸上带着盈盈笑意 但心中更是坚定了 拿下这小老头的族长之位 让他一样天年 显然 如此低调 稳健的林同彦 绝不是这个族长所出的注意 同样 也不大可能是刘儿所安排 因为时间对不上 刘儿几乎差不多每五年 回一次进国 而这林同彦是十三年前开始的 也就是说 这个成家盛大的活动 是刘儿离开家族后 两年后弄出来的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繁俗后辈弄出来 能如此稳健行事 定是那两位在学堂中 隐突而出两房卖主所为 也只有在学堂中 深得稳健精髓的族人 才会想到这个计则 绝不是 一天家族学堂没上过的小老头所提议 可惜 那两位杰出的家族栋梁 没有林根 不然 这也是家族一大喜事 可惜了 成不征心中暗暗地感慨道 就在他心头思绪飞舞之时 一道极其细微的杂乱声音 从遥远之外传来 耳目清明的成不征 隐隐能分辨出 有马蹄声 车咕噜滚动的声音 还有呼吸声 打呼声 只见成不征循着 那微弱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这正源于西北那个宽宽厂无比的通道 小老头见老祖的目光一转 他也知道老祖定是发现了什么 虽然他并没有听闻到什么声音 但也知道仙人的耳目 可不是凡俗所能比的 之前 刘老祖也是如此 两人静静地望着那处通道 半个时辰后 那清晰的马蹄声 车咕噜滚动声 这才传入洞窟之中 听闻此声 这时 小老头心中没算了片刻 心中暗道 老祖不愧是城市家族修仙第一人 居然能在半个时辰前 就能听到动静 这是刘老祖 远远无比相比的 他记得当时 刘老祖也只能提前半炷香的时间 才听到通道内传来的声音 虽然小老头不清楚 老祖与刘老祖之间的实力 相差有多大 但他也清楚 刘老祖绝不是老祖的对手 剧足谱记载 无论是休闲时间 还是如今的所见所闻 都能证明眼前的老祖 才是家族的镇足之足 正在静静而历程不争 可不知道这老小子后背 心中的弯弯绕绕 他现在极为希望 此次后背中 有个资质绝佳的后背 来补全家族的最后一环计划 不多时 阵阵的马蹄声 从西北的通道传出 声音越发清晰 随后显露出赤红色的马头来 九匹骏马骑骑并行 紧接着 就是宛如绸缎的马身 而后九位面位无情 一袭黑袍的中年马夫 其后就是九个车厢了 据小老头介绍 这些马夫都是家族暗中培养的死士 也是没有林根的成家族人 而那打呼声 也是从马车中传来 每辆马车中 都有五六个孩童 此时都在呼呼大睡 一辆马车 那是如此 两辆也是 十辆 二十辆 九十辆 每一辆马车内的孩童 气息平整 看似都在呼呼大睡 隐隐还有一些果香的酒味 显然 这绝不正常 这些后背 应该都是被下了蒙汗药 这才形成如此呼呼大睡之声 连绵不绝的原因 毕竟 在修仙之前 他也是一位玩蒙汗药的小高手 这味道 错不了 果然 经过学堂教育的栋梁 真不简单 稳健之风在凡俗家族中 已经彻底形成了特色传承 或许 刘儿将他最后一环计划 告诉了两位学堂精英 也是如今的两脉的脉主 毕竟 童言无忌什么话 或许就在不经意间暴露了 所以 这才如此 很快 最前面一排九辆马车 就驶出了宽大的通道 后面的车辆紧跟其后 在死士的驾驭下 这一辆辆马车 来到洞窟之中的广场上 随后 他们默默无声地 对着城部争所在的方向 行了一里后 就解开绳套 牵着骏马向马舅走去 一辆辆无马的车辆 整齐地排在广场上 九十余辆马车 分成前后两排 那些驾驶车辆的死士 都在马舅之中 伺候着各自的骏马 很快 通道中 最后一辆马车出了通道 来到了洞窟之中 而后帘子一先 从车厢内走出了一位 面容清秀的中年汉子 他见到熟悉的老头外 还有一位温润如玉的青年修士 待他看清了青年的模样 略有熟悉之感 而后就想到了自家祠堂中央 挂着的一道画像 旋即 中年大汉跳下了马车 而后小跑过来 对着城部争行了一个大礼 后代子孙 城鸿瑶拜见老祖 起来吧 城部争看着面前的城家后辈 目露赞许之色 挥手道 这才家族的栋梁之才 不愧是家族传承之光的后辈 见此 城鸿瑶有些摸不着头脑 为何老祖对他如此和颜悦色 有些想不通的他 也只好压下心中的疑惑 随后 他站起身来从怀中取出一本书册 双手奉上 老祖 这是本脉的参加检测的士林族人 共有457人 10到457人 结果书册 城部争翻看了起来 沙沙 书册翻动的声音 在此方寂静的广场上响起 很快 城部争就翻看完毕 诸多后辈的名字 被他记在了心间 随后 他就将本书书 策还给了程鸿瑶 大手一挥 车厢中 一个个熟睡中的少男 少女 飘浮而起 有序地飘出来 眨眼间 那两排车厢上空 飘浮着400多位后辈 可惜这些小家伙 都在呼呼大睡 无缘得知 他们每逢节日 招拜心中早已死去的老祖 此时正出现在他们面前 剑词 城部争微微一笑 右手往前摊开 拇指掐着中指的指度 心念一动 一滴烟红如霞的灵血 从他指度上悬浮而起 漫天血色光滑 照应在此方浩大无比的洞窟之内 灿烂蓄力 可见 一滴寻常的血液中 蕴含了多么强大的力量 从中也看出 金丹修士宝体的强悍 一道法觉打出 一抹悬光射入的面前的 一滴灵血中 一声滴鹤 在广场上响起 寻真认踪 是 知 子子 灵血分化万千血丝 相互交错 编制 瞬间之后 一张遮天蔽日血往生腾而起 静静悬浮在洞窟的上空 神秘莫测的血色大网成形瞬间 倾洒下漫天血色光芒 笼罩在下方 躺在半空中熟睡的少男 少女身上 血色光芒与少男 少女 已经相遇 好似产生了连锁反应般 一道淡淡的血色光芸 从熟睡的少年身体中 透体而出 宛如荡漾着的水波一般 随风等 一道 十道 百道 四百多个淡淡的血色光照 在洞窟中焦香映灰 显示着他们的血脉与众不同 见到此幕 成不争的眉头不由一皱 而脸色最难看的 正是将家族门风看得最重的当代组长 那位小老头 至于 县城之脉的脉主 成红瑶眉头也皱了起来 眼眸中闪过一道冰冷的寒光 正因为 四百五十七位少年 并不是都是如此 只有四百五十五位少年 全身被一层淡薄的血色光芸笼罩 而剩余的两位少年 面对血色霞光的碰触 并没有任何反应 见到如此情况 不管是成不争 还是成家繁俗的组长小老头 以及之默默主成红瑶 心中自然也清楚是怎么回事 也无需多说 毕竟 不管是小老头 还是成红瑶 见证了这样的场面 也不是第一次了 此时 那小老头全身颤抖 老牙咬得滋滋作响 一个不好 说不定那老牙崩得一个不胜 可见 小老头心中有多气愤 见词 成不争也没有多说什么 大手一挥 那两位全身没有丝毫反应的少年 飘向了成红瑶乘坐的马车之中 旋即 成不争大有深意地看了成红瑶一眼 淡淡道 低调出力 闻言 成红瑶垂手抱拳道 是 老祖 他心中清楚 老祖话中潜意 低调处理 可不是轻轻放下 而是将影响降到最低 作为掌管上万人的知脉 脉主 成福也不用多说 同样 他也不是一位心词手软之人 不然 他成红瑶也坐不上这个位置 何况 这次在老祖面前丢了成家门风 此时心中有多丢脸 到时候下手自然有多狠 见词 成不争也清楚 对方明白了话中潜意 随即转身过来 看向半空中之中 成家心生一代小辈 一道硬诀打出 一声低鹤传来 去 瞬间 那漫天血色霞光 倒卷而回 重新没入 那张号大无比的血色大网中 静静地悬浮着 旋即 成不争心面一动 一抹玄黄之光 在他的瞳孔之中闪现 这一刻 他的眼中 那诸多少年少女 变得不再一样 全部都是暗淡无光 丝毫不见一丝灵光 一排扫尸完毕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五彩霞光 在这暗淡无光的世界中 尤为显眼 全部查看完毕 也只有这么一个宝贝 对此 成不争也颇为满意了 四百多位后辈 能有一位有灵根 他就很满足了 毕竟 之前 他可是做好了颗粒无收的打算 大手一挥 五六个少年汇聚成一块 飘向一个个车厢之中 眨眼间 半空之中熟睡的四百多位少年 全部被安置在车厢之中 广场上空 只有一位少女 此时依旧在熟睡 这也是四百多位后辈中 唯一有灵根的族人 成不争看眼一眼少女 转而对成红瑶说道 这是诸多后辈中 唯一有灵根的族人 你先带回去 帮他处理一下家事 过几日送到祖地来 本尊 在祖地等你们 成红瑶见到自家侄女独留下来 他就想到了这个可能 直到这一刻 老祖亲自开口确定 他这才将心重新放回肚子中 毕竟 亲属有别 即使身为知卖的卖主 也希望自家这一支中 能出一位仙人 老祖中的地位 还是严寿灵丹分配 等等 都有很大的助力 紧接着 成红瑶压下心中的激荡之情 连忙回道 老祖你放心 红瑶回去立即处理此事 定在三日之内 将人送到祖地 闻言 成不争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说话间 他伸手一招 半空之中熟睡的少女 飘向了成红瑶的马车之中 就在这时 一阵马蹄声传来 对此 成不争也没有意外 许久之前 他就注意到了 很快 九匹骏马并排 前行出了西方的通道 后面紧随着一辆辆马车 转眼间 一辆辆马车 全部使了通道 停在了洞窟之中 见词 成红瑶对着马舅方向一招 一位为死士牵着骏马 向广场上走来 不知何时 一位身形极为富态的中年 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成不争面前 而后就是一个大礼 后辈子孙 成红涛拜见老祖 祝老祖寿员绵绵不敬 神威无边无间 负责子孙万万代 话落 他宛如一个大乌龟一般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见词 成不争嘴角不由地跳动了一下 这小词 说得很顺了啊 没想到 他也有这样口才出众的后辈 真是修仙生涯中的一大乐事 不过 成不争也知道 这位后辈 绝不是简单的拍虚溜马之徒 不然也无法在学堂中脱颖而出 更不用说 坐上府城之脉的脉主宝座 府城可比县城的竞争 要激烈了很多 能带领家族发展城府城六大家族之一 这也能看出 这个滑不溜手的脉主 绝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成不争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伸手一挥 齐身吧 一股无形之力 将那富泰肉蛆 扶了起来 多谢老祖厚爱 成红涛面露恭敬 眸中带着深深的崇拜之意 随后 他又向组长行了一礼 另一边 成红瑶看一眼成红涛 眸中闪过一丝笑意 随即垂手抱拳道 老祖 红瑶回去处理杂事了 嗯 成不争应道 旋即 成红瑶又向小老头行了一礼后 好好处理 小老头低沉地说道 是 族长 持孙知道了 成红涛虽然没有见到之前的一幕 但能坐到这个位置 也是一个人精 他大致 也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毕竟 在这里出了事故 也有几种可能 喜事 不大象 不然族长也不会这么严肃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坏事 能在这里出现坏事 也就那么一两种 而且让平时笑呵呵 但尤为注重家族荣誉的族长 郑重交代 那也只有一个可能 以前 他也遇到过 不过 那时来主持检测的是刘老祖 而不是老祖 那时 族长的表情跟现在一模一样 基于此 陈红涛也大致清楚怎么回事了 随即 他对陈红瑶使了一个眼色 好似再说我也爱梦能住 他淡淡瞥了一眼陈红涛之后 回到了车厢中的陈红瑶 看了一眼那熟睡中的两位少年 眸中闪过一道寒光 而看向少女之时 眸中却是满是欢喜 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在他心间碰撞 随着此辆车咕噜的滚动 广场上的车队也紧跟其后 洞窟中 陈红涛见现成的车队已离开广场 转身对着停在一侧的车队 招了一下手 一百多辆马车 有条不絮地向广场中心 血色大网之下走去 很快 车厢整齐地停了三排 骏马也被家族死侍 迁到马厩之中 另一边 陈红涛从怀中掏出一本书册 双手奉上 老祖 辅城之脉 士林后辈 共617人 10到617人 请老祖过目 这时 陈红涛满脸严肃 再无一丝刚才那般模样 旋即 城不征查看起书册来 粗略地翻看了一遍 诸多名字被他记在了心间 大手一挥 广场上 上百辆车厢中 飞出了一位位少年 少女 跟县城之脉一样 也背下了蒙汗药 真是爱死了这些后辈 可见 城家也是有尊老爱幼的光荣传统 对此 城不征并没有意外 之前见到县城之脉的诸多后辈 他就想到这个可能 果然 没有让他失望 等城不征翻看书册完毕 那城鸿涛双目紧紧地 盯在前方半空中 见词 小老头轻笑了一声道 红涛啊 哪几个 你是家的啊 闻言 城鸿涛一顿 他指着空中诸多少男 少女 一连指了五个 三男两女 老祖 组长 那个 那个都是我在 哪怕平时他在和颜悦色 但关乎到自身后代的前途 此时也不由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毕竟 一路为仙徒 一路为凡徒 两者之间宛如云迷之别 根本不可以道理计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大多是每个父母的愿望 但世间万物 却不是以人的意志 所能扭转的 小老头 见城鸿涛 目露紧张之色 安慰道 说不定 你家五个载中 就出现了一个呢 不要紧张 嗯 城鸿涛点了点头道 希望如族长所言吧 其实他心里也清楚 这个概率太低了 但心中 还是升起了一抹期望之意 就在这时 一声轻贺传来 转 庞大的血色大网 再次倾洒下漫天的血色霞光 将此方洞窟 照应成了一片血色世界 红光映射万千 梦幻交织 就在血色霞光笼罩在 下方半空中 诸多熟睡中的少男 少女时 一道道血色光运 透体而出 一百 两百 五百 六百 没有意外 一个不差 全部都是成家的血脉 见词 那小老头不由地咧了咧嘴 一丝无法隐藏的欢喜之意 彻底暴露出来 而城鸿涛也彻底放下心来 总算不要面对组长的训斥了 随即 他心头浮现了一幕场景 只见城鸿瑶在祖地祠堂内 一边抄写族规 一边接受组长的训斥 心中不由地生起了一丝不知名的快感 毕竟 之前这样的场景 他可是亲身经历过的 这次城鸿瑶总算没有皱眉了 他打出一道法诀 一声嘀喝 散 只见那漫天血色霞光 宛如冰雪相遇 消融得点丝不胜 洞窟内 再次变成了往日般的模样 再无一丝鲜红如血的光亮了 只有银石散发出来的柔和白光 旋即 城鸿瑶也没有耽误 心念一动 大罗法目 再次施展开来 只见他瞳孔之中 有一丝丝玄黄之光 在缓缓游走 瞬间 眼前的天地为之一变 那暗淡无光的世界 再次映入他的眼帘之中 第一排没有 咦 有灵光 耀眼的灵光在闪动 又是一个五灵根 运气倒是不错 毕竟 有时候大多数时候 一位有灵根的后辈都没有 这次能有两位后辈 算是不错了 陈不争心中感叹着 不对 不是五色 也不是四色 是三色 金 红 嘿 三色灵光 没错 正是三灵根 欠慈 陈家心中满是欢喜 终于要出一位灵根资质 可以与他比肩的后辈了 家族根基的最后一环 马上就能补全了 这个优秀的仔 居然是个小胖墩 是陈洪涛的小儿子 很好 下一任组长之位定了 就是你 瞬间 陈不争心中就做出了决定 毕竟 陈洪涛也家族学堂出来的佼佼者 掌管辅成之脉 也是蒸蒸日上 再加上他的仔如此优秀 组长之位 非他莫属 旋即 陈不争再次往后看去 依旧是暗淡无光 显然 其他后辈并没有灵根 之后 陈不争也没有犹豫 大手一挥 躺在半空中熟睡的少男 少女 五六个成一团 再次被陈不争射到了一个个车厢之中 半空中 只有一个小胖墩在呼呼大睡 见此 陈洪涛目录激动之色 有些结巴地说道 老 老祖 我儿可是有灵 灵根 见到后辈如此激动 陈不争也是理解 但笑道 不错 而且还是三菱根 巨大的喜悦 冲击着他的神经 两久之后 这才回过神来 压下心头的狂喜 口不择言道 多谢老祖恩典 陈不争轻笑了一声 而后淡淡道 想必留老祖也跟你们说过 打入仙门的计划了吧 现在 气急已现 说着 陈不争不露痕迹地看了一眼 那正在呼呼大睡的小胖墩 同样 小老头也面露期待之色 看着突然沉默的红涛 洞窟中 陈洪涛沉默了许久 他清楚 这是家族崛起的契机 同样 他也清楚 这是第一位三菱根后辈的命运 这是作为辅城一脉后辈 应有使命 更不用说 他陈洪涛 还是得辅城一脉的脉主 为了家族的荣光 是诚实一族所有族人 应尽的义务 但作为一名父亲 他却不想让小儿子 去当奸细 不用问 也不用说 一旦被仙门察觉 小儿子就死定了 毕竟 即使在凡俗中 一旦发现了奸细 那下场他也是知道的 月行 勤面 烹煮 弓刑 异手 巨武刑 千刀万寡 五马分尸 拦腰而斩 包皮冲草 更不用说仙门了 那手段更神奇 也更狠毒 刑法不用说也知道 绝对是生死两难 欠词 诚不争也清楚对方的担忧 而后缓缓道 你大可不必担心暴露 只要你的小儿子 事先不知道本族是底细 他也只会当作自己 是一个凡俗出生的普通人 根本没有任何暴露的可能 等他在仙门中安定下来 五年后 我让刘老祖回来一趟 亲自告诉于 他本族的底细 若是他不想在仙门中修炼 本族可以向你承诺 亲自让刘老祖的 带他回吴近海 因为炼弃七七弟子失踪 不会有多大的事 仙门也不会过于探究 毕竟 仙门中每年失踪的炼弃七七弟子 不知反己 只要不是铸鸡七修饰 都不必为此担心 若是他愿意 为了家族在仙门建立分支 本族可以让他更进一步 突破制铸鸡七 这是本族对你的承诺 文言 陈鸿涛点了点头 目录复杂地看一眼 正在半空之中 呼呼大睡的小儿子 此刻 小胖敦丝毫不知道 他已经被老爹给卖了 不 应该是 他老爹为了选取了一条 光明灿烂的仙徒 只要小胖敦不傻 熟悉修仙界后 清楚修炼的难度 不会有任何意外 同样 见到此目的小老头 也颇为欣慰地 看着陈鸿涛 很好 作为一脉之主 有如此担当 不愧是本族的好狼 等老夫百年之后 你就是下一任族长 这是老夫说的 谁的话也不好使 殊不知 他的所作所为 早就陈不征看在眼里 族长之尊位 陈不征心中 早已给他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不用百年之后了 无需多久 他就能一养天年了 可惜他却不知道 此时 小老头依旧一副 很看好陈鸿涛的模样 旋即 陈不征身手一招 那在半空之中 呼呼大睡的小胖墩 飘到了车厢之中 老左 那我小儿进哪个县门 什么时候参加圣仙大会啊 陈鸿涛既知小儿子 进入仙门之势 无法变更 所以 他很快就压下了 心中的复杂的情绪 理智恢复 现在多耽误一天 小儿子就少修炼一天 他可是知道 想要在仙徒中更进一步 需要在壮年 气血处于巅峰之时 才有可能突破 虽然老祖也承若了 但谁也不知道 小儿子知道真相后 会如何选 因此 早让小儿子修炼 对他而言 也是一桩好事 面对后辈的疑问 陈不征沉默了片刻 心中开始默算起来 晋国三大宗 白云门 清木宗 北苍门 三大仙门的生仙大会 前后时间相差不远 清木宗是一个月后 北苍门是两个月后 白云门 差多是三个月后 虽然距离清木宗 开启生仙大会的时间最近 但城市家族所在的府城 却是在白云门统治疆域 两者之间 还隔着北苍门的统治疆域 所以 也不可能去清木宗所统治疆域 参加生仙大会 即使这点距离对城不征而言 只是仅仅一炷香的时间 但对繁俗而言 那可就远了 如此一来的话 于情余里都说不过去 因此 看似也只有参加白云门 这一条路可选 不过 城家所在的府城位置 却是在两家仙门统治疆域边缘处 所以都可以参加 但为了不暴露 他与小胖敦的关系 最好还是加入北苍门 毕竟 小胖敦在仙门的手段下 定然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根本不会也无法隐藏心中的话 出身地一样 姓氏一样 若是让有心查到 很容易联想到什么 何况 一旦小胖敦得知家族底细 中途撂挑子 宗门执法修士 定会有人追查到底 别的不知道 但他与小胖敦的关系 很有可能会暴露 因此 小胖敦加入白云门 虽然他能照拂 但隐患还是很大的 转眼间 种种利弊分析完毕 城不争很快就做出决定 而后他看向城洪涛 淡淡倒 一个半月后 启程去往辽东府 参加二月后的北苍门生仙大会 而后 他见对方谋中闪过一丝不舍 一段时间你好好陪陪吧 等他再次回来 那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话落 城不争身影一晃 就消失在了原地 洞窟中只有余音在回响 旋即 小老头与城洪涛两人 对着城不争离去的方向 躬身行了一礼 恭送老祖 两久之后 小老头目录复杂之色 拍了拍成洪涛的肩膀 叹了一声道 不要怨恨家族 这是每个族人荣光 如果老夫的孙儿也有此造化 老夫也一定会亲手将他送去仙门 可惜老夫的孙儿 也没有这个仙闻 说到最后 小老头不由得长须短叹起来 可见 每一个凡俗被长生仙徒 有多么渴望 哪怕荣华富贵再深 也不能避免对仙道的向往 这是生灵渴求高维度生命的本能 哪怕七老八十的小老头 也是如此 族长 我没有怪家族 只是我舍不得 陈洪涛眼中一酸 有些低沉地说道 都是做父母的 老夫明白 这段时间的族事 就先放放吧 好好陪陪你小儿子吧 小老头安慰道 嗯 陈洪涛点了点头道 族长 侄孙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行 老夫回去了 两天后 一位面无表情的马夫 驾着一辆破旧的马车 缓缓地驶进了成家村 不多时 这辆马车 就停在了古旧的庭院面前 老爷到了 中年马夫 侧头对着车厢说道 很快 车厢的门帘就被掀开 一位中年壮汉 从车厢内走了出来 饶儿下来吧 这时一位少女也跟着下了马车 看模样 少女也只有十二三岁 最多不会超过十三岁 这正是此次检测为二 有林根的后背 两人一前一后 向面前的古旧的庭院走去 这就是成家的祖地吗 少女柔儿看着面前的古朴的大门 心中想到 一路上 红瑶书摆 可是讲了不少有关成家的事 因此 她也推翻了以往成家 只是一个小门小户的观念 她没有想到 成家显露的只是冰山一角 暗地下居然是一个仙人家族 如此轰动的消息 炸碎了她的世界观 这让她消化了许久 好在 她在学堂中 也继承了成家稳健之风 所以表面上 依旧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 或许是从小教育的原因 使得她的心智 远超这般年纪大小的少年 稳健之学 出现端倪 不过 在她踏入大门的一刻 小心脏的跳动 不由地急促了几分 毕竟 今日能见到只存在画像中老祖 心中有些激动 也是难免的 据世博说 这位老祖 可是成家辈分最高的一位 也是踏上仙徒的第一人 当然 修为也是最高的 在踏入庭院的一刻 早就收到通知的小老头 立即迎了上去 她一边引着路 一边详细地给少女介绍着 有关老祖记载 毕竟 她身为组长 知道的隐秘消息 可比程红瑶要多得多 不多时 三人就来到后院深处 一间房门之外 小柔 进来吧 一道温柔的声音 从房门之内传出 同时 房门自行打开 少女鼓了一口气 在小老头与程红瑶的目光下 进入了房门之内 碰 房门再次关闭起来 旋即 小老头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 身侧的程红瑶道 你有没有灵根 有些事还是不要再想了 想多了 那可就是获释 是 组长 程红瑶也明白足长话中潜意 开口道 小侄明白 那就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 离开了后院之中 另一边 那名换成柔儿的少女 进入房门之中 就看见了一位温润如玉的青年 她眸中带着温和笑意 看着她 这就是老祖吗 好年轻啊 少女那黑白分明的美眸 定定地看着程不征 美眸中流出一丝惊讶之色 一闪而逝 见词 程不征眸中的笑意更浓了 怒不形于色 喜不言于表 虽然眸中赏过一丝惊讶之色 但在如此年纪 就有如此新兴 绝对是可造之才 不错 很好 家族的学堂之风 果然没有让她失望 而且此女 能在这个年纪 就有如此风范 想来进入家族学堂的时间 也是不短 凡俗家族中 在落实小辈上学堂这件事上 就做得很好 并没有因为凡俗的观念 不让女童上学堂 这点是值得 称赞的 毕竟 在修仙界中 可没有男女之别 一切 都是以实力为尊 玄疾 程不征眸中 带着盈盈笑意 看着面前神色平静的少女 开口问道 何为家族之风 慎言 慎行 慎思 少女 没有丝毫犹豫 脱口出道 对此 程不征卿笑了一声 又道 那你认为此家族之风 可有缺憾之处 闻言 少女柔点了点小脑袋 而后又摇了摇 眸中 闪过一丝思索之色 道 回老祖 缺憾说有也行 说没有也可 何解 不同的选择 就有不同的结果 行显一搏 有收获之力 或许能一步登天 后退一步 有保全之果 远观一切从容有据 少女柔儿神色平静 侃侃谈的足归的利弊 少卿 程不征又道 那你会如何选 自然是后退一步 有命才有未来 不然即使有再多的收获 也不过是慷慨他人 玄疾 程不征又考验了一番 他发现经过学堂 专门学习后 区区十二岁的少女 就有如此稳健之风 真是家族一大心事 理论是正确的 不过在修仙界中与世俗中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毫无疑问 思想是肯定正确的 而后 程不征开始教导少女修炼 好在炼气功法开头比较简单 都是感应灵气 虽然在世俗中 灵气稀薄 但程不征连续破碎了几十块灵石 房间中的灵气浓度也是大涨 最多半个月 就能捕捉到灵气粒子 从而踏上仙徒 晋升炼气一层 只要能突破炼气一层 那剩余的就是资源了 到时候 他也能修炼浑种秘书了 最后带他离开晋国 乘坐传送阵 前往无尽海了 房间中 少女接连几日 都没有出房门一步 渴了 饿了 服用屁股单 然后继续感应灵气 累了 困了 倒头就睡 醒来后继续 就这样 那只有十二岁少女 就开始了修仙生涯 眨眼间 一个半月过去了 在此期间 明焕小柔的少女 在一个月前 就正式晋升炼气一层 真正地成为了一名修炼者 而后 在灵石与灵丹的辅助下 修为快速地精进者 当然 这是相比同等层次的灵根而言 这一日 程不征出了程家村 心念一动 脚下闪过一道悬光 刹那间 程不征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原地 俯城关道上 几辆马车组成了一个车队 正沿着大道向远方 驶去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很快 那车队距离两府边境 只有十里之遥 此时 在两府边境 有一大批汉匪手持刀枪 半山腰上 还有弓箭手 显然 他们就是靠山吃山的山匪 正等待着猎物上钩的诸多汉匪 看着远方的关道 胸肉横脸上 不由地露出一丝争鸣的笑容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在高空之上 云霄之中 一道身影静静而立 垂下的目光 透过云霞 穿越几千里之遥 落在了此方峡谷中 仿佛死神在注视着他们 这一刻 金光迷眼 山道中 充斥着浩浩荡荡的金光 一朵朵金色莲花 忽然凭空闪现 不等汉匪有所反应 一朵朵金色莲花 精确地落在一位未汉匪身上 无疑落空 也无疑多余 一经接触 那金色莲花化为一道金色光雁 瞬间席卷一位未汉匪 甚至连惨叫 都没有发出一声 就全部消失在世上了 连同金铁打造武器 也随之化为一空 等诸多汉匪消失后 那一道道金色光雁 也自动化作了虚无 一切宛如神佛的手笔 这一切 正在逐渐靠近两月山的车队 丝毫不知 不久之前天降金莲 将萌芽中的危险处理掉了 很梦幻 也很奇迹 刘伯 离两月山还有多远 中间车厢内 传来了一道温和的南嗓音 回老爷 再有一刻钟就到了 正在驾驶着马车的刘伯 一边驾着马车 一边回道 车厢内沉默了片刻 随后 陈洪涛又道 通知所有马车 准备好 是 少卿 车厢内 一个小胖墩看着陈洪涛 有些奇怪问道 爹 我们去哪里啊 怎么不带哥哥 姐姐一起出来玩啊 显然 小胖墩正是将此次外出 当做了一次游玩 不过他心中 还是觉得有些古怪 一 老爹的脸色不大对劲 没有以往那般从容 此时反而满是肃穆 二 平常出去游玩 可不会跟随如此之多的车队 也不会走得如此之远 而且 每一辆马车中 都坐着六位面色冰冷的足书 三 最近爹比较宠他 即使他失手 将老爹最喜爱的琉璃瓶打碎了 连重话都没有说一句 若是以往 少不了一顿竹条炒肉丝 总之 一切总有些不对劲 虽然小胖墩在学堂上了几年 但还是少年 尽管心智远超同龄人 但经历的事还狠手 想法难免有些不成熟 何况 老爹也在 老爹总不可能害他吧 然而 他却丝毫不知道 老爹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为他选取了一条明光仙徒 此刻 正有些担心前方的陈洪涛 听闻小儿子的询问 心中也清楚 小儿子心中想法 毕竟 这是他的仔 一掘屁股 就知道他在想干什么 而且 陈洪涛能坐上卖主之位 带着知脉迅速发展 那陈府 算计 可不是一个矛头小子所能比的 所以 没有意外 小胖敦又被他爹忽悠住了 车轮滚滚动 车队也逐渐靠近了两岳山 陈洪涛心中也紧张了起来 显然 他也知道两府边界 汉匪丛生 流寇多如牛毛 但最让他担心 是还是还是敌对家族 扶持起来的汉匪 当然 他敢来此 也不是没有准备 就如他坐下的这辆 看似古旧的马车 实则上车厢内置金刚护板 即使军奴也休想穿透 更不用说寻常弓箭了 不但这辆马车如此 而是所有马车 都有金刚护板内置 尤其身后诸多马车内 都承载着家族死士 每一位死士 虽不敢说以一战时 但一人对抗三个成年壮汉 还是不成问题的 只要有汉匪来袭 车队会迅速组成一个原阵车阵 打一场弓箭战 足矣 就是遇到十倍之敌的围攻 也丝毫不会落在下风 若是流寇站立拉胯 定是横扫落叶之势 将其全部剿灭 不过 能不打 最好不打 毕竟 每一位死士 都是家族花费偌大的代价 培养出来 这是家族的底蕴 可不是消耗品 随着车队的深入 虽没有遇到大量汉匪的围攻 但也碰上了一些不知死活的毛贼 不过很快就被剿灭了 车队逐渐深入两月山 气氛也紧张了起来 直到彻底出了两月山 都没有得遇到大谷汉匪 这绝对不正常 两月山的大名身为地头蛇的陈鸿涛 不可能不清楚里面的门道 但现在却是发生了如此奇怪的事情 不对 难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成 那也不对啊 最近没有听说有大事发生啊 一道念头 在他心头浮起 难道 陈鸿涛想了一个可能 他掀开车帘 向外望去 环顾一周 依旧没有发现他所想见之人 没有 不对 老祖乃是仙人 怎么可能是凡俗想见就能见到的 除非老祖愿意现身 否则 即使老祖站在你面前 都无法见到 想到这里 陈鸿涛心中也释然了 玄疾 陈鸿涛出了车厢 站在马车前世 向四面八方拜了一拜 高空之中 云霄之间 那道人影见到此目 眸中闪过一丝笑意 不错 此人正是诚不争 若不是他按手多次出手 这才使得车队 没有被大量汉匪围攻 只有那些三五成群的流寇 他没有动手清理 不然 车队若是通过两月山 至少也得检员大半 当然 这一切都是在无声无息之中发生的 虽然那些场景 没有被陈鸿涛看见 但能想到 是他 这足以看出 这个后背的不简单之处 毕竟 修饰出手 那可不是凡俗所能发现端倪的 随后 城部正在高空之中 踏云而动 一路静静地跟着 确保车队安全 抵达目的地 小胖蹲 可是家族根基的最后一环 既然他时间赋予 跟着走上一遭 也不会耽误事 而后的路途中 也没有大批汉匪流寇 所以 城部正也没有再次出手 毕竟 车队中的诸多死事 也不是吃单饭的 日子 一天天过去了 经过六天六夜的赶路 车队终于到达了辽东府城 进入府城后 陈鸿涛很快就安置好了车队 安息了下来 随后几日 他带着小胖蹲 在大街小巷中 满城乱逛 这几日 是小胖蹲有生以来 最高兴的几日 不管什么美食 小吃 还是好玩的 只要他一开口 那慈爹都会满足 刚开始 小胖蹲还害怕挨揍 但见到老爹 没有丝毫犹豫付钱后 那一刻 他飘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胖蹲也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毕竟 老爹是什么人 他也知道的 是不是 老爹准备坑他 除了刚开始的几日 小胖蹲是满心欢喜外 接下来的几日 却有种坐立不安 大难临头的感觉 尤其是 他想要回去 被老爹拒绝后 顿时 小胖蹲就知道糟了 他想借此逃跑 但他的老爹手段更高 刚跑出小巷 迎面走来了一位 面无表情的足书 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小胖蹲 直接被擒拿了回来 回到租赁的院落中 他看到老爹 那熟悉的笑容 他也知道 他没有机会再逃跑了 果不其然 随后几日中 他直接被十几位足书 看守起来 同时 小胖蹲也从老爹口中 得知 他需要参加生仙大会 当得知这一结果时 小胖蹲也清楚 即使哭得凶 闹得再狠 那也没有用 虽然他没有见过仙人 但仙人流传的事迹 他也曾听闻过 只要家族出了一位仙人 至少能保证家族百年长盛不衰 为了家族的长盛 老爹绝不会任由他胡闹 同样 小胖蹲心中的疑惑 也被老爹解开了 原来 并不是老爹偏爱他 只带他前来参加仙人选拔 而是之前哥哥 姐姐参加过一次不过落选了 所以 这才带他一人前来 至于 他为何没有听哥哥 姐姐说起过 那是因为怕丢人 也是 没被选上 还大肆宣扬 不是丢家族的脸吗 这一刻 小胖蹲似乎释然了 一切都清晰明了 三日后 也是仙人降临之日 陈洪涛带着小胖蹲 去参加仙人选拔了 没有意外 小胖蹲以三菱根优秀的资质 成功脱颖而出 而后陈洪涛与小胖蹲告别后 陈洛远路返回了 立于云霄之中的陈洪涛 却并没有就此离开 他一直等到 北苍门的生仙大会结束 带着十几位少年上了非洲 目送离开后 他这才消失在此片云霄之中 同样 这一次 他可没有护送陈洪涛等人回城 毕竟 沿途中规模较大的汉匪 已经被他剿灭一空了 剩余的一些流寇 也无足轻重 何况 他还有几十位死士相随 更不可能出事 在陈洪涛慢慢地归途中 随后的一个月时间内 陈洛的修炼之路 也逐渐上了正道 闲暇之余 陈洛远也给这位出射仙徒的后辈 讲述了一些修仙常识 他如炼器一层 生命层次蜕变 那记忆力 理解力 神思反应能力 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可谓是即变态至极 修仙常识讲述一遍后 陈洛已全部记住 也对修仙界 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 最为关键的是 陈洛连也教会了他浑种秘书 只要等此秘书修炼成功 陈洛连就可以带他回无尽之海了 光阴如梭 眨眼间又过去了三个月 这一日 面貌清秀的少女 心中带着欢喜之意 看着面前的俊美的青年 开口道 老祖 柔儿已将浑种秘书修炼成功了 闻言 陈洛连点了点头道 此语简直有成家族人 修炼浑种秘书后才能查看 这关乎到家族的传承 浑种秘书的境界 你可不要忘了 说话间 成不争身手一番 一块遍布着复杂纹里的御简 出现手心中 老祖 柔儿知道 成柔儿小脸一素 郑重地说道 那就好 这块御简你拿去吧 成不争身手一挥 手心中的御简 飘到了成柔儿面前 随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道 不要想着复刻御简 这也会触发浑种境界 知道吗 知道了 老祖 成柔儿小脑袋轻点 行了 三日后出发 而后程不争顿了一顿 接着道 此御简内 除了家族隐秘信息外 你所能查探的功法 术法 先义 也是有限制 目前你只能查看一阶功法 一阶术法 一阶先义 只有你修为突破此层次 才可以查看到 下一境界的功法 术法 先义 此御简 三日后 本老祖会收回 话到最后 他又补充了两句 对了 死去吴近海 需多年之后 才有机会返回 离开之前做好准备 不要留下遗憾 你父母与家人 族中自然会照顾 嗯 饶儿知道了 程饶儿眸中 泛着隐隐水光 好似想到了什么 而后道 多谢老祖提点 嗯 程不争轻声应了一下 而后挥了挥手道 行了 回去吧 是 少女捶手行了一礼道 饶儿就先下去了 程不争望着瘦弱的背影 这一刻 他好似望到了 自己多年之前背井离乡 踏上仙徒的影子 三日后 程家村中 升起了一道流光 直入云霄之中 消失不见 即使 亲眼目睹老祖离去的 诸多成家祖老 也只见一道流光闪过 再次看去 老祖与那少女 已消失不见 放眼长空 依旧不见一丝痕迹 高空之上 云霄之间 一道流光飞快地穿梭 不多时 那道流光 斜事儿下 落在了一个深山峡谷中 接连乘坐两次传送阵后 程不争出现了 无尽之海中 而后程不争也没有耽误 直接向附近的 中行仙城飞去 白光一闪 程不争来到了明华仙城中 随即直接向陈氏楼走去 早就接到化身傀儡通知的成流 早早在后院 等待启程不争来 当即 程不争直接将成柔 交给了成流 随后 他将此次回家之行的收获 与成流讲述了一遍 尤其是那小胖墩 最是关键 最后吩咐成流 五年后 回去与那小胖墩接触一下 看其意愿如何 当然 程不争也肯定了 家族学堂的必要性 同时 也奖励一尊二阶灵魂傀儡给成流 诸事处理完毕 程不争也没有耽搁 随即 准备打道回府 这时 成流连忙开口挽留道 老祖请慢 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内 编写的家族贡献点兑换条例 请老祖过目 程不争接过预检 查看了起来 有条有理 有理有据 很好 但这么多种灵物 是什么意思 虽然都是低阶灵物 但数量种类繁多 关键是 还准备建造一个藏宝室 将所有名册上记载的灵物 统统归纳到藏宝室中 欠词 程不争不由地看一眼 眼巴巴望着他的成流 很明显 这是准备打秋风 行了 程不争轻笑了一声道 这是本作给你的支援 说话间 一个储物带人了过去 这里面都是他用不上的低品灵物 法器 宝器 灵丹 玉检 以及一些零食 话落 不等成流开口 程不争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后院之中 白光一闪 一位面色威严的中年修士 出现在仙蒙城 传送殿某间大厅中 不错 此人 正在从明华仙城 返回仙蒙城的程不争 在看守传送镇的修士催促下 程不争连忙与其他修士 一起下了传送镇 而后 程不争便直接出了传送大殿 不过 他并没有直接回复到殿 而是走进了热闹繁华的街道 之前 途中经过的一座仙城中 程不争已经处理了一些 青木宗三位金丹修士的储物袋 但还有很大一部分灵物 没有处理 虽然没有中品法宝 也没有精进修为的灵药 甚至就连灵食也不是很富裕 但也不是没有其他收获 除了那几件报废的法宝外 下品法宝还有三件 十几瓶辅助性质的灵丹 以及一些灵药 炼器灵才 少量的中品灵食 除之外 还有价值不大的杂物 这些用不到的灵物 都需要处理 之前 在晋国不好处理 一则 各大仙城中 金丹修士稀少 二则 诚不争怕被人认出赃物 毕竟 晋国修仙界中 高阶修士 几乎都是各大宗门的修士 家族老祖 散修能修炼到这般地步的很少 也很稀有 这也导致了 市场很小 不仅 晋国如此 就是其余的几国修仙界 也相差不多 所以 最好处理赃物的办法 就是在无尽海中处理 这里 市场大 流通性好 是处理赃物最好地方之一 当然 灵药 灵财 灵食 这些不需要处理 这些灵物 他也能当作 与同道修士交易的筹码 紧接着 陈不争在各大店铺中 进进出出 一点点地处理着收获 最后 他又来到了珍宝塔 将剩余的几件夏品法宝处理掉 而后陈不争 又改头换面一番 再次踏入珍宝塔中 找到了断管室 没错 陈不争再次光临 就是来看看 有没有炼制三阶上品灵丹 配额灵药的荣誉任务 很可惜 没有 旋即 陈不争带着些许遗憾 向仙异天灵街走去 打开了 封闭许久的店门 进入前店中 陈不争扫视了一眼 随后他的目光 就落在了前店右侧的玉碧光幕上 只见 那玉碧光幕上 只有四个符文字体 暂停营验 见词 陈不争驱止清谈 一抹灵光积事而出 没入玉碧光幕之内 灵光变幻 那四个符文大字 已消失不见 转而变成了 之前那般模样 一大 一小 两个区域 三分之二区域内 正是那一声辉的具体认可任务 其后还有此家店铺的图案印记 三分之一区域内 是本店的规章制度 以及收取报酬的明文规定 其最上面 正是店铺的名称 光幕边缘处 依旧是青龙游翼 凤凰展翅的虚翼 旋即 陈不征再次迈开步伐 向柜台方向走去 进入柜台内 打开其后的布满纹理大门 陈不征直接走了进去 少青 白发老道从大门内走去 随后躺在了摇椅上 一切 看起来与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此时 陈不征的本体 沿着环形阶梯来到了二楼 心面一动 一道流光 从他背后射出 灵光消散 一头猙獰的异兽 出现在二楼大厅内 陈不征摸了摸小吼的脑袋 笑着道 要吗 说话间 陈不征伸手一番 一只玉瓶出现在手心中 见到这只玉瓶的瞬间 小吼的双目中 充满欢喜之色 随即 他的鼻子情不自禁地嗅了嗅 就是这个味道 这正是本受最喜爱的灵丹 而后 小吼的脑袋连点 目中满是渴望地望着 陈不征手中的玉瓶 见到小吼略有些激动的表情 陈不征轻笑了一声道 想要也不是 不可以 不过吗 说到的最后 陈不征的尾声拖得很长 其中之意 不言而喻 见此 小吼轻了几声 目中满是成成心意 好似在说 有什么要求你说 本受绝对答应 同样 身为主人的陈不征 也明白小吼的意思 随即道 这是你说的 这瓶灵丹可以给你 但一年只能服用一粒 期间不得服用第二粒 如今 你距离三阶巅峰 已经不远了 这些灵丹 差不多让你修炼到三阶巅峰 再加上你腹中 还没有炼化灵丹的要力 七年后 足以彻底稳固在三阶巅峰 七年后 你若是达不到我的要求 那我可就会失望的 本主人一旦失望的话 那后果你是知道的 陈不征笑盈盈地说道 如今小吼的自控能力太差 需要打磨一番 不然 他也不会做着毫无意义的事 当然 话是这样说 陈不征怎么可能不管呢 不过 若是让他失望的话 一个深刻的教训还是有的 到时候 炼制让他流口水的灵丹 放在他面前 馋死他 那极其贪吃的小吼 怎么可能能忍受的了呢 同样 他也不希望 用到如此残忍的酷刑 诚不征面 此心狠地看着小吼 听闻此言 小吼心中不禁打了个哆嗦 他可是知道 这个愚蠢的主人手段 可是有很多 一旦完成不了的话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小吼目中满是玉瓶倒影 口水不自主地流落下来 那句本受不要 怎么也说不出口 要还是不要 两种念头来回盘旋 相互打了起来 很快 眼前的诱惑 占据了绝对上风 彻底打败了 名幻不要的小兽 旋即 小吼目中满是坚定地 点了点脑袋 时间不到 本受就闻闻 不吃还不行吗 总比 这瓶灵丹 放在愚蠢的主人那里好 平时那可是 连闻闻的机会都没有 本受可不蠢 小吼心中如此想到 欠慈 程不征眸中 闪过一丝淡淡的笑意 随手将手中玉瓶一抛 扔了过去 而后 程不征直接向 打开了密室大门 走了进去 另一边 小吼毫无意外地轻咬住了 半空之中的玉瓶 随后看了一眼 没入密室大门的背影 而后 小吼摇头晃脑地 向之前所在的密室走去 进入密室中 小吼 趴在灵脉节点的位置上 他轻轻地松开了售口 玉瓶 斜躺在了他面前 死 一声长长的呼吸声 在寂静的密室中 尤为闲耳 只见小吼眯着双眼 瘦脸上满是安逸之色 好似 此刻他处于瘦声巅峰 两久之后 伴随着 一道长长的呼气声 小吼那眯起来的双目 随之也睁了开来 嘶 好香啊 本瘦有点忍受不了 不行 本瘦要再尝一粒试试 小吼的双目 紧紧地盯着面前玉瓶 喉咙不由自助地动了动 他刚想打开面前的玉瓶 脑海中就浮现了 那愚蠢主人笑盈盈的面孔 瞬间 一盆凉水浇灭了 那颗燥热的心 算了 不吃了 本瘦才不是判那愚蠢的主人 毕竟不久前已服用了一粒 再多就浪费了 花钱就要花在刀刃上 对 就是这个道理 小吼心里不断地劝慰着自己 但他的咸水 不知不觉从嘴角滴落了下来 落在了地面上 如此模样 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 完全与他心中所想截然相反 小吼看着面前的玉瓶 随后双目一合 好似要修炼一般 少青 小吼再次睁开双目 扒拉了一下 将此玉瓶扒拉到两蹄之间 瘦手枕在双蹄之上 玉瓶被遮挡得严严实实 丝毫不给他人偷窥的机会 伴随着长长的呼吸声 滚滚灵气 在一呼一吸之间倒灌到他体内 时不时的 小吼的粉色鼻子还不由地嗅了嗅 那咸水也不由地滴落下来 好似他在做着什么美梦一般 另一边 密室中 成步争盘坐在淋浴床上 他伸手一翻 一排储物袋悬浮在他面前 随即 开始整理起此次处理灵物的收获来 一一归类 不多时 成步争就完成了整理 处理完这些杂事后 成步争也没有继续修炼 毕竟 没有灵丹辅助修炼 那耗费的时间太长了 得不偿失 他可不是那些散修 没有先意 只能靠苦修精进修为 亦或用冒险所得 找各种关系 求够一粒或几粒灵丹服用 从而精进修为 所以 接下来的首要任务 从而供养自身修炼 其二 距离狼牙秘境开启 也快了 需要多做一些准备 毕竟 那进入此秘境 可没有什么修为限制 修为最低的 恐怕就是的金丹七 主力更是那平常 难得一见的原因七真君 说不定 其中还有化神尊者 秘而不宣的前往 这也是不无可能 如此一来 那金丹七修饰 可就是食物炼的最低层 或许随意之间 就有可能被人打杀 虽然冥香真君给他一个名额 但不可能一直保护他 人家真君进入秘境 自然有自己的机缘要取 若是一直跟着 冥香真君的话 先不说人家心中喜不喜 就是冥香真君乐意 但他一直跟着 也不会有大收获 最多冥香真君 给他一些看不上的灵物 这还要成人家的情 那这一趟秘境之行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何况 有冥香真君在侧 他的很多手段都无法用 成不争 也不敢去赌人心的贪恋 那是对自己小命的不负责 当然 在没有很大的利益前提下 他还是很相信冥香真君的 而且 此次狼牙秘境之行 关乎到本命法宝最后两种灵财 为了炼制护道之宝 他必须去 也只有在那里 才有机会将本命法宝 彻底炼制出来 如果秘境之行 不能如他心意 也只能重新推演 本命法宝的构造图了 不过即使炼制出来 也肯定抵不上 现在的本命法宝 构造图 这是肯定的 事成 失败 就看这一次 狼牙秘境之行了 若是有其他选择 他也不愿意冒险 待在夫道店中 炼丹 炼器 修炼 他不香吗 可惜 事实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主 这也许就是身在仙徒 身不由己吧 换句话说 就是贪念所致 贪那寿元 贪那无敌战力 贪那通天仙徒 成不争自我反省着 不对 还有一件事 差点忘了 否则 如何能安心修炼 等待狼牙秘境之行了 毕竟 等待这一日 时间已经够久了 不能再等了 嗯 得好好谋划一番 密室中 成不争盘坐在 清神灵域床上 右手拖着下巴 眸中 闪着智慧的火光 诸多念头 在他心头浮现 许久之后 成不争眸中 闪过金光一具 显然他心中 已经定下了 旋即 成不争站起身来 向外走去 来到客厅中 他看了一眼灵气笼罩内的小吼 那死死护住玉平模样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随意一撇之后 成不争没有打扰他 也没有停留 直接沿着环形阶梯 向下走去 此次本体出动 自然无需小吼的辅助 他早日突破至四阶 才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少卿 前殿 柜台之后的大门 忽然自行打开 成不争从里面走了出来 同样 他也没有停留 此次外出的范围 在先蒙范围之内 自然无需将傀儡化身收起 而且 傀儡化身的实力 也没有决定胜负能力 除非 傀儡化身摆出九胶炼御阵 才有横扫朱迪的能力 但想要布下阵法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时机 布阵时间 预设地点 三者缺一不可 正因傀儡的机动实力不够 所以 他带着傀儡化身 也没有多大的作用 不如将傀儡化身 放在夫道店中 为本体的仙徒大业 发光发热 之前 成不征回晋国 收起灵魂傀儡 那也是因为距离过于遥远 远超心灵感应范围 这才关门停业 但此行就在先蒙范围之内 所以自然无需如此 何况 本体掌握着诸多神通 寻常之修 绝不是义和之敌 不但如此 而且成不征随身携带着 九胶炼御阵 传送阵盘 以及诸多低阶灵魂傀儡 安全得很 即使遇到原因修饰 他都有绝对的底气 跑落 根本不用为自身的安危而担忧 所以 成不征走得干脆利落 没有丝毫犹豫地出了大殿 眨眼间 成不征就消失在了 此先一天临街的尽头 许久之后 白光一闪 成不征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仙蒙城 传送殿中 这一日 旋风仙城 传送殿中 走出了一位青年修士 不错 此人正是刚刚从仙蒙城 来到的成不征 出了传送殿后 成不征直接向成竹府走去 对这里熟悉无比的成不征 很快就来到了成竹府内 走到了隶属灵训厅区域 两个时辰后 成不征再次从灵训厅走去 又向传送殿走去 不过 这次去往的几个地方 并不是其他大型仙城 而是隶属旋风仙城 统治下的几个中型仙城 经过半个月时间的打探 成不征此时心中的大致计划 逐渐明晰 随后 成不征再次踏上传送镇 来到了旋风仙城中 紧急着 成不征在此仙城中的仙府灵山 租赁了一间以及洞府 洞府中 成不征盘坐灵木打造的雕花大床上 伸手一抹腰间的储物袋 挥手一甩 刺到流光机事出 旋即 盘坐在雕花大床上的成不征 双目一合开始修炼起来 滚滚如洪流般的灵气 瞬间倒卷而来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失了 转眼间就是一个月后 这一日 映月仙城 繁华的街道上 依旧如往日般 人来人往 人流不息 虽是中行仙城 但修饰不比那些大型仙城差多少 不过就是修饰 几乎都是低阶修饰 其中练七七修饰 占据了百分九十 铸七七修饰 占据了剩余百分之十的九点九九成 虽然强大的修饰 很少 也很难在这极为热闹的街道上看见 即便此条街道的繁华 在整个映月仙城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 也难以改变 这是做中行仙城 不过如此之多的人流 也造就了此条街道上的店铺 生意极为爆火 当然 其中以九楼类 茶楼类店铺最多 也是最热闹的地方 不过 生意最好的店铺 还是以眼前那名幻之未宣的店铺为首 此店铺 不但是传承了几百年的老字号 同样 在映月仙城中 也是颇富盛名 其中以淋于过海这道名菜 闻名于此仙城 即使 在玄丰海域诸多仙城中 此道名菜 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虽然此道菜肴不是由凌厨烹饪而出 但其技艺已触摸了凌厨的屏障 可以说是 凌扇之下 最为顶尖的一种菜肴 当然 正因为技艺的一层之差 那价格远远无法与凌扇相比 也因如此 此道名菜的价格 也在低阶修饰的承受范围之内 所以 知卫轩也是诸多低阶修饰 最喜欢聚集的场所之一 此时 知卫轩一层大厅内 都是四方来宾 也都是低阶修饰 桌面上 大多有一道共同的名菜 淋于过海 三五人围成一桌 相互打趣 劝酒 述说着离奇的经历 四方的传闻 一片喧闹之景 从中 也能看出知卫轩的生意红火 不过 知卫轩可不是只有这眼前一层 而是共有九层 每一层 也并不是都是如此喧闹 越是往上 最基础的消费越高 那修饰自然也越少 相应的 越是往上的楼层 装饰也越豪华 客位也越少 所以 自然也不会像下面一层与两层 那般喧闹 第五楼层 淋浴铺地 淋木墙壁 墙壁上雕刻的图纹 神形兼备 唯妙唯孝 一看就知道是大师之作 当然 这是对世俗而言 对修饰而言 也就那样 整个五层内 零零总总也不过只有九张原石桌 而且每张石桌 都立在一个个造型精美的小亭子中 长椅上铺盖着一层柔软的毛皮 这些毛皮 都是经过精心处理过的 寻常修饰 丝毫看不出是从哪种妖兽上取材的 此时 九个造型精美的小亭中 只有五个小亭中有颗落座 其余的四个小亭中空荡荡的一片 即使 像支卫轩这般生意火红的店铺 也不能满座 从中足以可见 身家富裕的修饰 在低阶修饰中 也是很少的 也不可否认 这也是价格昂贵的缘故 这五个小亭 其中有三个小亭宾客很多 每一个小亭中都有八九人 围着十桌 坐了满满一圈 另外 两个小亭中 其中 一个小亭子中 是一男一女 好似是对 狼有情 妾有义的道理 即使不是 估计也相差不多 这从两人紧挨着 就能看出一二来 至于 最后一个小亭中 则比较奇特 因为 那个小亭中 只有一位好似 韬客一般的中年修饰 此时 他正品尝着 食桌上那满满一大桌子的菜肴 就那淋于过海这道名菜 就足足有三盘 时不时地 他端起九盏 轻饮了一口灵酒 眯着双眼 好似极为享受一般 就在这时 一道窃窃私语之声传来 黄哥 都大半年了 你怎么才来看我啊 一袭红袍的女修 有些埋怨地 看着身侧的青年修饰 这不是走不开吗 黄小明连忙赔罪道 闻言 正在品尝着佳瑶的中年修饰 余光瞥了一眼 那对痴男怨女 毕竟 在这里相聚的目的 无非就有三种 一种就如那对男女一般 找一个有格调的地方 诉说相思之苦 当然 类似有格调的地方 也要有一定的身家 第二种 就是如那三桌一般 不是同门 就是得一起 外出狩猎归来的小团队 第三种 就是如他这般的套套客 不过 第三种很少 毕竟 寻常修饰 可舍不得如此一笔零食 原本他也没有在意 那两人的对话 毕竟那一男一女 只是助机器修饰 谈论的话题对他而言 没有丝毫作用 虽然他此刻显露的修为 也是助机器 但实则上 他可是一味金单器修饰 哪怕话题中 透露着点价值 那也只是对助机器 有价值而已 修为不到 也接触不到那个圈子 但那对男女 接下来的对话 却是让他开始留意起来 他一边品尝着菜肴 一边竖起耳朵来 走不开 一袭红袍 面容娇好的女修 阴阳怪气道 是不是 你被哪个小狐狸精 给迷得走不动到了 走 你带本宫奶奶去看他 说着 那身穿红袍的女修 站起身来拉着身侧的黄小明 准备离去 欠慈 黄小明将站起身来的女修拉住 连忙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样 听到青年开口 一袭红袍的女修 好似心中怒气地消耗了一点 然后顺势做了下来 但她的预脸上 依旧一副怒意薄发的模样 双目紧紧地盯着黄小明 好似一个解释不好 就立马走人一般 欠慈 黄小明没有在乎身侧的女修 于脸上怒意 反而余光环顾一圈后 这才小声地开口道 这大半年来 虽然我一直在忙 但也很想你 若不是师尊交代我的任务 一直没有完成 早就来与你相会了 此次正好借助师尊交代的任务 来到了应悦先程 这才能与你相见 若不是如此 不知还要多久 才能完成任务 听闻此言 红袍女修眸中闪过一丝怀疑之色 看着身侧的黄小明 开口道 你师尊不是金丹真人吗 什么任务 让你一个小小株机器修饰去办 对此 黄小明的话语一顿 看似他没有再开口说话 但那薄薄的嘴唇上下碰撞着 显然 他并不想让其他修士听到 哪怕 他认为这并不是很重要的事 但事关师尊任务 自然要小心一点 另一边 正在品尝着菜肴的中年修士容力 忽然筷子一顿 余光也注意到了那对男女 正在用传音术交谈 正讲到关键之时 他怎么可能放弃呢 此刻 他也想知道 一位金丹修士 让一位铸鸡漆修士 办什么事 若有价值自然更好 若无价值 也无伤大雅 何况 这也不费什么剑 区区铸鸡漆修士展的传音术 在他眼里 自然满是破绽 想要继续偷听 也是举手之事 以金丹真人的伟力 岂是这等铸鸡漆修士 所能知晓的 同样 他想要偷听 也不是铸鸡漆修士 所能发觉的 心念一动 一道清晰男性嗓音 从不远处 那间小亭中传来 正在私密传音的两人 丝毫不知道 那正在品尝菜肴 清饮灵酒的中年修士 居然是一位 隐藏着修为的金丹真人 此刻 黄晓明也没有对 身侧的红袍女修隐瞒 传音道 是送信任务 黄晓明啊 你是不是当本姑娘傻啊 区区一个送信任务 能你耽搁这么久 还没有完成 明显不幸的女修 眸中露出不善的神色 看着身旁的黄晓明 传音道 这可不是寻常的传信任务 黄晓明面露郑重之色 传音道 何况 若是寻常之事 师尊早就让 隶属监察厅下的 封信部传达了 不然怎么可能 让一位助基器修士 亲自来送啊 而且 师尊告诫于我 一定要将此信 亲手交给那位前辈 你说 师尊如此郑重交代的事 能是小事吗 听闻此言 那红袍女修也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对此 她心中也是有些好奇 随即传音道 什么事 让你师尊如此重视啊 黄晓明眸中 闪过一丝思索之色 传音道 虽然 师尊没有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但师尊如此重视 根据以往的惯例 很有可能是 师尊发现了一座遗符 所以 师尊这才让我亲自通知 他以前相交的好友 不可能吧 红袍女修 有些不敢相信道 你师尊可是一位 金丹后期修士 什么遗符不能破除 需要其他金丹修士 共同协力啊 或许 这座遗符等级极高 这也不无可能啊 黄晓明有些不确定地回道 何况 这次师尊通知的 也是五人 几十年前 同样也是五人 之后 无意间 我曾听师尊提过一嘴 原来师尊他们几人 是一起去探寻姨府去了 这次也是那五人 那师尊此去探寻姨府的概率就大了 这一刻 智慧的火花 在他眼眸中闪耀 显然 他对于心中的猜测 十分自信 哦 一席红袍的女修 挪了挪娇区 贴靠在黄晓明身上 目中满是好奇 随即传音问道 那你现在 通知了几位前辈啊 已经通知了两位 单单等待这两位前辈 我就花费了近大半年时间 不然我早就来找你了 黄晓明深情款款地 看着身侧的女修 你不是有师尊给的地址吗 怎么用那么久啊 面容交好的红袍女修 有些疑惑道 文言 黄晓明有些郁闷地传音道 我师尊相交的那些好友 大多是行踪不定的前辈 就如这次拜访的前辈 之前就住在映月仙城 现在就不在此仙城中 不知道这位前辈去哪里了 也不知道 多久才能回来 师尊留给我的时间可不多 只有仅仅一个月了 若不能完成任务 回去也不知怎么交代才好 实在不行话 过几日我就会悬风仙城 让师尊做决定 到底是继续等 还是让封信听转接消息 听闻此言 那面容交好的红袍女修 心中一动 传音道 若是一个月内 你师尊那边拆人的话 能不能算我师尊一位啊 话落 红袍女修双目紧紧地 盯着身侧的青年 只见黄小明摇了摇头 苦笑了一声 传音道 就算差人 我师尊也不能选你师尊 怎么不行啊 女修有些不服气地回道 难道你师尊 嫌弃本姑娘的师尊修为低 我师尊虽然修为比不上你师尊 但也是一位金丹中期修士啊 何况 若是我师尊能加入 此次探寻乙辅之行 肯定成你的情 到时候 你我结成道理之事 定会没有一点意见 许久之后 红袍女修这才停了下来 见词 黄小明脸上满是苦涩 传音道 不是我不愿意 也不是我师尊不愿意 不等黄小明说完 女修连忙打断 传音道 那是为何啊 知未宣 武仓 某间小厅中 黄小明看着身侧的红袍女修 他没有回应对方 反而传音问道 秀儿 你可知道 为何我师尊只邀请五位前辈 而不是六位 或者是四位 文言 那名换秀儿的红袍女修 眉头一皱 好似想到了什么 传音道 难道 不错 黄小明点了点头 上下嘴唇轻碰着 传音道 我师尊手里有一门秘阵 此阵名唤六丁天门阵 此阵威能无穷 最为关键的是 可和六位修士之力 破阵 诸邪 杀敌 所向无敌 若是仅仅是这样的话 你师尊还有机会 但此阵需要奇迹五行之力 与雷霆之力 才能将此阵法的威能 发挥到最大 我师尊主阵火行之力 而我已通知的两位前辈 一位是雷修 一位水修 而你师尊也是 一位水修 所以我师尊也不可能同意 何况 那位修行水属性功法的前辈 他与师尊是相加多年的好友 也合作了多年 交情甚好 抛开交情不谈 最关键的是 那位前辈 也是一位金丹后期修士 现在 还有三位前辈没有通知到 若是我师尊不准备等下去 而你师尊 又是修炼的水属性功法 若是换作是金 火 木七一 还有机会 但你师尊功法 属性已定 所以没有丝毫机会 哦 这样啊 红袍女修面露遗憾之色 哀声叹气了一声 见词 黄小明单手搂住 红袍女修的郊区 安慰道 好了 不要难过了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你喜不喜欢 说话间 黄小明伸手一抹腰间的储物袋 一个玉霞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只要你送的 切身都喜欢 说着 红袍女修脸上的遗憾之色 消失得一干二净 转而满脸的欢喜之色 打开玉霞 里面防止着 一柄宛如秋水般的寒光 闪闪利剑 这可是 一柄极品宝器啊 那可是寻常住机器修饰 苦求而不得的宝物 匆匆一眼之后 玉手一翻 啪 玉霞再次合拢起来 红袍女修双眸 紧紧盯着手中的玉霞 美眸中满是火热之色 好似忘掉了先前心中不快 少卿 他这才一看目光 看向身侧的青年问道 如此珍贵的宝物 你是如何得到的 难道是你师尊赏赐给你的 闻言 黄晓明摇了摇头 开口道 是上次送信时 一位前辈送给我们的祝福之礼 祝福之礼 红袍女修有些惊讶道 难道不是一件 而是一套两件 嗯 黄晓明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两久之后 红袍女修这才叹了一声道 那位前辈真大方 等下次 我们上门拜访一下 以示谢意 好 黄晓明笑着道 紧接着 他眼珠一转 在其耳边低声道 听说应悦仙城的仙府灵山那边 风景不错 等会我们一起去看看 如何 瞬间 那红袍女修耳跟红了起来 显然 他知道 秦郎想干坏事了 旋即 他娇滴滴地 白了一眼身侧秦郎 小粉圈一阵锤打 随后 两人又甜言蜜语起来 时不时 传来了一阵娇笑之声 另一边 某间小亭中 自真自引的中年修士荣立 听到这里 也没有兴趣再听下去 此时 看似在轻隐着灵酒 实则上他脑海中念头飞转 一辅 六丁天门阵 金 火 木 三属性功法修士 那这无意之间听来的密文 到底是真 还是假 还是说 这是针对本真人所设下的陷阱 若是陷阱的话 这两位小辈 只是马前卒 真正的黑手 肯定在后面 毕竟 区区两位助机器修士 他翻手可灭 即使几位金丹修士联合起来 只要不被困住 拥有金丹后期修为的他 想战就战 想逃就逃 何况 即使不敌 临死前拉一个 那也是件很容易的事 若是 此密文是真的话 那也解释得通 两件极品宝器 可不是区区一位助机中期修士能拿出来 极品宝器对金丹修士而言 属于可有可无的鸡肋之物 拿出送人倒也正常 情理也说得过去 若真是这样的话 想要奋一杯羹 只有加入 或者尾随 至于独享 那是无法做的事 就连那小辈的师尊 一位金丹后期修士也无法做到 他同样也是一位金丹后期修士 所以 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可能 况且 看那位小辈的样子 也不可能知道姨甫的位置 只有其师尊知道 当然 也不可能让那位小辈知道 那只有尾随 或者加入了 尾随的话 肯定无法进入姨甫 只有守株待兔一路可走 单单他一人 肯定无法对抗六位金丹修士 以至就有两位金丹后期修士 其他修士的实力肯定也不差 那想要一网打尽 那至少需要十二位金丹修士 其中 金丹后期修士 不能低于一半 不然 几乎没有可能将其全部歼灭 漏掉一个 将来就是心腹大患 所以 若是埋伏的话 必须需要足够的 多的金丹修士 或者设下阵法 亦或者请一位元英真君来 才能消磨隐患 但若是请元英真君来 一旦价值过大 他们这些人说不定 也会成为那位真君手下亡魂 危险太大 得不偿失 至于设下阵法 他倒是想 但他手中可没有三阶阵法 二阶阵法 根本不能困杀金丹修士 甚至 连困住都不能 对于金丹修士而言 那是属于随手可破的阵法 若是选择埋伏 也需要请诸多金丹修士 因此 也剩下两个选择 可选 不过 他虽然认识很多金丹修士 但大多只是点头之交 根本没有多少交情 交情较好的同道 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四人而已 何况 即使交情再好 在价值巨大的宝物面前 背后下落手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反而 可能性很大 因此 此项选择 危险太大 与所得利益相比 不成比例 所以 这个 项 也只能成为最后的选择 那现在 也最佳的选择 就是加入其中 不过 得先试探一番 此事是真是假 即使一服此事 是真 那也要保障自身安全 为了宝物 背后下黑手的修饰 太多了 他容力能修炼到这般境界 这样的事 也他见识多了 当然 背后下黑手的事 他也做过不少次 不然 他一个散修 如何有资源 有机缘 修炼到精丹之境 道有的机缘 谨慎的心思 两者缺一不可 想到这里 他余光不由地瞥了一下 不远处小亭内 那紧挨着的一对男女 旋即 他接着开始品尝起桌面上菜肴 时不时地轻饮着一口灵酒 但从始至终 容力都注意着 那对男女的对话 不过 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 半个时辰后 那对男女结束了就餐 向外走去 欠慈 容力也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小亭 随之离开 出了支卫轩 那对男女没有丝毫停顿 直接向仙府临山方向 容力变换了一番面貌 远远地跟着 直到仙府临山 好在 他在仙府临山中 也租赁了一间洞府 所以他也没有犹豫 直接向洞府中走去 一天一夜后 那青年踏着轻快的步伐 向城外走去 不多时 他就来到了城外的一处峡谷之中 面前正是一面光滑的石壁 随即 黄小明伸手清点面前的石壁 瞬间一面光幕显露出来 一抹赤红的流光 在里面到处乱撞 而后 黄小明直接此石壁前盘坐了下来 云霄之中 容力见到这一幕 心中也清楚 怎么回事 这应该是某位修士 在城外的别府 当然 也有一些穷酸的低阶修士 无财力在城中居住 也会在城外建造一间洞府 不过 金丹修士就算再穷 也不会在灵气稀薄的地方修炼 租赁一间洞府 那也是九牛一毛 所以 对金丹修士而言 别府就是方便其他修士隐秘联络之用 同样 就算是金丹七修士的别府 其内也不会有任何宝物 除了 别府中一套不能移动阵机外 里面空荡荡的一片 尤其 是那光滑的石壁内 封印着一丝灵压 那丝灵压 只属于金丹修士 同样 那丝封印在石壁中的灵压 只有同位金丹修士才能察觉到 或者被修士触发 才会显露出来 只要有修士见到此道灵压 自然会停手 强行破除阵法 一旦等此间别府的主人回来 那后果不用说 但也不是全部如此 万一要是破阵之人修为高绝 那别府主人 也只能捏着鼻子 自己认下 也正因为如此 几乎也不会修士打城外别府的注意 这也是修士在城外开辟别府的 诸多潜规则之一 荣立见到此幕 自然也清除了别府的位置 也知道 这位黄晓明 一时半会不会离开 玄机 他没有犹豫 直接回到了映月仙城 好在荣立在此仙城中 也混迹了多年 无论是人脉 还是打听消息的渠道 都有很多 花费了一些零食 荣立终于打听到了 城外峡谷之中的那处别府 到底是那位修士的了 据了解 那处别府 是一位金丹中期修士 在几十年前所建造的 据某间店铺的掌柜所言 之后几年中 那位修士 也曾来过几次映月仙城 不过 近十几年内 就没有再看见过了 这也是掌柜 是一位住机器修士 记忆力极为变态 所以这才能回忆 几十年前的事情 就连那位前辈的神情变幻 也记得清清楚楚 仿佛昨天 才见过那人一般 至此 荣立这才相信 那已府之事 或许是真有其事 毕竟 那建造别府的金丹修士 人是真是存在的 不是虚构的存在 何况 那位修士在几十年前 就存在了 同样 也没有可能 为了布置一个陷阱 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因此 荣立至此 心中已经相信了六分 还有四分是身为一位金丹修士 本能对外界的怀疑 紧接着 荣立也没有耽搁时间 再次向映月仙城外走去 出了县飞距离后 一道灵光 斜飞而起 很快 那道灵光从天而降 落在峡谷之中 灵光消散 变换面容的荣立 出现在那黄晓明面前 早就注意到来人的黄晓明 感受到那股窒息的威压 在那道灵光降落之前 就早早地站起身来 躬迎着 此处 虽然还在映月仙岛之上 但却不在仙蒙禁令之内 若是被人当场打杀在这里 也不会有仙蒙执法修士 为其出头 仙城之内与仙城之外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规则事件 这宛如 在野外遇到高阶修士 是一个道理 面对高阶修士 自然要保持对前辈该有尊重 所以 黄晓明很是从心 荣丽见到这小辈 虽然面色恭敬 但战战兢兢之意 也是显而可见 毕竟 突然一位高阶修士 出现在你面前 而且还不在仙城内 心中的恐慌 也是难以避免的 见词 面容苍老的荣丽 轻笑了一声 开口道 小友无须多想 老夫正好外出 见你待在老夫好友的别斧前 心中有些好奇 不知 小友可否告诉老夫 你找老夫的好友 所为何事啊 虽然他的话语很是清静 但周身环绕着 思思令人窒息的威压 却绝对不敢 让人小觑他的言语 紧接着 他又补充了几句道 希望小友可不要欺瞒老夫 毕竟 老夫的脾气可不好 还有 请小友撤下体内的灵光护照 瞬间 诚意满满的话 在这面容陌生 满是祥和之色的老头口中 缓缓道出 闻言 黄晓明自然也清楚 这陌生真人的话中之意 同样 老头的最后一句话 也打碎了他心中幻想 放开体内防御 这是某种鉴别他人 话语秘书的前奏 这点 他也是知道的 否则 区区一味助机器修士 即使防御在强悍 在金丹修士面前 也是翻手可灭的蝼蚁 至此 黄晓明心中 再无一丝侥幸之色 玄疾 他放开了体内防御 将此行的来意 统统告诉了面前的陌生老者 应跃仙城外 某座山谷中 两道身影 相对而立 那面容陌生的老头 沉吟了片刻 面带祥和的笑意 看着对面的黄晓明 缓缓道 小友你也不容易 这样吧 正好老夫有闲暇时间 不如就让老夫代替老友 去一趟吧 你看如何 只见那黄晓明面露难色 低声下气道 前辈 晚辈的师尊你也不熟悉 要不还是算了吧 听闻此言 容丽也知道 虽然这小辈说得很客气 但话中的潜意 他也听出来 不熟悉 意味着相互之间 没有任何的可信度之言 自然也不会与他合作 若非他清楚 这位小辈的师尊 让这小辈 邀请此别府主人 图谋一座衣服 不然 他早就离去了 也不会拉下身段 与这小辈 在这里纠缠了 同样 对方一而再 再而三地拒绝 虽然这小辈 始终保持着该有的恭敬之色 但容丽心中 隐隐有些不快 若是寻常时刻 他早就将这位 不识好歹的小辈 错骨扬飞了 哪里容得下 如此张狂的小辈 旋即 容丽面色一沉 眸光一聚 紧紧地盯着黄小明 冷冷的 小有无须担忧 你只要将老夫 引荐给你师尊就好 其余之事 自然与你毫不相干 小有 你看如何 容丽的话 虽然说得有条有理 进退有序 好似将对方的隐忧之处 清扫得一干二净 但语气中 却带着深深的威胁之意 见此 黄小明当然察觉到了 那语气之中的胁迫之意 若是再不答应 恐有性命之威 毕竟 这里可在仙城之外 即使在仙城中 他也不敢再拒绝 一旦被一位高阶修饰记恨 那以后 出门就要小心了 只见那青年顿了顿 眸中闪过一道无奈之色 但依旧恭敬道 既然前辈决意如此 那晚辈自然愿意当一个引荐人 呼闻此言 容丽眸中闪过一道满意之色 好似在说如此可教也 而后笑着道 大善 少清 容丽面带满意之色 看着对面的黄小明 笑着道 那就走吧 是 前辈清 说着 黄小明伸手虚影 做了一个请的姿态来 见词 容丽笑着点了点 紧接着 两道灵光冲天而起 向仙城的城门口方向飞去 进入仙城后 两人一前一后 连被向此城的传送殿走去 不多时 白光一闪 容丽与那青年的身影 消失在了映月仙城之中 旋风仙城 某座以及洞府 密室内 滚滚灵气 如同白海龟流般 齐齐向灵木大床上的那道身影涌去 就在这时 灵雾中 那正闭目修炼的 面色冷丽青年 忽然之间 只见他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丝浅浅的笑意 少卿 浩瀚至极的灵气 被他吞噬一空 这时 盘坐在灵木床上的黄龙真人 睁开双眸 一丝闪亮的金光 在他的心眸中划过 旋即 他双目一合 静静地盘坐在灵木床上 也没有修炼 好似在等待着什么 不多时 盘坐在木雕大床上的黄龙真人 感应到护府阵法被触动 身形一晃 他的身影已消失在了密室中 洞府大厅 上手宝座中 不知何时已端坐着一位 面色冷丽的青年 他屈指轻弹 迎面一层白萌萌的光幕 好似受到无形之力的拉扯 撕开一道缺口 两道身影从中显露出来 一老者 一青年 见此 黄龙眉头一皱 淡淡道 进来吧 洞府外 黄小明向大厅行了一礼道 多谢师尊 紧接着 他向身侧的老者 伸手虚引道 前辈轻 旋即 两人一前一后进入到大厅中 而那白萌萌的光幕 再次合拢起来 连成一片 进入大厅中 黄小明就感应到了 师尊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顿时 他好似知道自己的麻烦大了 不过人已带来 黄小明已别无退路 顶着那冰冷的目光 映着头皮介绍道 师尊 这位灵鹤真人的老友 荣真人 而后他转身 看向身侧的荣立 又道 前辈 这位就是晚辈的师尊 黄龙真人 老夫不请自来 往黄龙真人勿怪 说着 荣立面带合跃之色 朝着宝座上那位面色冷力请年 拱了拱手 虽然此人面容年轻 但周身环绕着那一丝强悍至极的威丫 荣立就清楚 此人是一位货真价实的 金丹后妻修士 所以 该有的礼仪是必须的 何况 自己不请上门 无疑是一位恶客 参加乙辅之行 也需征得此人的同意 因此 该有的态度 必须要先摆出来 闻言 黄龙朝着荣立点了点头 而后淡淡道 道友请坐 欠此 荣立点了点头 随意地 落坐在一张椅子上 他面带笑着 望着站立着的黄小明 好似这一切都与他无关般 他只是一位吃瓜群众而已 紧接着 黄龙眸光一转 看向大厅中 垂手而立的黄小明 但莫道 怎么回事啊 声音很冷 好似没有一丝温度般 面露无奈之色的黄小明 看了一眼宛如路人般荣立 又看了一眼师尊 随后上下嘴唇碰撞着 好似在回禀着什么 不过 却没有一丝声音传出 欠此 荣立也知道 这是在用传音术回禀 不过 此刻他可没有在 志位宣那里一般 肆无忌惮地偷听 毕竟 这位黄龙真人 可是一位金丹后期修士 若是他要偷听 即使一位金丹初期修士 也能发觉 更不用 无感更为敏锐的 金丹后期修士了 很快 黄龙真人就知道了 怎么回事 旋即 黄龙面色一冷 若有所思地 看了一眼面戴盈盈 笑意地荣立道 不知 道友找在下 所为何事啊 闻言 荣立笑着解释道 老夫乃是灵鹤真人的好友 听闻真人 有事找灵鹤道友 在下也知道他的一点消息 正好老夫这段时间比较清闲 也想结识一下新道友 所以就趁此机会 后颜上门拜访了 哦 黄龙真人淡笑了一声 开口道 是吗 在下怎么没有听灵鹤道友说过 有你这位好友 还有 若是道友真心来结交 何必隐藏真容呢 说到最后 黄龙真人目光一句 冷冷地看着荣立 听闻此言 荣立面色一正 随即哈哈一笑道 道友的目光好生犀利 不过 这可不是老夫故意如此 而是老夫生性胆小 习惯如此 望到有不要见惯 说话间 他丝毫没有感觉到一点尴尬 反而魂元自如斑将此事 一句逮捕 可见其惊艳老到 面皮之后 显然 多年的修炼生涯 使得荣立的心性成熟无比 话音刚落 只见他周身溢出淡淡黑雾 笼罩全身 一闪而没 再次看去 只见荣立之前 那姥姥垂矣的模样消失不见 转而是一位身形极为壮瘦的中年大汉 见此 立在大厅中的黄小明 双目一缩 失声道 是你 这是 端坐在上手宝座上的黄龙真人 眉头一皱 低喝了一声道 不得无礼 客气了 区区小事道友 何必动目 端坐在椅子上的荣立 笑盈盈地望着黄小明 嘴角挂着一丝奇怪的笑意 弟子失礼了 黄小明连忙道 请前辈勿怪 黄小明虽然面色恭敬 但心中却是掀起了万丈波涛 这一刻 黄小明才后知后觉 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样 黄小明也明白了 为何在应悦先程之外 为何如此知巧地遇到这位前辈 这一切 都是一个为他专门所设的一个局 能让一位金丹真人 如此上心 一位助机器修士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必有图谋 那是不是这意味着 他在知卫轩与秀儿所谈论的事 全部都被他听入耳中 毕竟 黄小明心中也清楚 金丹真人的实力 有多么强悍 更不用说 当其面传音了 那无异于在其面前大 声轩华 只要想窥听 那是念懂之间的事 这时 黄小明也清楚 这位前辈是想来干嘛的了 毕竟 他只是一位助机器修士 也不知金丹真人如此 若是所料不错的话 恐怕这前辈 说不定也不是零和真人的好友 想到这里 他也不敢怠慢 连忙向师尊的传音 生怕师尊在 不知其底细中吃亏 一旦师尊被人算计 他的好日子 也算是到头了 何况 自己是师尊收养的 师尊也是他最大的靠山 所以 黄小明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将在映月 仙城之位宣所发生的事 娓娓道来 就连他与秀儿传音所说的话 也一丝不拉地从头到尾 细数了一遍 见到此目 荣丽只是笑盈盈地看着 对此 他心中早有所料 但他心中丝毫不慌 只要掌握了这个秘密 他不幸不能奋一杯羹 不然 大家一拍两散 反正无论如何 是他都不吃亏的 到时候满城风云 不要说去寻衣府了 就是踏出仙城一步 就有莫大的危机 所以 此刻他是丝毫不慌 哪怕 这小辈全部告诉了 其实又如何 当然 这只是最坏的局面 与人与己 都是毫无益处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如此做 所以 他这才上门来 寻求合作 正因为 衣府的位置 就掌握在此人手中 少卿 黄小明讲述完毕 端坐在上手宝座中的 黄龙真人 沉默了片刻 目光紧紧地盯在 神情自若的荣立身上 而后 他的目光一转 看向黄小明 淡淡道 行了 为师知道了 不过这次教训要警戒 日后可不要如此口不择言 万一要是闯下大祸 到时候 为师也保不了你 你先下去吧 还有事情到此为止 这里交给为师 处理便好 是 师尊 徒儿定紧记在心 黄小明面色肃穆道 而后向师尊行了一礼后 便退出了此间洞府 黄龙真人兼自家徒儿的背影 消失在白蒙蒙光幕后 他这才淡淡地瞥了一眼 那不请自来的恶客 开口道 道友好心机 闻言 荣立轻笑了一声道 老夫也只是无意之间听闻 只能说是适逢其会而已 可不是专门盯着令途的 行了 端坐在宝座上的黄龙真人 罢了罢手道 道友 那些客套话 本真人倒是想知道 道友真正的目的 道友既然问了 那在下就不隐瞒了 荣立轻笑了一声 开口道 在下想加入此次的探险队伍之中 说到最后 荣立的语气斩钉截铁 其中的坚定之意 显而可招 只见黄龙真人 眉头一皱 瞥了一眼荣立 淡淡道 若是以往自然可以 但此次可不同于往常 虽然目前差几人 但要求可是很高的 若是道友不符合条件 那只能抱歉了 显然 他也知道 若是不给此人机会 那后果绝对是 他不愿意看到的 但对方既已知 六丁天门阵 那还能上门来访 说明应该符合要求 不然 也不至于如此 有何要求 荣立追问道 随即 心念一转 心中好似想到了什么 道友的修为倒是够了 不过道友修炼的 可是金 木 三种属性功法之一 黄龙真人平坦直诉道 荣立笑着道 那是当然 在下修炼的 乃是木属性功法 不然 在下也不会后脸上门 拜访道友 沉吟了片刻 黄龙真人点了点头 淡淡道 可 此次外出探险 算到有一个 显然 他也想尽快开启乙服 时间越久 变数越大 若是时间久了 说不定里面的宝物 早就被人收刮一空了 何况 那处乙服单凭他一人之力 根本无法破除 不然 也不至于随意 让其他的修士加入 哪怕有暴露的危险 这一切 不过都是从顺水推舟罢了 然而 此刻听到黄龙真人 答应了这个条件 但荣丽心中并无一丝欢喜 同样 他心中也没有意外 这个结果 荣丽早就预料到了 何况 即使加入此次探险中 但自身还是处于随时会 会轻负的地步 已知有两位金丹修士 是这位黄龙真人 相交多年的老友 一位是金丹后妻 另一位他虽不清楚 但至少 也是金丹中妻修士 再加上黄龙自身 也是一金丹后妻修士 若是再加上 除他之外 另外两位修士 也就是五人 虽然目前最后两位人选 还没有确定 但肯定 这位黄龙真人的好友 即使不是多年好友 但定然 也是熟悉之人 如此一来的话 一旦事后翻脸 那他必定毫无胜算 那后果 想到这里 他不寒而栗 所以 再来之前已经想好了 怎么应对 毕竟 在修仙界中 背后下黑手的是太多了 何况 自己又是拿此时威胁对方 从而加入探险队伍中的 换做他 面对如此天赐良机 也一定会动手的 少一人 其他修士就能多拿一份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 那剩余的两位名额 他一定要抓在手里 想吧 荣丽面带笑意地 看着宝座上的那道身影 试探道 道友 那何时出发 若是时间足够的话 在下 也正好趁此机会 准备一番 此言 看似很正常 但在这个时机询问 却并非寻常 黄龙真人修炼到这般境界 自然明白 此话中的潜在之意 哦 黄龙真人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 那面色带着淡然笑意的荣丽 开口道 道友真是这个意思吗 见词 荣丽笑而不语 淡淡地看着黄龙真人 一时间 大厅内的气氛 很是沉闷 少卿 端坐在宝座上的黄龙真人 也没有多绕弯子 都是千年狐狸 玩什么聊斋啊 虽他心中是这样想的 但面容上 还是带着温和的笑意 淡淡道 那不知 道友有何见叫 闻言 荣丽也清楚 这没有明确的回应 此话中的内涵 他心中闪过一道欢喜之色 而后轻笑了一声 开口道 道友 既然现在缺少两人 不如游在下推荐几位道友 说到这里 荣丽的话一顿 但谋中满是坚定之色 只见 端坐在宝座上的黄龙真人 眉头的不由地轻皱起来 见此 荣丽连忙说道 不过道友 你放心 在下只提供人选 具体是那两位同道 还是由道友确定 而且 这些同道修炼的功法 都是经 图属性功法之一 道友 你看如何 说到最后 荣丽眯着双眸 定定地看着宝座上的那道身影 显然 此刻 看似面色平静的容力 心里绝不是如表面般那般和气 那般平静 同样 端坐在上手宝座中的黄龙真人 心中也清楚对方的担忧 毕竟 能修炼到这般境界的修饰 不可能一拍屁股 就会做出重大决定 事情的种种利弊 心中定然分析得极为透彻 最后才会做出决定 因此 黄龙真人并没有多大的意外 虽然他并不感到意外 但这并不意味 对方可以随意拿捏 他心中也会生出不喜之意来 修饰是由凡俗修炼修炼 蜕变而来 并不是没有七情六欲的石头 虽是如此 但黄龙真人的面色 却毫无变化 宛如一方波澜不起的枯井一般 沉吟了片刻 只见端坐在宝座上的那道身影 点了点头 淡淡道 如此就麻烦道友费心了 黄龙真人清楚 这是对方的底线 不然 一拍两散后 吃亏的绝对是他 到时候 他被无数恶狼盯着 不死也得脱层皮 从中足以可见 连金丹修饰都不能破阵而入的衣服 其价值之大 到时候 在添油加醋一般 烧上几把火 那他绝对会被盯得死死的 一旦出了仙城了 就是被群狼环绕之时 所以 他清楚 自己不能拒绝 除非 此衣服 他不想探寻了 或者将此衣服的位置曝光 但他舍得吗 修炼到如今这般境界 不可能是意气用事之辈 权衡得失 才是修饰的本能 瞬间 百念流转 一道道念头 在心头生起 另一边 荣丽见对方没有意外地答应了 心头一松 终于彻底地放下心来 玄机 荣丽开始推荐起 诸多相熟的同道修饰来 同时 在介绍之时 他还要大致地讲述了一下 一位为金丹修饰的生平事迹 修为 以及最为重要的修炼功法属性 不多时 荣丽就介绍了十几位金丹修饰 其中以金丹后期修饰最少 只有寥寥三人 金丹中期修饰最多 足有九位 剩余的的几位 都是金丹初期修饰 一下子 能介绍之多的同道 也能看出 荣丽此人交友广阔 这些修饰 都是他比较熟悉的修饰 若不熟悉 也不能介绍 毕竟此次探寻姨甫 他拉这些修饰进来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若有意外发生 相比而言 相熟之人在面对危机之时 本能地会跟他 站在一条线上 共同对抗外在危机 而不是被对方拉拢过去 成为自己的敌人 当然 事先肯定要相互沟通一番 同样 黄龙真人听完荣丽的讲述 也对这些修饰 有了一个大致了解 他也相信 对方不敢在修为 与生平事迹上 欺瞒于他 到时候 一旦他去调查一番 花费一些零食 也能很快得到情报 所以 黄龙真人也清楚 对方介绍时 或许有隐瞒 但绝对没有匡骗于他 这一点 黄龙真人 还是有信心的 旋即 黄龙真人思考了片刻 很快选出了两位人选 荣丽听闻到此言 心中一喜 此时 他心中那颗动荡不安的心 终于平复了下来 荣丽之前如此细致地介绍 可不是大发善心 多次一举 这里面 可是有坑的 一旦对方选择的人选 都是金丹初期 或者都是金丹中期修饰 这绝对是事后 要下黑手的节奏 但对方最终选择了 一位修炼金属性功法的 金丹后期修饰 一位修炼土属性功法的 金丹中期修饰 再加上他 也是一位金丹后期修饰 从实力上来讲 此次探寻乙辅的六位修饰 双方实力都差不多 对方有两位金丹后期修饰 以及一位至少是金丹中期的修饰 当然 那一位不知修为几何的金丹修饰 也有极大的可能 是一位金丹后期 就算如此 双方的实力虽然有差距 但也不是碾压之举 何况 黄龙真人 作为此次探寻乙辅发起人 同样 他也怕被人黑吃黑 如此想来 对方应该没有动什么歪心子 转眼间 诸多念头 在他心头闪过 就在这时 一道清晰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容道友你尽快与这两位道友联系 一个月后出发 具体时间 有本座的徒弟亲自上门通知 端坐在宝座上的黄龙真人 淡淡地说道 闻言 容力点了点道 可 见词 黄龙真人轻笑了一声 心中一动 接着道 还有为了防止日后那些意外发生 还请道友告知你那两位道友 此次探寻乙辅可隐藏真容 道友今日这般便是蛮好 黄龙真人说到意外两字时 语气明显中了许多 但说到最后 语气又变得随意起来 语气之间的转换 浑然自成 毫无一丝违和之感 可见 此人也不愧是阅历极广的金丹后期修士 同样 容力也清楚 所谓的意外 到底是何意 无非就是 怕得到珍贵的宝物后 怕他们事后 对方算计他黄龙真人 与其老友 这位面容 看似年轻的黄龙真人 心思还真谨慎 当然 从中可见 这黄龙真人 对自身的实力极为有信心 好似他丝毫不担心自身的安危 不然 他能想到 两位老友暴露真容的后果 不可能想不到 一旦他自己得到珍贵的宝物 被盯上的可能 也有可能 这位黄龙真人 已经做好了应对的手段 对此 容力心中倾向后者 旋即 容力也没有丝毫犹豫 硬了下来 紧接着 两人又讨论了一些 进入衣服后的细节之事 许久之后 容力道了一声歉后 便告辞离去了 端坐在宝座上的黄龙真人 看着容力离去的背影 谋中深处 闪过一道奇异之光 出了此间洞府后 容力并没有立即去找那两位好友 商谈以辅之事 反而走向此仙城中新处走去 不错 那里正在城主府 也是先蒙在此仙城的统治机构所在之地 他此行 就是为了打探黄龙真人的底细 虽然经过今日一番沟通 他信了对方六成 但他始终对黄龙真人的底细一无所知 也不知这黄龙真人从哪里冒出来 因此 他还有抱有很大戒心 哪怕 对方答应了 让他们三人加入 那也是如此 可见 修士对于外界的戒心 是有多么的强烈 也不可能 随意与那不知底细的修士 一起外出探险 何况 那还是价值极大的遗附 那更需要谨慎了 否则 那是对自己仙徒的不尊重 也是对自身的身家性命 不负责任 不然 他也不会修炼到这般境界 那般不尊重仙徒 不对自己小命负责的修士 早早就化为了他人仙徒的踏脚石 当然 若有真君护持 或者有大势力庇佑 倒是也有可能修炼这般境界 但这样的修士 相比那庞大无比 没有后台的修士而言 只是沧海一宿而已 不足倒在 半个时辰后 得到想要的消息后 荣立踏着轻快的步伐 向传送殿走去 白光一闪 荣立的身影就消失在了 此方仙城中 林兆仙城 地摊区域 此时 这里依旧如同往日般 那么的热闹 那么的喧哗 虽然大多时炼气漆修士 但也有一些筑基漆修士 混迹在地摊区域中 这时 一身白衣 面容平平无奇的青年修士 迈着不急不缓的步伐 在地摊区域中 寻找着自己的快乐源泉 虽然此人看上去 面貌平常 只是一位筑基漆修士 实则上 却不是如此简单 他可是 一位金丹镜真人 过为了寻找快乐 他也乐于伪装成一位筑基漆修士 能有如此闲情雅致 也能瞧出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不错 此人名幻逢没有 乃是一位仙门修士 而且还不是寻常宗门的修士 至少宗门的实力 那可比成不争所在的宗门白云门 不论是实力 还是势力 都要强悍了许多 可以说 此宗门的实力 位列顶尖先门之下 诸多宗门之上 实力 抵御 惊人无比 若不是此宗 没有化身尊者作证 不然 此宗门的实力 绝对可以位列顶尖宗门 有如此坚毅的靠山可以依靠 因此 凭借着宗门的便利 他在此仙城中 道道时 有一个不错的差事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有比较多的闲暇时间 这时 他拐过一条小道 来到另外一条 诸多摊位之中的小道 前方远处 两个紧挨着摊位 两位摊主青年摊主 正在有一搭 没一塌的闲聊着 摊位上 都摆放着诸多灵光闪闪的宝物 而且不同于寻常的是 两位摊主 都是助机器修士 忽然之间 其中待为面容 稍显老成的青年修士 眼眸深处 闪过一道异样之光 他看向身侧摊位的青年修士 传音道 刘老爹 那大飞扬来了 哪个 青年修士余光扫视了一圈 传音道 闻言 面貌老成的青年修士 使了一个眼色 传音道 就是那位身穿白衣的助机器修士 我之前在地摊区域中 见过他几次了 每次出手都异常大方 也不讲价 而且收集的 都是比较稀奇古怪 不知何作用的东西 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些东西吗 赶快摆出来 到时候我配合你 狠狠地载他一刀 也行 青年修士回到 虽然那些都是书败随手扔给我的 但毕竟是衣服之物 价值也不可小觑 到时候 最多分你一成 不行 三成 面容老成的青年修士 立即传音道 我的本事你是知道的 没我配合你 肯定卖不上高架 青年修士也觉得有理 这位老兄的言辞犀利 是个配合的好手 他沉默了片刻后 传音道 二八分成 不行就算了 好 面貌老成的青年修士 无奈地回道 那身侧的青年修士 见对方的口气 有些不甘心 又补充了一句道 这次我输吧 马上又要探讯一处衣服了 据说 这次衣服的等级 比上次还高 到时候 那些没有丝毫作用的物品 我书白还送我 真的 当然 我书白言出必行 不会诱骗我的 到时候 你再配合我卖出 我分 你再分你两成 此言当真 那是当然 小弟何时诱骗不道兄 哎 你师伯对你真好 行了 不说了 那大飞扬来了 不要传音了 听到到这里 逢没有就没有兴趣 再听下去了 先前 他走进此条小道中时 他就注意到了 有一道目光 落了他的身上 余光微微一瞥 就找到了 那道目光的主人 因此 两人的嘴唇上下 碰撞的一幕 也被他尽收眼底 区区两位助机器修士 在他面对传音 何曾可笑 原本还以为是准备下黑手 但没有想到 是拿他当肥羊了 随后 他越听越惊讶 心中也越是欢喜 他满是笑意地看了一眼 那两位小福星 旋即 逢没有一边扫视着两边摊位上的灵雾 一边往前走着 转眼见 一个月过去了 这一日 一位青年修士 从仙府灵山中 某座秉急洞府中走出 一步踏空 一道流光 落在了灵山广场上 黄小明出了仙府灵山下方广场后 静止向传送店走去 白光一闪 他就消失在了此方仙城之中 与此同时 在映月仙城 某座仙府灵山洞府中 几道身影端坐在大厅椅子上 其中一位面色有黑的中年壮汉 望向上手的那道身影 开口道 荣道友 不是说一个月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 言语中 透露着一丝丝不耐的语气 欠词 端坐在上手宝座的荣立 眉头一皱 而后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压下心中不快之意 轻笑道 汪道友 无需如此着急 黄龙真人说是一个月后 现在才刚过了一个月 何况 黄龙真人 也只是给了一个大致的时间 具体时间 由黄龙真人的徒弟 亲自来传达 你我只需要等待就好 估计就在这几日 这时 一位面容清秀的青年 开口道 不错 汪兄稍稍安耐一些时日 反正这次机缘跑不了 不过 我还是要向荣兄 道一声谢 若不是荣兄 在下可没有这个机缘啊 还有 请荣道友放心 这次探寻乙辅之行 在下必定以荣兄马首是瞻 终于听到明确表态的荣立 心中一喜 但笑道 汪道友与叶老弟 都是与本座相交多年 这是份情义 也是一份信任 有这样的好事 当然得先紧着你们了 随即 他话锋一转 接着道 不过 此次乙辅发起人 与我并不相识 而是被我拿捏住了把柄 那位黄龙真人 心中必定不快 所以我等想要全身而退 只有做到一条心 他才没有可乘之计 当然 你们也知道探寻乙辅 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 再加上这点恩怨 危险程度 又要多上一程 所以 我等万不可内讧 荣修 你放心吧 汪涵大嘴一脸 露出森白的牙齿 大笑道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 绝对跟一条心 你是什么人 你是就是一个 笑里藏刀之辈 不过对方也是一位 聪明伶俐之人 自然知道 面对陌生的一伙修士 是站在他这边 还站在对方那边 一旦翻脸 站到对面 极有可能事后 被人家斩草除根 汪涵怎么会想不到 这个可能呢 荣俐望着那位面容有黑 看似极为憨厚老实的汪涵 心中暗自揣摩着 先前汪涵的不耐之色 不过是他的伪装而已 这也是他的习惯 相交多年 荣俐怎么可能不清楚 汪涵的为人呢 不过 看破不说破 他们还是好朋友 眨眼间 诸多念头在他心头浮现 不过 他还是吹捧了一下 汪道友的为人 在下还是了解的 就在这时 荣俐心中一动 伸手一挥 一道赤色流光 悬浮在他面前 灵光消散 一张散发着淡淡光运的浮露 停浮在他面前 屈指轻弹 一抹灵光 没入荣俐面前的浮露中 随着一抹灵光的没入 面前的浮露 缓缓燃烧了起来 一道无形波动 从火光中传出 随着最后一丝波动落下 那悬浮在他面前的火光 也随之泯灭 连一丝灰烬也没有 旋即 荣俐面带笑意道 那位黄龙真人的爱徒 已经在路上了 不久后 就会来到 见此 面色有黑的汪涵 与青年修士斜山 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同时 他们心中浮现出了一个念头 这荣俐心思 真细腻 不愧是很会算计的老朋友 日后 与他打交道 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才是 不然 被卖了还不知道 荣俐见到两人 眸中闪过的一道思索之色 并没有所说什么 戒备也是正常 他心中也一直在防备这两人 哪怕相交多年 也不能放松警惕 所以 这也是无所谓的事 毕竟 在修仙界中 他还从来没有彻底相信过 哪一位修士 祝鸡丹的获得 辅助突破金丹镜宝物 等等 哪一次 不是踏着累累尸骨 从而让仙徒更进一步的 当初 就连他的道理 为了得到他手中 辅助突破金丹镜的宝物 联合外人 算计于他 虽然他事先不知道 但也有防备 最后戒阵法之力 斩杀了两人 反而大发了一笔 所以 自那以后 他从来都不会彻底相信任何一人 哪怕关系再好 那也只是维持在表面而已 想到这里 荣丽的笑容更加和善了 随即笑着道 那位小友应该快到了 说话间 他伸手一番 一张纯黑色面具出现在手心 而后直接贴在脸颊上 欠辞 汪涵与那斜衫 也没有犹豫 随即也各自取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面具 等三人戴好面具 不久后 荣丽就感应到了护府大阵被触动 带着笑一道 来了 说话间 他伸手一挥 洞府大厅北面 那散发着白萌萌的光幕 出现了一道缺口 一位青年修士的身影 出现在三人的视线内 黄晓明见到大厅内 三位戴着面具的前辈 攻身行了一礼道 晚辈 拜见三位前辈 起来吧 端坐在宝座上的荣丽 霸了霸手 开口问道 可是黄龙真人让你来的 听闻到熟悉的声音 黄晓明也知道了 戴着黑色面具的前辈 是哪一位了 随即 道 回前辈 家师让晚辈 前来给三位前辈带路的 若是三位前辈 无需准备的话 晚辈现在 就给三位前辈引路 嗯 戴着面具的汪涵 开口道 那你带路吧 三位前辈 请 说着 黄晓明伸手虚影道 玄机 一行三人 在黄晓明的带领下 向传送殿走去 这时 仙府临山广场边缘处 一位面容平平无奇的青年修士 见到此幕 心中一动 随即 加快脚步也向传送殿走去 不过 双方虽然都进入了传送殿 但所去的传送大厅是不同的 前者 所去的大厅 为黄石仙城传送大厅 后者 所去的大厅 为林兆仙城 白光一闪 双方都消失在了映月仙城之中 林兆仙城 一位面貌普通的青年修士 出了传送大殿后 连忙加快脚下的步伐 静直向此仙城中的 仙府临山方向走去 不多时 这位面容寻常的青年修士 来到了仙府临山某间 以及洞府前 挥手轻弹 一抹灵光 没入眼前的阵法中 随即 一道弹幕的声音 从面前白萌萌的光幕内传出 戒 同时 面前的光幕 自行收缩 出现了一道绒 一人进出的缺口 见此 青年修士也不敢怠慢 连忙走了进去 大厅内 端坐在上手宝座的缝梅勇 面色平静地望着 步入大厅中的青年修士 淡淡道 方诗直 应悦仙城那边 可是有动作了 青年修士行了衣礼 开口道 启禀冯师叔 半炙香前 弟子亲眼看见 他们踏上了 黄石仙城的传送阵 而且 正是黄龙真人的徒弟 黄晓明影的路 这时 左侧座椅上端坐着一位 面容清秀的青年修士 但三角眼 却破坏了那份清秀儒雅 他眯着三角眼 淡淡道 哦 是吗 说话间 他目中流露出一丝危险之色 一眼望去 就是知道这位修士 定是极为一位不好惹的角色 随即 他接着道 将你所见所闻 通通讲述一遍 一丝细节都不要拉下 是 韩师叔 青年修士应了一声 而后将自身所见所闻 一一讲述了一遍 听闻此言 韩玉眯着三角眼 一丝金光在其眼中流转 见词 端坐在宝座上的缝没有 罢了罢手 道 方氏指此行辛苦你了 你先下去休息吧 是 青年修士 躬身抱全道 那弟子就先退下了 话落 青年修士瞥了一眼 站立在墙角处 一位助机器修士 目中闪过一道羡慕之色 不过很快就被他隐藏了起来 据这几日的了解 此修背后 也有一位金丹真人 背景相当的德 虽心有羡慕 但他也知道 这是他改变不了的事实 旋即 青年修士直接退出了此间洞府 这时 站立在墙角处的青年修士 上前一步 躬身抱全道 两位前辈 他们一行四人已出发 那我们是等黄石仙那边消息 传来在动身 还是 文言 端坐在上手宝座的冯美勇 朝着一侧座椅上的寒玉看去 两人目光交汇 瞬间 就达成了协议 而后 冯美勇轻笑了一声 笑着道 我等师兄弟两人 能结交你书白这位奇人 还是小友千真引线的 若是此行大有收获 必定 不会亏待小友 不错 韩玉眯着三角眼 嘴角也露出一丝的笑意道 若是小友不想在外漂泊 本座也可以做宝让 小友进入本宗修行 听闻此言 那青年修士 谋中闪过一道喜色 连忙道 韩前辈 此言当真 那是当然 韩玉笑着回道 我等还会欺骗你这个小辈不成 那晚辈就先谢两位前辈了 青年修士 面露大喜之色 连忙答应了下来 欠慈 端坐在椅子上的韩玉 眼眸之中满是笑意 显然 他对这位青年修士的反应 很是满意 同样 注意到此目的逢美勇 脸上也满是笑容 借着小辈迫不及待想加入宗门 心中没有任何意外 寻常散修 哪一个不是想挤破脑袋 想要加入宗门啊 即使住机器散修 也是如此 当然 若是小宗门 住机器散修 或许没有加入的欲望 但他们师兄弟两人所在的宗门 其实小宗门可比 不然 他们在先门中 也不会得到油水丰厚的差事 这就是宗门实力的象征 或许比不上顶尖先门 但也是顶尖先门之下 实力最为拔剑的一批宗门 不要说 住机器散修了 即使是金丹七散修 也想要加入 当然 若无意外发生 金丹七散修很难加入 即使加入宗门 那日后也不是核心弟子 思源也不会清闲 同样 他们两人也没有权限 收一位金丹散修 加入宗门 所以 面对这样的诱惑 一位住机器修士 是很难拒绝 欠词 端坐在宝座上的逢美友 笑着道 小友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走了 等此行回来后 本座亲自收你为徒 现在 就劳烦小友带路了 不麻烦 这是晚辈应该做的 青年修士 语气有些急促 显然心中很是急 动 随后接着道 两位前辈 不 师尊 师伯请 说着 他伸手虚影 做了一个请的姿态来 听闻此言 冯美友哈哈一笑 站起身 不知何时 他手中多了一个预制面具 随后贴在脸颊上 开口道 走吧 另一边 韩玉嘴角上扬 也露出一丝笑意 伸手一翻 手中出来了一个头套 直接套在了脑袋上 旋即 冯美友与寒玉 这两位金丹七真人 在这青年修士的引领下 向外走去 而后 一行三人 直接向此仙城中的传送殿方向走去 白光一闪 三人消失在了 灵照仙城中 阳光明媚 晴空万里的吴敬海 旋风海域 今日也是一个难得好天气 白云悠悠 蓝天依旧 云霄之下 浩瀚无比的吴敬海中 有一座浩大无比的岛屿 此时 正有一道道流光 冲天起 或斜舍下 这里 正是黄石岛 也是一座中型岛屿 岛屿中坐落着一座仙城 名幻黄石仙城 此时 仙城依旧如同往常般热闹 繁华 而仙城之外 则是连绵的山岳 虽然景色不错 不过都是荒无人烟的野链 然而 平日不见人影踪迹的荒山中 某座毫无人烟的山岳上 却有一道人影出现在那里 有远即近 只见那座荒山之顶 屹立着一棵古朴苍境的松树 那层层叠的树冠 折射出好大一片阴影区域 在这片阴影区域中 一位头戴斗笠的身影 盘坐在树根之下 此时 他面朝正南 目光幽远 好似在 眺望着群山尽头 那一望无尽的浩瀚之海 黄石仙城 传送殿 某间传送大厅内 白光一闪 传送大镇上 多出了上百位修士 其中比较显眼的是 就是戴着面具的三位修士 不过 大厅内的诸多修士 并没有在意 像这样隐藏真容的修士 在修仙界中很多 也很常见 很快 那三位戴着面具的修士 在一位青年的引领下 向传送大殿外走去 出来传送殿 一行四人 并没有在此做仙城逗留 直接向城门口方向走去 黄石仙城外 某座山岳之顶 那古朴的松树之下 那盗盘坐着的身影 眸光透过斗笠落下的黑纱 黄龙真人双目一眯 一道金光在他眼眸中闪过 黄龙真人 不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成不争的本体 黄龙真人 不过是他多年前 来到此方 收集灵才与灵妖的 一个马甲而已 同样 黄小明也不是他的徒弟 那不过是一个 二阶傀儡而已 而那红袍女修 也是如此 灵鹤真人 以及其别府 也都是他当年 用马甲所建造 逢没有那边 也是如此 这一切 不过是一场布局 一场针对熔丽 与冯美友的布局 就在这时 远方的天空中 有四道流光正飞射而来 见此 成不争心面一动 那斗笠落下的黑纱内 成不争的双眸中 流转着一丝玄黄之光 眺望着那四道流光 心里喃喃自语道 很好 都没有修炼神通的痕迹 修为也对 看来那情报是对的 那四道流光 越飞越近 见此 成不争站起身 静静地等待四人降落 很快 那四道流光 就落在了山岳之顶 灵光消散 四人未修饰的身影 出现在成不争的面前 这时 傀儡化身黄晓明 上前一步 躬身抱拳道 弟子拜见师尊 成不争霸了霸首道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是 化落 傀儡化身黄晓明 朝着另外三位金丹真人 行了一礼后 便直接返回仙城中 该有的细节 还是要有的 做事要做全套 旋即 成不争直接迎了上去 三人相互介绍了一番 客套了起来 这时 戴着金属面具的容力 望向成不争开口道 黄龙真人 还有两位道友 何时能道啊 闻言 成不争轻笑了一声 而后道 应该快了 容道友无需着急 沉闷的声音 从那面具后传来 真人 误要误会 在下 是怕发生什么意外之事 耽搁了时间 容力随意道 如此 在下 就替两位老友 谢过容道友关心了 忽然 成不争眸光一转 只向远方那两道流光 开口道 你看 这不是来了吗 三位戴着面具的身影 循着成不争手指去的方向望去 只见两道流光 从远方机事来 眨眼间 那两道流光 就落在了山峰之顶 灵光消散 一位戴着预制面具 一位戴着头套的修士 出现在四人面前 见词 戴着黑色面具的容力 大有深意地望了一眼 身侧的两位修士 随即 他上前几步 来到那位戴着预制面具 逢没有面前 而后客套起来 言语之间 竟是试探 同样 另外 戴着面具的汪涵与携衫 也注意到了容力那道眼神 也来到了戴着头套的韩语面前 谈笑间 逢没有与韩语两人也清楚 客套的话语中 竟是试探 正是拐弯抹角地 打探着他们两人的根底 见词 战立在一侧的城部中 只是静静而立 没有言语 更没有出口打断 但那斗力落下的黑沙内 他的眼眸中 闪过一道讽刺之色 那逢没有与韩语两人 他们自然清楚 眼前三人的根底 但他们三人 却不知道自己根底 所以 怎么可能泄露呢 果不其然 容力 汪涵 邪山 三人在这谈笑间 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毕竟 能修炼到这般境界的修士 自身怎么可能 没有一点城府呢 哪怕出深大宗门的修士 那阅历或许可能比上 混迹在吴靖海的散修 但心智绝对一点不差 不然 也不会在仙门中 数以万计的修士脱颖而出 成为高高在上的金丹真人 即使在仙门之中 哪怕是顶尖仙门中 金丹修士 也是中流抵食的存在 更是仙门的希望 所以 能成功突破金丹境的修士 其手段 心智 都不是那么简单 双方都是金丹修士 也都是千年老狐狸 你试探我底细 我是探你手段 言语间 尽是陷阱 因此 双方都没有从对方口中 得到一点有用的消息 不多时 城部争见双方客套的差不多了 应该说 试探的差不多了 他也不想再单个时间了 随即望了一眼中人 开口道 各位都是在下的友人 有最近结交的 也有老友 不如等此次之行结束后 我在玉琼楼设宴 让诸位认识一下如何 言词大有深意 同样 误导之力很强 听闻此言 双方也清楚 黄龙真人话中外在潜意 这时 戴着玉制面具的冯美友 朗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无需再次浪费时间了 等此行过后 再进行交流一番 随即 戴着头套的韩玉 也附和道 如此甚好 他们两人知道对方三人底细 同样也想打探对方的手段 但那三人都是老狐狸 之前试探了好一会 对方言语之间 口风丝毫不露 得不到想要的信息 自然也没有兴趣交谈下去的欲望 因此 他们两人也想尽快动身 同样 荣立一行三人 也发现了那两人言语之间 竟是敷衍之词 也明白 不可能从他们口中 获得有价值的消息 所以 他们三人在心有不甘的情况下 也没有反对 见词 程不争也没有犹豫 直接开口道 出发 化落 甩手一抛 一辆风车 稳稳当当地停服在半空之中 身形一闪 程不争就端坐在风车中的宝座上 随即 灵光暴闪 那辆风车冲天而起 直入云霄 见此 另外五人也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寄出飞行法宝 紧随而上 消失在天际 眨眼间 刚刚还热闹一片场地 人去楼空 此地再次恢复成了以往般的安宁 旋风海域上空 六道流光在云霄之间穿梭 呈现一个串字阵形 收尾相顾 两亿个各有两位修士阵首 程不争在前面引路 左翼由冯没有 韩玉阵首 右翼则由汪涵 携山阵首 最后的尾翼 则是由荣立阵首 一路上 荣立时不时与冯没有 韩玉两人搭话 开始时还好 两方还有友谊搭 没一塌地聊着 时间一长 荣立见对方没有聊下去的欲望 也就停止了搭讪 见此 荣立随即将目标放在了 前方带头引路的程不争身上 对此 程不争也只能一边应付着 一边为其引路 另一边 右翼的汪涵与携山两人 见到聊天气氛不高的情况下 同样 也没有试探下去的欲望 之前毫无所得 这点已经证明了 对方心智绝对不差 既然是无用功 那还不如不做 就在程不争敷衍荣立之时 只见前方天际中 密密麻麻的黑点 突然升腾而起 前方有大群飞行妖兽 不必节外生枝 我们绕开 正在引路的程不争力 及传音道 旋即 心念一动 风车方向一变 准备绕过去 见此 程不争后面的阵型 也随之变动 越是飞行 程不争心中越是吃惊 这些飞行妖兽的数量太多了 几乎是遮天蔽日 即使绕了万里之遥 这才看来了 此群飞行蚁朝的边缘 而且 程不争也感应了 上百只散发着 金丹七波动的飞行蚁 万一 速度不够快 不能及时避开 他们一行六人 必定死伤惨重 即使 他们都是金丹修士 那也是如此 好在 程不争及时发现 这才免遭于难 从中 也能看出 无尽海有多危险 这还在外海 若在内海 恐怕就更危险了 毕竟 内海的危险程度 绝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不然 也不会有 金丹修士 才勉强有资格 在内海行走的说法 可见 内海有多么危险 此时 一行六人 虽然面色平静 但心里 也是感到庆幸不已 接下来的途中 荣丽再也没有 与程不争搭话了 一时间 正在急速飞行的队伍中 气氛有些沉闷 同样 在遭遇了那次 遮天蔽日般的乙巢后 接下来 倒是没有遇到 那般庞大规模的兽巢了 都是一些零星的兽巢 或者是几头 几时 上百头妖兽 荒兽组成的小兽巢 妖兽 荒兽的层次 也都不高 那些二阶与三阶妖兽 倒是聪明 感应到六道窒息的威压 直接掉头就跑 但指知杀戮的荒兽 却是直接硬钢了上来 不管 一阶 二阶 三阶荒兽 都是如此 原本不准备出手的一行六人 见此 也是猛下大兽 毕竟 金丹真人的威严 不可冒犯 哪怕是荒兽都是如此 当然 之前他们面对那群以潮食 战略性的撤退 选择性的遗忘掉了 虽是如此 但这一路上 收获的荒兽灵财 倒是不少 不过 这些也都只能换一些灵石而已 换不到 对自身修为有增益的宝物 一行六人 那可都是金丹七修士 能帮助金丹修士的灵丹 宝物 岂是那么好寻的 因此 收获只能算是聊胜于无 这也是 他们只猎杀送到面前的荒兽 而无心追杀的妖兽的原因 不然 那些妖兽 一头也跑不了 除以之外 一路上倒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大半日后 云霄之中 端坐在风车宝座内的城不争 跳望着前方 忽然之间 他的目光一距 落在了云海下方 只见云海下方 那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 多了一个拳头大小黑点 有远即近 那看似的 只有拳头大小的黑点 实则上是一方面积浩大的大陆 说是大陆有点不妥 应该是一方占地面积很大的岛屿才是 此岛上荒芜人烟 也是一处无灵之地 也无修士停留 因距离过远 这才看到 只有拳头大小 若不是金丹修士目力惊人 也定然不能在云霄之间 见到这拳头大小的黑点 如此大小的岛屿 一路上 他们其实并没有少见 值得城不争如此重视 正因为 此地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旋即 城不争开口道 到了 化落 心念一动 风车方向微变 一道流光向下方海域中 斜视而去 紧跟在后的五人 听闻此言 同样 也没有犹豫 方向七七一边 紧随其后 六道流光宛如天际划过的六道彗星 静止向无尽之海砸落 很快 六道流光 几乎不分先后 落在下方浩大的岛屿之中 灵光消散 六道身影出现在 这面积浩大的岛屿 某座山谷中 一惊落地 那连绵不绝的震耳欲龙之声 在耳边回荡 寻声望去 山谷中 他们映入他们眼帘 正是那川流不息的白色瀑布 那震耳欲龙之声 也是从这里传出 一时间 那满是潮湿的空气 迎面袭来 放眼望去 那川流不息的瀑布 撞击在水潭中 带起朵朵水花 半空中 迎应水花四处绽放 击视而出的水滴 也在半空中映射出七彩之光 这一幕自然美景 也净收成不争等人的眼底 玄机 荣立一方三人 以及逢没有一方两人 打量起这方峡谷 五道浩瀚的神念 蔓延开来 虽无收获 但他们五人的目光 最后还是落在了面前的瀑布中 随即 荣立目光一转 落在了站立在瀑布前 好似在欣赏面前美景的 黄龙真人身上 而后开口询问道 黄道友 难不成衣服就在面前的瀑布中 听闻此言 另外四人的目光 也随之落在了成不争身上 闻言 带着斗笠的成不争 转身过来 淡淡道 不错 不过此衣服有护府大阵 其中的玄妙 若不是本座机缘巧合下 发现异常 也会如各位一般 成不争望着 目光有些热切的众人 也清楚他们心中所想 而后他紧接着道 不过 此时却不是最佳破阵之机 以本座观察 最多就在明后两日 那时 切记必现 听闻此言 五人心中一动 显然是想到了什么 随即 成不争又道 经过大半日的飞行 各位法力也消耗了不守 未免准备不足 使我等因恢复法力 巅峰状态 静待契机 各位 觉得如何 对此 诸位修士身以为然 见此 成不争直接盘腿坐下 伸手一番 一只玉瓶出现在他的手心中 倒出一粒恢复法力的灵丹 毕竟 此地灵气极为稀薄 几乎没有一丁点灵气 想要靠天地灵气 也不知要多久 才能会将法力恢复到巅峰 所以 此时恢复法力的灵丹 就极为重要了 见此 诸位修士也盘坐了下来 随之 也取出一粒灵丹 恢复其法力来 山谷中 瀑布前 一行五人 各自盘坐在峡谷内 不同方位 有盘坐在峭壁上 有盘坐在巨石上 也有席地而坐的 但无一例外 各自的距离都很远 见到此目 从中也能看出 这是一只戒心很重的队伍 此时 一行五人 闭目盘坐 静静地恢复着法力 眨眼间 大半日过去了 此时 已是日落了时分了 一抹夕阳余灰 倾洒在山谷之中 整个峡谷 披上了一层淡淡的 金红色光辉 这时 峡谷之中 那川流不息的瀑布上 无声无息之间 闪现出一个淡白色的光点 很是自然 没有一丝违和之感 好似没有人能察觉到 这般变化一般 漠然间 盘坐在瀑布前 那块巨石上的身影 瞬间睁开了眼眸 眸光透过那 陡立落下的黑纱 看向那突然之间 出现的淡白色光点 旋即 程不征站起身来 眺望着面前的瀑布 视线紧紧锁在 那个淡白色的光点上 诸位 窃机已到 这道声音虽淡漠 但整个峡谷之内 却充斥着 这道淡淡的声音 说话间 黑纱下 程不征的眼眸深处 闪过一道嘲弄之色 一闪即逝 听闻此言 盘坐在各处一道道身影 瞬间睁开了双眸 随后一步踏空 五道流光冲天而起 眨眼间之后 五道流光 轰然降落 灵光消散 五位修士的身影闪 现在诚步征身侧 同样 这时 身为金丹真人的诸位修士 也察觉到了 那个淡白色光点 不等几位金丹真人发问 诚步征身手一番 他手心上 悬浮着一块块 泛着金属光泽的圆盘 一大 五小 大折 为母盘 有巴掌大小 小折 为子盘 有指甲盖大小 此时 那五个一般大小的金属紫盘 正悬浮在那巴掌大小的母盘之上 滴溜溜地旋转着 散发着迷蒙的灵光 仔细瞧去 就能发现 无论是紫盘 亦或者是母盘 表面上看起来都光滑无比 宛如一面镜子一般 实则上每块金属圆盘内 布满了奇异的纹理 旋即 城部征身手一挥 五块散发着迷蒙灵光的 圆形金属紫盘 飞到了五道身影面前 而后一道淡淡声音 从那陡立落下的黑沙吼传出 时间不多了 布阵 听闻此言 五位修士也没有耽搁 许久之前 城部征就告诉了他们 如何布置六丁天门阵 所以他们也对此阵 有一定的了解 瞬息之间 城部征腾空而起 站立于虚空 与此同时 五道流光也在于山谷中穿梭起来 各自按照手中的阵盘所属 镇守着相应的六宫方位 刹那间 元位 前位 昆位 梨位 坎位 相位 出现了一道身影 且 一声令吓 六人面前的阵盘 迸发出迷蒙的灵光 六道不同颜色光柱 瞬间将此方峡谷 照应成一片五颜六色的世界 颜色各异的灵光 相互交接的瞬间 城部征面前的圆盘 也散发出一股奇异的波动 这股无形物质的波动扫过 那诸多紫盘所折射出的峡光 骤然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纹理 在霞光中的凝聚出来 等所有圆盘的折射出的霞光 合围起来的那一刹那 光幕中 那颜色各异的纹理 突然连连闪耀起来 一连变化六次 六次之后 六彩纹理 充斥着整片接连起来的光幕 远远看上去 宛如一个巨大的六色光团彩球一般 一道道精纯的法力 宛如璀璨的霞光 此时 正沿着光幕中 那六彩纹理向中心处 那个明亮至极的六彩光点汇聚而去 好似像百川归海一般 时间越久 继续的能量越多 仿佛在继续着惊天一击 一息后 六彩光点 依旧在持续吸纳源源不断的法力霞光 二息后 六彩光点 其六彩之色已耀眼无比 三息后 六彩光点 散发着惊天动地的波动 隐隐有几分不稳定的波动 见此变化 成不争心中一动 随即开口道 准备好灵丹 此阵已全力运转 时间不多了 事成事败 就看这一击了 说话间 他伸手一番 一只玉瓶出现在手心中 倒出一粒灵气盎然灵丹 直接吞入腹中 成不争一边维持着阵法 双手打出一道道法诀 一边默默地炼化着灵丹 补充着自身法力 另一边 另外五人听闻此言 诸多面具与头套内的脸庞 眉头不由一皱 显然 他们心中有些不情愿 但他们也清楚 单凭如金阵法的威能 想要破阵 明显是不可能的事 这一点 之前他们 从那点淡白色的光点 就可以判断一二 何况 在出发之前 他们已听黄龙真人说过 此衣服的护府大阵 等级很高 现在看来 明显是一座四阶大阵 若不是有破绽可循 以他们实力 根本无法破开 同样 这也证明了 此件衣服的主人 必定是一位 强大无比的前辈所留衣服 若不是如此 他们怎么可能 如此疯狂消耗法力呢 法力消耗过甚 无疑是件很危险的事 若是之前不说 到了此时关键之时再说 他们一定不会如此冒险 这也是黄龙真人 先前早早告诉了他们 需要多准备一点 恢复类的灵丹 而且 阵法确实也很强悍 需要吞噬大量的法力 再加上 黄龙真人的事前 开口提醒 所以 此刻哪怕他们心中 有些不情愿 也会依照先前的 商定之策去办 念动间 五人同样再次服下一粒灵丹 炼化起药力 补充起法力来 这时 陈不征打出最后一道法诀 一声低贺传来 转 瞬间 每块阵盘中 散发出浩大的吞噬力量 全力吸纳着诸多修士的法力 此时 诸多修士体内的法力 宛如江河道观一般 疯狂向的面前的圆盘涌去 眨眼间 诸多修士的法力 几乎被吞噬一半之多 最多还有四分之一的法力 这一刻 诸多修士心中犹豫了 正准备的切断 与阵盘的联系 而陈不征面前的六彩光点 越来越耀眼 波动越来越大 就连虚空 隐隐有些摇曳之感 可见 其内蕴含了 多么磅礴无比的力量 如此之浩瀚的力量 显然已经超出了 它的控制能力 六彩霞光透过光幕 将此方山谷 映射成美奂绝伦的世界 就连那川流不息的瀑布 也覆盖上了一层六彩光衣 就在这时 黄龙真人 不要继续震法未能了 我等法力快要见底了 位于相位别 修为最低戴着面具的斜衫 从那面具后 传出了一道沉闷 且略带焦急之色的声音 听闻此言 原本准备打算 切断与子盘联系的诸多修士 心中立即安耐了下来 看看黄龙真人 到底如何抉择 若是依旧不管不顾 继续维持密阵运行 继续震法未能 那就有可能不怀好意 毕竟 能修炼到这般境界的人 根本不可能将自身的安危 寄望在他人身上 只会依靠自己的实力 保证自身的安全 一旦法力消耗殆尽 那就如猛虎师去找牙 任人宰割了 所以 他们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哪怕黄龙真人 是真心为了一举破开阵法 他也不能不知道 这个道理 之前吞噬的法力 还在他们的忍耐范围之内 但现在已经触碰到了他们的底线 当然 位于相位 拥有金丹中期 修为的邪衫 自然不可能如他自己所说般 法力即将耗尽 至少 他还保留了六分之一的法力 再加上 不断炼化灵丹药力所释放的精华 法力也在不断地补充着 如此说 只不过是他快要支撑不住了 换句话说 阵法吞噬的法力 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听闻此言 程不征当然清楚 几位修士心中所想 毕竟 法力才是修士的根基 同样 作为主阵之人 他自然清楚 密阵吞噬了多少法力 差不多 也快到了诸多修士心中的底线了 即使邪衫不开口 很快也有其他修士开口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作为主阵之人 当然不能听一人之词 哪怕程不征心里知道 无畏修士心中是怎么想的 至少 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 旋即 程不征一边维持着阵法 一边问道 那另外几位道友 是否赞同现在就破阵 不再继续阵法位呢 不过本作再次提醒各位一次 破阵之机 每49年才会出现一次 若是此次破阵失败的话 时间上也不允许有第二次机会 那这此窃机也消失不见 想要再次破阵 至少要等49年之后 所以 各位要想好 是否继续现在就动手 还是咬牙再坚持片刻 话落 程不征也不再言语 反正该说的他 已经全部说了 文言 诸位修士心中也清楚 此话中潜在之意 很简单 那就是 若是失败的话 责任不在于他 对此 诸位修士心中也是心知肚明 果不其然 这次还是戴着面具的邪衫 最先开口 毕竟 他的修为最低 法力也是最为薄弱的两位之一 虽然在下也很想再坚持片刻 但事实不允许啊 若是按照阵法 现在吞噬法力的速度 无需片刻 在下的法力 就会消耗殆尽 一旦阵法缺失一久 到时候阵法反噬 不但连此次机会都失去了 各位也会被阵法反噬成重伤 这时 戒邪衫之后 第二个出生的 正是阵守黎位 带着头套的韩玉 他眯着那双三脚眼 低沉道 不错 在下也快坚持不住了 我同意 现在动手破阵 显然 也是因为法力消耗巨大 同样 此人也是维二的金丹中期修士 或许他的法力 要比邪衫还要深厚一些 但那也是在同一个小境界中 相差不会很大 紧接着 阵守前卫 阵守昆卫的荣丽的冯美友 两人同样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行 就如此办吧 此次若是不能破阵的话 那我等下一次再来 可 闻言 程不争点了点头 淡淡道 好 事成 失败 就看这一击了 旋即 程不争也没有犹豫 双手化作一道残影 飞快地舞动起来 一声低河响起 起 只见那六彩光点散发极其惊悚的波动 一点点的升腾起来 六彩霞光越来越甚 将整个天际都映照成六彩之色 亮到极致 六彩霞光逐渐收敛 眨眼间 那漫天的六彩霞光消失不见 转而的是 一点平平无奇的六彩光点 看似极为普通 但内域收敛的力量 何其惊人 仔细感应 就能感受到 现在六彩光点内蕴含的威能 与之前相比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见此 程不争双手舞动得更快了 紧接着又是一阵低河 哗 一道硬诀打出 程不争手成剑指状 往前一点 六彩光点 化为一柄六彩小剑 这不但是形状的变化 就连力量的性质 也跟着变了 若是之前 那是纯粹的能量 那现在就是 斩天裂地的无尽锋芒 这一转变 杀伐之力直线上升 也是此阵 最大的威能体现 与此同时 在六彩小剑成形的瞬间 一股滔天杀机 从六彩小剑中爆发开来 随即化为一道 无所不展的锋芒 向瀑布中那点 淡白色光点斩去 一道六彩流光冲天而起 就连虚空中泛起了圈圈一连 好似一块石头 落在了平静湖面 打破了恒久以来的平衡 两者相遇 没有惊天动地的轰鸣之声 也没有霞光漫天 只有如阳春融雪那般 轻松写意 不 六彩剑尖刺入了 那点淡白色的光点中 仿佛一柄 立刀切在了豆腐上 极为干脆利落 也没有丝毫意外 白色光点破碎 一点黑芒 在远处虚空显映出来 剑词 成不争双手又打出一道硬诀 低喝了一声道 变 只见那变了透明许多的六彩小剑 再次化为一个六彩光团 一随心动 那六彩光团 瞬间挤入了那个黑点之中 随着成不争手上的法觉变化 一抹六彩之光 从虚空中那点黑芒 折射出来 紧接着 一声沉闷的响声 从虚空中 泛着六彩之光的黑芒中传出 这一声闷响传出 好似也产生了连锁反应 瞬息之间 黑点飞快地扩大着 眨眼间 就变成了一道三丈大小的圆形黑洞 其边缘处 缠绕着丝丝六彩霞光 见此 成不争伸手一招 面前的圆形阵盘 与那五块紫盘 飞射而来 随手一翻 倒飞而回的子母圆盘 被成不争收入储物中 而后 他道了一句 这通道维持不了多久 走 空中只有一道声音在回荡 而他的身影已消失不见 见此 五道流光 从不同方位 射入瀑布之上的黑洞中 那环绕在黑洞边缘处的六彩霞光 也在逐渐消散 黑洞也在一点点地收缩着 流光一闪 一间神秘的密室内 一道身影凭空出现 灵光消散 这是一位带着斗笠的身影 不错 这正是成不争 进入此间密室的瞬间 一抹柔和的光芒 映入他的眼帘之中 放眼望去 只见密室半空 一块令牌静静地悬浮于半空中 包裹着一层淡淡的光剑 那柔和的光芒 正源于那椭圆形的光剑 墙壁四周 也浮现诸多且复杂的纹落 每一道纹理 此时都延伸出一道道柔和的灵光 仔细瞧看 隐隐约约之间 就能发现 那一道道柔和的灵光中 都充斥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而且 每一道充斥着诸多符文的灵光 其尽头正在密室半空中 那个散发着淡淡光辉的光剑 其内悬浮着一块令牌 从中 也不难看出 此块令牌的特殊性 一切异象 皆因于此 此时 半空中那团椭圆形的光剑之下 正有一道 身影盘坐而立 双手不断舞动 伴随着硬觉的变化 一道道犹如实质的法力 从那道身影中 指尖射出 没入半空之中的那块令牌中 一股奇异的波动 向四面八方传荡开来 与此同时 那四周墙壁上 诸多复杂且密集纹落 也随之微微闪耀 匆匆扫视了一个眼后 程不争没有犹豫 直接盘坐而来 一道道浩荡的法力 伴随着硬觉的打出 奇迹没入半空中的那块令牌中 如此浩瀚且磅礴的法力 这是旁边那道身影无法比拟的 剑词 那盘腿座的身影 随着程不争的硬觉打出 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虽然他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但那奇异的波动 却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因为 程不争完美地 衔接了硬觉接下来的变化 整个交接过程 没有一丝违和之感 好似两人心意相通般 那般自然 顺利 旋即 盘坐在程不争身侧的那道身影 浑身微微一闪 直接那道人影 就变成了一个人偶 掉落在密室那冰凉的地面上 不错 程不争如此完美地取代 那道身影 正因为那是他的灵魂傀儡化身 不然 也做不到如此顺利 同样 若不是有灵魂傀儡接应 他也不能直接进入这里 这里 可是整个姨甫的核心密室 不然 程不争此时 应该与另外五人 一起降落在那条通道中 另一边 一条漆黑的通道中 五道流光轰然乍现 这五道流光刚一出现 就有一股沉重的压力 镇压在这五道流光上 灵官消散 荣立 汪寒 冯梅友 等一行五人的身影 出现在此条通道之内 五人刚一落地 沉重的镇压之力 就落在了五人身上 与此同时 通道中 雷电凭空闪现 劈头盖脸地 朝着五人轰然砸去 但一行五人 可不是寻常修饰 修为最弱的 都是金丹中期修饰 念动间 一道道护照轰然升起 抵挡着 那沉重的镇压之力 以及那一道道 强悍的雷霆轰击 因此 一行五人 除了刚开始有点慌乱 但也很快做出该有的反应 这时 镇压之力 与那是如千军的雷霆 发现自身安全后 这才发现 先进入乙府的黄龙真人 不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一道沉闷的声音 从那个黑色面具后传出 走吧 这点小麻烦 对于金丹后期修饰来说 并不算什么 说不定 黄龙真人 此时 在前方为我等探路 话落 戴着黑色面具的荣丽 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 那戴着玉知面具的冯美友 与戴着头套的韩玉两人 话虽是如此说 但她的脚步 却是一动不动 显然 她是画中有画 同样 汪涵与邪山两人自然清楚 老有荣丽画中潜意 心里也开始担忧起 此次乙府之心来 一种不好的预感 涌上心头 很明显 现在的情况 很不对劲 或许 这是个陷阱 若不是顾解 黄龙真人的两位老友 都在这里 而且没有发现退路 不然 说不定 他们直接就撤退了 当然 也有可能黄龙真人 有意坑他们 与那两位老友 在背后下黑手的是 在修仙界中很多 也常见 所以 他们也在暗暗地准备起来 此时 荣丽心中也有一点猜测 这才开始了试探 毕竟 现在情况明显不对 若还傻乎乎地往前走 他也修炼不到如今这般境界 若是此地是陷阱的话 那这两位修士 就是极大的助力 为身家性命计 他不得不小心 而冯美有与韩玉 听闻此言 冯美有面具后的脸庞上 眉头也不由地紧皱了起来 显然此番试探 他也听出来了 而韩玉那双三角眼 也眯了起来 他们可不会真的单纯到 相信黄龙真人去探路了 探路意味着莫大的危险 若没有事先说好 最后的收获 还是要按照之前的分配方案 这无异于为他人做嫁衣 平白增添了自身危险系数 久经历练的修士 都不会做这种傻事 更何况 这还是一位金丹七真人 那更不可能了 除非有莫大的利益 设计在其中 亦或者想吃毒食 所以 他们两人心中也清楚 黄龙真人不见一世 意味着什么 此时 他们两人想法 与对面三人心中所想 相差不多 一行五人的心理微妙的变化 不过是仅仅不足一息的功夫而已 就在这时 沉重的镇压之力 瞬间成倍的上涨 那一道道雷霆的威能 刹那间也是成倍的上涨 由开始的拇指大小 瞬间变成末盘粗细 不好 快防 这是线 一道道惊呼声传来 显然 一行五人也发觉了变化 不等几人话说完 剩余的话 全部被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打断 脚下寸步难行 但一行五人 还是升起一道道护照 散发出的灵光 更加夺目 厚实 与此同时 几人祭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防御手段 念动间 一道道五颜六色的护照 再次升腾而起 每一位修士 周身龙照着至少两层护照 也就是在这时 一道道强悍无比的雷霆 轰然朝着五人落下 轰 轰轰 旋风先成 仙府灵山 某间甲鸡洞府 密室内灵气密度极为惊人 已经形成了浓浓的灵雾 微微呼吸一口 就一股精准的灵气 此时 密室内凭空刮起了一阵怪风 那浓稠 如雾的灵气 如滚滚洪流般 朝着一处汇聚而去 宛如江河入海 很是壮观 能租赁到如此灵气惊人的洞府 其洞府的主人 实力与关系 缺一不可 少卿 整个密室内的灵雾 席卷一空 密室内的灵气浓度 瞬间下降到了一个冰点 但这也不是 以及洞府内的灵气浓度 所能比拟的 很快 淡淡的灵雾 再次蔓延开来 灵气浓度缓缓上升 这时 盘坐在灵浴床上的面白 无须老者 漠然之间睁开了双眸 一道射人星疲金光 一闪而逝 若是成不争见到此人 定会认识 这正是他 有过一面之缘的原因大修士 贺老怪 虽然 他很不想要这种缘分 但是事事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运转 当年 他为了收集禁魂草 炼制三阶下品神吉丹 不然 也不会有那么一次缘分 旋即 贺老怪眉头轻皱 从怀中取出一块 微微闪耀着灵光的古朴玉符 若有见识广文的修士 见到此块玉符 一定会震撼不已 因为 这块玉符虽然是传音符 但这可是四阶玉符 而且还是传闻中的九子元母传音符 此传音符 不但能与万万亿里外 手持子符的修士传递消息 而且还具有定位之能 最为关键的是 九子元母传音符 早在上古年间就失去了传承 现在也只有一些大修士中 能有此宝物 这些都是古修士遗留下来 即使现在的修仙界中 如此珍贵的传音玉符 也不会太多 由此看出 此套玉符的珍贵 元音真君的身家 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二来 少卿 得知玉符中传来的消息 贺老怪眉头舒展开来 居然至少有两位金丹后期修士 还有几位金丹中期修士 跑完这一趟 探路时就差不够了 关键的是 还有一座不知真假 等级很高的衣服 想到这里 那盘坐在玉床上的贺老怪 也没有犹豫 随即站起身来 向外走去 显然 这份信息的来临 使得贺老怪与成不征的缘分 不会那么浅薄 对于即将来临的缘分 成不征确实是丝毫不知 此时 他正控制着阵法 准备一举歼灭这五位修士 这五位修士 其中三位是他的大仇人 之前 为了万无一失 成不征这才从驻基期 安耐到金丹后期 现在 也是该了结因果的时候了 六大仇人 他清除了自动上门的两人 偶遇的一位 闲杂还有三个大仇人 逍遥地活在世上 而这六位大敌正是当年打劫他的修士 不将他们全部斩灭 如何能安定修炼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成不征报仇 百年起步 到死为止 有一算一 绝不放过一个 所以 成不征在晋国回来后 就开始筹划起来 打听到三位大仇人消息后 发现他们近些年来都在仙城中 因此 想要除掉他们三人 必须要等他们出海 不然 在仙城中 一旦出手 区区一位金丹七修士 必然是死路一条 因此 只有等他们出门 但成不征的时间 何其宝贵 怎么可能 为了这三人 白白浪费时间呢 鬼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出海 一年 三年 一或者十年 这是谁也不知道的事 所以 也只有的一个办法 引他们出来 但成不征与他们三人 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一旦打草惊蛇 那就不好了 何况 能修炼到这般境界的修士 哪一位不是鬼经鬼经的 这还不是一位大敌 而是足足三位 那需要的时间就更久了 因此 成不征就将注意打到了 这三位大仇人 相交甚好的修士身上 也就是荣丽与冯美友 这两位修士 为了引荣丽与冯美友 上钩 他又打听了两人的情报 结合情报与观察 他确定了这两人 平日的爱好与行动轨迹 最后 成不征在支卫轩 与林兆仙城地摊区域 分别布下两张陷阱 等待他们两人入网 结果也不出意外 荣丽与冯美友 先后都上钩了 荣丽那里给予了 三个名额 保证他们一方的战力 不弱于黄龙真人一方的实力 当然 一些细节准备 也做了好多 如 身份信息 情报 推演迷阵 炼制一套阵气 等等 果不其然 终于将两位大仇人 给调了出来 这两位大敌 正是汪涵与邪山 而为了让冯美友放心 成不征反手 就将荣丽三人的情就给了他 按住对方 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因为对方是仙门中人 一旦 对他们两人动手 也意味着他们三人 必定会被此 仙门的修饰追杀 而且 成不征也相信 冯美友与韩玉 必定会留下后手 一旦身死的话 后手也会启动 所以 他们这才敢在半途中 强行加入 由黄龙真人发起的探险小队 语言易说 还是有的 在冯美友强行要求之下 成不征很是不情愿地 将他们四人的身份底细 全部告诉了对方 对应的 他也提出了 冯美友推荐的人选 必须需满足秘阵的要求 最后在无奈之下 成不征选择了韩玉这位人选 毕竟 这秘阵 可是成不征打听到具体情报后 按照此次计划 特意推演出来的 不然 哪有如此之求 当然 这也是成不征要求 容立一方三人 加入探险小队中 必须隐藏真容要求的缘故 一方知道对方的情报 一方不知 两方情报之差 足以当一颗定心丸 让冯美友与韩玉两人放心 反正黄龙真人 与灵鹤真人这两个身份 也是多年前 收集灵才所用的两个身份而已 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等此次试了后 这两个身份 以后也不会再启用了 所以 成不征自然也不会在乎 日后暴露不暴露的问题 反正 这样类似的身份 还有很多 毕竟 这么多年在先盟中 他也不是白混的 结果 那是好的出奇 这张大网也不负他所望 一次性将三个大仇人 一网成情 这才有了此次乙府之行 当然 若是此计划不成的话 后面还有几套备用计划 可做后用 反正 成不征心中早已下了决定 此行 一定要将三位大仇人 全部斩杀 乙府 便是成不征为他们一行五人 选择的最终目的 不错 此处如此熟悉地方 正是当年马长又杀 诸多修士的乙府 同样 成不征也遭受一劫 最终 他也将马长斩于此岛 何况 成不征以此乙府的阵气为核心 激活阵法 一旦他们五人进入乙府 想要脱离 可以说是痴心妄想 或许三阶阵法 他们或许有后手能破阵 但此乙府的阵法 那可是四阶阵法 虽然 成不征无法激发乙府阵法的全部威能 但消灭几位金丹修士 那不过是举手之事 同样 成不征也是为了防止 对方有极强的手段 能与他同归于尽 这才将此乙府拿来一用 也正好 借助这个骗瓦不存的乙府 不宜次局 成不征望着眼前的光幕虚影 其内正显影着 通道内一行五人 各自狼狈的身影 这幕光影 正是由半空之中那块 另排折射出来的虚影 只见通道内雷光环绕 宛如一片雷光世界 一道道强悍无比的雷霆 轰然杂落 轰 轰轰 金丹中期的邪山与韩玉 两人周身升起的几道护照 在无间不摧的雷霆轰击下 瞬间 寸寸破碎开来 没有意外 两人直接被雷霆覆灭 至此 这两位大仇人彻底灭亡 此时 还有一个金丹后期的大仇人 汪涵 金丹后期 不愧是金丹后期 不但实力强悍 而且防御法宝 看似也有不少 第一件防御法宝 直接被他消耗根基 将防御威能催发到最大 不过 那也是多几道雷霆的事 此时 汪涵早就取出了 第二件下品防御法宝 这是一块盾牌模样的法宝 同样 那一道道威能强悍的雷霆 也没有将荣丽与冯梅 有两人没有落下 三人都是一样的照顾 就算诚不征想 特意照顾哪位 他也做不到 毕竟伊府阵法是四阶大阵 不说发挥此阵的全部威能了 就连将阵法的威能 发挥到十分之一 他都做不到 这可是四阶阵法 只有原因真君 才能发挥此阵的全部威能 陈不征 现在也只能勉强操控此阵 目前他的极限 只能将伊府大阵的威能 催发到堪比九娇 炼狱阵第三重变化的威能而已 再多一丝丝威能 他也不到 至于 荣丽与逢 没有 虽然与他无冤无仇 但他们可不是善良之人 善良之人 也修炼不到如今这般境界 哪一位金丹修士 脚下不是累累白骨 踏着腥风血雨 一路走来的 就算陈不征 同样也是如此 善良在这人痴人的修仙界中 可走不长 不想成为别人 修仙路上的踏脚石 必须会算计 必须要谨慎 必须要强大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 下手必须要狠 成为敌人后 不能有丝毫的侧影之心 所以 冯美有与荣丽 这两位金丹后期修士 并不无辜 会有今日之果 那也是因果使然 若不是 他们两人与成不争的 三位大仇人 有密切的联系 这无妄之灾 也落不到他们两人头上 能与杀人夺宝的修士 相交密切 他们两人 怎么可能是良善之修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何况 这两人的为人 成不征也打听过了 也确实都是一位 合格的修士 能称之为合格的修士 那成不征 一定不会杀错 所以 成不征动起手来 也没有丝毫的心思手软 眨眼间 他心头百念飞转 旋即 成不征冷冷地看了一眼 面前光幕内那三位修士 苦苦支撑的一幕场景 一道寒光 在他眸中闪过 硬爵不断打出 法力疯狂涌动 好似在全力催动着阵法 轰 轰轰 落雷之声连绵不绝 在那条雷光密布的通道中 不断回荡 撤响 此时 通道中 除了那两团焦黑的灰烬 与两只金光迷蒙的储物袋外 还有一些散落着的碎片 那些为数不多的碎片表面上 有一层微弱的灵光在闪烁 这些闪耀着微弱灵光的碎片 大多在那两团焦黑灰烬之侧 其他的碎片 好似寻常之物 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都在苦苦支撑的三位修士身旁 这一刻 他们连那两只储物袋 都没有时间拾去 从中可见 他们现在承受的镇压之力 有多大 一道道示弱万军的雷霆 轰击在通道内 那颜色各异的光照上 灵光纷纷闪耀 好似随时能破碎一般 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 只见这两个护照内 汪涵与缝没有 纷纷打出一道硬绝 瞬间 两人头顶之上的法宝 灵光一闪 一道裂痕消无声息地 在法宝表面上 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 两人的防御护照 灵光猛然大涨 护照的防御威能 超出了巅峰之状 显然 在这危机万分的关头 他们直接以报废法宝为代价 暂时保全了一面 就在这时 在连绵不绝的轰鸣声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咔 笼罩在容力周身的护照 寸寸破碎开来 那一面布满裂纹的盾牌 猛然收缩起来 最后的话为 一块块大小 各不相同的碎片 掉落在地面上 那一块块碎片表面上 没有一丝灵光环绕 看似与世俗凡物 并没有任何区别 好在容力早有准备 第二道护照 随之轰然升起 终于度过了 此次危机 两位道友 如今我等也算是生死与共 有何保命手段 也不要藏着掖着了 神魂未定的缝没有 看向不远处的两道身影 连忙说道 虽然 他与那两位没有时间交谈 但遭遇如此变故 他心中也清楚 不管之前对方三人 与黄龙真人有无交情 现在面对黄龙真人设下的陷阱 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此刻 共度危机 才是他们的首要之事 所以 他丝毫没有犹豫就开口了 不然 无需多久 他们就会逐一被那 无坚不摧的雷霆轰煞 另一边 荣丽与汪汗两人心中所想 也与冯梅有相差不多 而且 他们两人也清楚 这雷霆的威力 越来越强悍了 显然这是消失的黄龙真人 在催动阵法 否则 阵法的威能 也不会迅速攀升 这才过了两夕而已 两位金丹中期修士 就被轰杀了 现在一道雷霆的威能 已经超越金丹巅峰修士的权力一击了 再不联合 只有身死此处 这一条路了 实至关键之机 经验老道的荣丽与汪汗 没有丝毫犹豫 就直接同意了 可 汇聚一处 联合底 不等汪汗的话语说完 那一道道催命的雷霆 再次砸落 轰 轰轰 实至关键之机 经验老道的荣丽与汪汗 没有丝毫犹豫 就直接同意了 可 汇聚一处 联合底 不等汪汗的话语说完 那一道道催命的雷霆 再次砸落 轰 轰轰 一道道雷霆锁定三人契机 带着莫大的威能 轰然杂落 面对威能不断攀升的一道道雷霆 三人尽管心中惶恐不安 但也没有失去方寸 三人目光汇聚 瞬间就达成了协议 很是果断 没有言语 只有一个眼神交汇 正因为现在的情况 也不容许他们慢慢商量 不愧是金丹修士 心态 经验 绝不是那些阅历浅薄之辈 所能拥有的 玄疾 三人如同背负山脉一般 步履蹒跚的相互靠近 可见那浩瀚的镇压之力 有多么强大 即使强大如金丹后期修士 也难以剑步如飞 更不用说像往常那般 一个闪身就是百丈之外 好在通道也不大 相互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 很快 三人汇聚在一起 见到此目 密室中 那片倾洒而落的光幕下 盘坐在地的陈不征 冷冷地看了一眼 他并没有任何言语 但手上打出法觉的速度 更快了 陈不征清楚 现在雷霆的威能 不过是这阵法 微不足道的一点皮毛威能而已 同样 此阵现在的威能 也不是他发挥出的极限 主要是时间不够 没有将阵法的威能 发挥到他目前的极限威能 若是再给城不争一点时间 他们休想 有这个可乘之机 不付出一点代价 定然也不会让他们 那么轻松地汇聚在一起 即使 汇聚在一起 那他们之前面对的一道雷霆 现在就是三道了 若是没有后手的话 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时间 不过 陈不征也知道 能修炼到这般地步的修饰 怎么可能一点后手都没有呢 当然 若想合力破阵 那只是痴心妄想而已 不然 他们有此手段早就破开阵法 逃离此处囚龙了 因此 即使他们有后手 那也不过是拖延灭亡的时间而已 就在此时 三人汇聚在一处 一个眼神交换后 戴着纯白色面具的汪涵 眼眸中闪过一丝异色 心念一动 秘术运转 衣袍内的宝体 散发迷蒙的灵光 与此同时 一道耀眼灵光护照 轰然升起 瞬间 他周身的灵压 疯狂上涨 只见他的衣袍内 那极为壮实的宝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干瘪了下去 若是有修饰的目光 能透过那灵丝编织而成的衣袍 就能看见他的灵血灵肉 好似被某个恐怖所吞噬 可谓是诡异至极 但他此刻的强大 也是不容置疑 强大如死的汪涵 三道雷霆 他都看似安然无事地接下了 法宝还是夏品法宝 但此刻夏品法宝的威能 已远超极限 而且 还没有损伤此宝的根基 这就是秘术的强大之处 当然 如此强大的力量 其代价也是惊人的 只见那白色面具之后 原本血肉饱满的脸庞 如今形如枯狗 只有一层皮囊披在头骨上 就连那乌黑的发丝 也逐渐变成灰白之色 如此形象 一旦拿下那张面具 说是恶鬼降临 那也不为过 这只是表象而已 主要也是因为 灵血 灵肉精华 被秘术所吞噬 所换取的强大力量 不过这力量 并不持久 一旦血肉精华消耗的一干二净 也就是秘术的结束之时 另外 两人在汪涵撑起的护照之内 逢没有与荣立两人 丝毫不在意平日里的体态 直接洗地盘坐 各自疯狂地吞噬灵丹 想要尽快将法力补充到巅峰 即使不能将其要力 全部炼化为法力 但也可以存在血肉之中 一旦运转保命秘术 那也能持久一点 所以 此刻他们两人服用灵丹 不是一粒粒的服用 而是一平平的网口中 道 可见面对的死亡危机 他们有多么的疯狂 果断 毕竟 服用如此大量的灵丹 残存在周身经脉 丹田 积存的丹毒 绝对是一个大麻烦 一旦不能及时处理 对他们日后的先徒 定会造成难以估量重创 甚至 有可能先徒不能再进一步 这也不无可能 但此时 他们却没有丝毫犹豫 可见能修炼到 这般的境界的修士 不但对他人狠 对自己也狠 都是一位位狠角色 密室中 正在操控 已辅阵法的成不征 见到那刀护照如此坚挺 眉头不由一皱 他清楚 这是那三位修士后手之一 若不是怕他们分散逃跑 成不征早就亲自动手了 一旦施展神通 他们三人若是手段止余的话 绝不是一和之敌 当然 若是成不征停止阵法的操控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一起施展秘书 有一点渺茫的几率 破阵而出 那就找到 乙辅大阵的诸多破阵之一 为防止对方运气惊人 找到乙辅阵法的破阵 他不得不安耐了下来 毕竟 有时候 运到这东西 真是说也说不准 一旦三人借此逃离此阵 各自分散逃跑 他最多也只能消灭两位 绝对会有漏网之鱼 成不征一心想要斩杀全部修士 所以 这才用阵法围困他们 再消灭他们 同样 成不征也是为了自身安全 而稳健行事 旋即 成不征看着面前的光幕 冷笑了一声道 本作还看你们能坚持多久 一道道法掘打出 通道中的雷霆 一道比一道的威势大 一道比一道的力量强悍 那灵光璀璨的护照 也如之前般 开始纷纷闪烁起来 好似下一刻即将会破碎一般 见此 汪涵心中一动 手上的法掘 再次一遍 只见旋力在半空中 那件法宝的表面上 瞬间蔓延出了一道裂痕 随着法宝表面上裂痕的出现 他撑起了护照 闪烁不定的灵光 也逐渐稳定下来 波澜不惊地抵挡着 一道又一道雷霆的轰击 此时 他也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 一道道雷霆的威能 轰击在护照上 让心头发麻 因为 那不停砸落的雷霆 威能上涨的速度太快了 以他估测最多三息 雷霆的威能 就会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 到时候 他绝对会支持不住 不行 我一定要撑住 一定要坚持一刻钟 哪怕付出所有 也一定得坚持到那个时候 不然 只有死路一条 念动间 他的嘴角再次微动了几下 衣袖中的玉符 也再次闪亮了几下 一抹坚定之色 在他眼中闪过 无尽之海 旋风海域高空之上 云霄之间 骤然之间 一片金光世界闪现 透过那迷蒙的金光 隐隐约约之间 能看到一道模糊的金色 光运人影 不错 这正是接到玉符传音 而来的贺老怪 一位原音静修士 此片金光世界 就是真君的领域世界 也是真君的象征之一 同样 这也是真君全力以赴 施展原音之威时 所呈现的异象 金光世界中 正在赶路的贺老怪 从衣袖中 取出那块古朴的玉符 一道喃喃细语清晰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畔 少青 贺老怪眉头一皱 冷声道了一句 废物 这点时间都坚持不了 旋即 贺老怪收起玉符 心面移动 金光大盛 弥漫天际 瞬间 这片金光世界 就消失在了 这片天际之中 显然 这正是以府中汪寒 为了保命 不得不再次催促贺老怪的原因 他生怕等贺老怪降临之时 以身死盗销 正因为 那一道道不断上涨威能的雷霆 带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至于 贺老怪反正他也不是很怕 如今 小命已被贺老怪掌控了 最多也只是拿捏他一番 现阶段 肯定不会有性命之忧 这就是背后有靠山的好处 当然 他也清楚 日后必然有他付出的时候 就在这时 轰 轰轰 震耳欲龙的轰鸣之声 清晰地传入他的耳畔 此时 三溪已到 那一道道雷霆的威能 果然如他所料 威能上涨到 即使他施展秘术 破碎法宝也难以抵抗的程度 同样 血肉精华的消耗 也到了尽头 秘术也即将停止运行 除非运转秘术 继续吞噬金丹本源 此时 他撑起的护照 再次闪耀起来 好似摇摇欲坠 即将破碎一般 见此 汪涵心中一沉 如此不利的局面 可不能让他一人独自抵抗 接下来 也是该他们两人 抵御了 希望赫老怪 能在他们两人抵抗期间 到达此地 汪涵心中如此期盼着 虽然他心中是如此想的 但表面上却是流露出一副着急之色 催促道 快 你们两人一起顶 这雷霆的威能 上涨得太快了 闻言 早就做好准备的两人 连忙站起身来 心念一动 逆法运转 两种颜色各异的灵光 从他们宝体上闪亮起来 同时 他们周身环绕的威压 急剧攀升 宝体同样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消瘦下来 不过速度 却是之前汪涵却是慢上了一点 可见 此时他们宝体的血肉 蕴含了多少灵丹精华 紧接着 两道护照 轰然升起 荣丽与逢没有 相互看了一眼 而后齐齐道 和 和 几乎同时 升台起的护照 瞬间交融起来 清白两色的护照 将他们三人笼罩 见此 汪涵也撤销掉了护照 只见那布满裂痕的青铜大钟 猛然收缩起来 变成了一个小巧玲珑 满是细微裂痕的青铜小钟 掉落在地面上 当 与地面相撞之后 瞬间变成了十几块碎片 见此 汪涵瞥了一眼后 没有理会 直接盘坐在地面 扶下一粒灵丹 开始恢复起自身的伤势来 但他身边 还有一瓶打开瓶盖的灵丹 这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专门准备的 毕竟 他与冯没有 荣丽不同 自然无需疯狂吞噬灵丹 乙辅深处 最后一间密室中 城部睁见到此幕 眸中闪过一道寒光 心中的难道 哼 垂死挣扎 何必呢 他瞳孔中流转着一丝玄黄之色 其目光落在了护照中 那刚刚盘坐在地的汪涵身上 只见汪涵服用了一粒灵丹恢复伤势 身侧放着一瓶恢复类的灵丹 心中一动 眸光猛然一缩 不对 汪涵的反应不对劲 若是像荣丽与冯梅有两人那般才正常 一瓶瓶灵丹倒入口中 在极端的时间内 恢复自身的巅峰战力 哪怕留下后患 也在所不惜 这才是正常 但这汪涵却如此淡定 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 居然只服下了一粒灵丹 此刻还有心思 担心自己未来先途 这绝不对正常 绝对有蹊跷 难道他的后手 有足够翻盘的实力 如今没有任何动作 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 亦或者 还在默默地准备着 瞬间 一种种可能 在他心中傻过 换位思考 陈不征将 自己放在汪涵所处的局面 结合了目前的困境 修为 等等一系列因素 想要翻身绝杀 也只有几种可能 这几种猜测 每一种都有可能翻盘 想到这里 陈不征也清楚 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同样 此时此刻 本体更不能亲自出面了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 将一辅大阵 催发到目前的极限威能 若是以现在的进度 想要发挥 一辅阵法的极限威能 至少还需要半课钟 若是平常 就是一炷香的时间 他也不会在意 但现在的情况 极有可能会出现意外 此刻 也容不得 他再继续等下去 很快 陈不征就想到了 应对目前局面的手段 短短不到一息的时间内 陈不征就发现了问题 从而想出应对之策 可见金丹修士的神思反应 那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旋即 诚不征单手 打着硬绝 左手扶过腰间的储物袋 而后 随手一挥 一个个人偶 闪现在半空之中 心面一动 几十个巴掌大小的人偶 每一尊人偶周身 都环绕着一圈密密麻麻的符纹 紧接着 迷蒙的灵光闪亮 灵光闪耀 亮到极致 猛然一变 再次看去 那几十个巴掌大小的人偶 已消失不见 只有几十位修士 轰然从半空中落下 感应一番 这些修士都是住机器修士 有老 有少 有男 有女 在这群人中 也能找到熟悉的面貌 如 黄小明的道吕 那位名幻秀儿的红袍女修 也有在林兆先程中 那位面貌老成的青年修士 一惊落地 这些傀儡化身 琪琪走到那块 悬浮在半空中的令牌之下 围长一个圆圈后 琪琪盘腿坐 Soul Soul 伴随着诸多傀儡法觉的打出 一道道法力竖线 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随之轰然射向了半空之中的 那块令牌之中 傀儡化身虽多 但丝毫不显慌乱 仔细瞧去 就能发现 那几十位傀儡化身 手中掐出的硬绝 与成不征的本体 打出的硬绝手势 一模一样 除了法力的光亮程度不同外 维尔的区别 就是法力竖线大小不一霸了 这也是境界相差 导致如此 随着诸多法力竖线的没入 阵法未能的上涨速度 提升了六分之一 见此 成不征并没有就此罢手 他依旧单手掐着硬绝 衣袖一挥 一块巴掌大小的三阶传送阵盘 浮现在他手心上 丹田涌动 精粹的法力 一分为二 一者 随着硬绝掐出 此道法力 注入半空中的令牌之中 二者 汹涌澎湃的法力 直接注入到手心里的传送阵盘中 随着浩荡的法力注入 迷蒙的灵光 在传送阵盘上闪亮 一息后 成不征手心上的阵盘灵光大胜 随之猛然膨胀开来 悬浮在半空之中 一道白色的霞光 从半空之中 那滴溜溜旋转的传送阵盘中 倾洒下来 霞光落地 地面上 映射了一个圆形的白色图案 图案霞光中 那白色纹理 复杂至极 如此繁复的纹落 但放眼看去 却不觉得头昏眼花 反正有种别样之美 仔细瞧去 甚至也发现 那诸多繁复的纹落 宛如白色鱼儿 以微不可查的速度游走着 可谓是极为神奇 这也能看出 阵法一道的独有玄妙 见词 成不征彻底放下心来了 不管汪涵有任何手段 他现在都能第一时间跑路了 自身小命 大过天 玄疾 成不征也没有耽搁 双手一合 再次打出硬绝来 丹田中汹涌澎湃的法力 再次二合一 瞬间 一道比之前 还要粗壮一倍的 璀璨蓄力法力光束 随着成不征手中硬绝的变化 轰然没入了令牌之中 另一边 通道中 正在运转秘术 苦苦支撑着护照的荣立 与冯梅有两人 瞬间心头一松 因为 他们两人也感应到了 刚才那几道雷霆的威能 忽然之间下降了许多 这不是错觉 如 眼前朝着他们护照批来的雷霆 无论是雷霆的粗细 还是雷光的浓度而言 都比之前要细 要淡 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不成 骤然间 他们两人想到了一个可能 那便是 黄龙小人会不会法力即将告捷 所以 这才导致阵法的威能下降了 毕竟 这一府中的阵法 他们百分百的确定 是一门四阶阵法 这是原因修士 才能彻底展现威能的阵法 即使黄龙小人能成一十之快 必定消耗极大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 想到这里 他们谋中闪过一丝喜意 而后 两人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 正盘坐在地恢复元气的汪寒身上 之前 他们两人还不明白 为何汪寒如此淡定 即使运转秘术 也只是如寻常一般 服用一粒灵丹 没有如他们一般急功近利 大批量的服用灵丹 急忙来恢复自身的损耗 现在想来 自身的心态 多少还是不如对方 逢没有与荣立两人 如此想着 很快 荣立转念一想 很快就发觉不对劲了 汪寒与他相交多年 对方大致的品性 他还是知道 不可能有如此心态 十六年前 一次在内海探险 遇到一群的三街妖兽 当时他的反应 心态还不如自己 在如此短的时间 几乎不可能发生如此蜕变 想到这里 一个念头在他心头浮现 显然 荣立似乎也猜测了什么 眨眼间 两人对于此番变化 心中多个有的 就在这时 雷光环绕的通道上空 猛然落下了 微能浩瀚的雷霆 不等荣立与冯梅友 有所反应 那恍如天威招招般的雷霆 轰击在了两色护照上 灵光闪烁不定 好似护照即将破碎一般 受此强悍的雷霆之力震荡 两人丹田不由地被猛震了一下 扑呲 扑呲 荣立 冯梅友两人气血上冲 不由地吐出了一道血剑 尽管受了如此剧烈的震荡 他们第一时间 各自催发了法宝最后的根迹 两色护照上 猛然闪亮起来 与那雷光环绕的落雷僵持起来 很快 两人寄出的法宝 由开始的一条裂纹 瞬间变了六条裂纹 直到这时 那威能浩瀚的雷霆 这才全部消耗了余威 此刻 荣立与冯没有心头一按 阵法威能突然大涨 显然他们之前的猜测是错误的 这一波落雷 就有如此威能 下一波 那威能定然还会再涨 到时候 两人的防御法宝 肯定支撑不住 一旦 护照破碎 三人的结果可想而知 旋即 两人对视了一眼 紧接着 逢梅友瞥了一眼汪涵 对着荣立使了一个眼色 瞬间 荣立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而后 戴着黑色面具的荣立 也没有犹豫 正好他也想探探汪涵的底气 汪兄 快快助我等一臂之列 黑色面具中传出了 一道略带交集的沉闷声音 闻言 盘坐在地的汪涵 停止了炼化灵丹药力 立即睁开了双目 他寻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荣立眸中带着一丝焦急之色 望着他 同样 汪涵也注意到了 荣立与陌生修士祭出的法宝上 那出现的六道裂痕 见此 他心中清楚 若是他不加入其中 下一波雷霆 护照必然破碎 自身也无法在这 微能不断上涨的雷霆轰击中 存活下来 只有共同支撑 才能等到贺老怪的救援 瞬间 他心中就分析完立弊 旋即 汪涵也没有犹豫 探手一抓 身侧的玉瓶直接往嘴里倒去 一口吞下旗内的灵丹 而后 秘书再次运转起来 灵压急剧攀胜 紧接着 他伸手一挥 寄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法宝 一道耀眼的护照 轰然声唐而起 一声低鹤传来 喝 刹那间 这道护照与那两色护照水水 乳交融在一起 再次看去 只见那三色护照 在雷光密布的通道中 熠熠生辉 显眼至极 以府深处 最后一间密室中 盘坐在地的城不争 瞥了一眼那半空之中的光幕 此时 光幕内 显影出一片三色护照 见此 他心里喃喃道 何必呢 高高兴兴上路不好吗 心念一动 密室内 半空中悬浮的令牌之下 围绕成一大圈的诸多傀儡化身 正宛如一人般 打出超乎想象整齐般的硬诀 一道道法力竖线 随之射出 猛然见 所有的傀儡化身 手上的硬诀齐一变 一道道法力竖线 光芒大圣 散发着蓄力灿烂的霞光 其中以一道 犹如实质璀璨到极致的法力竖线 最为显眼 无论是法力竖线的大小 灵光的璀璨程度 亦或者蕴含着浩瀚力量而言 那都是得王者般的存在 没有一束法力光柱 能与其相比 就在这时 半空中 灵光环绕内的令牌 不由地微颤了一下 发出了极为一道清脆 瘟鸣之声 瘟 一声清响之后 只见通道内 那雷光环绕的半空中 骤然之间 雷光浓郁了十倍 凝成十字 耀眼的雷光 将整个通道 映照成恍如白日一般 瞬间之后 一道道粗壮无比的雷霆 以肉眼不及的速度 轰然砸落在三色护照 咔 咔咔 三色护照内 三件形状各异的法宝 瞬间多了几条裂痕 密密麻麻的裂纹 蔓延至法宝周身 而那三色护照 灵光闪烁不定 摇摇欲坠 护照内的三人受法宝牵连 强悍五比五脏六腑 也受到剧烈的震荡 即使强大如斯的金丹修士 也遭受到了不轻的伤势 虽是如此 他们依旧都在极力运转密术 消耗零血零肉精华 而汪涵此刻 甚至都在消耗金丹本源 以维持密术运转 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下降着 虽然如今依旧是金丹后期境界 但在短短的几席内 就掉了十年苦修之果 可见 此代价如此沉重 他们此刻也顾不上这些 哪怕修为掉落 也是如此 现在三人最为担忧的是下一息 那一波微能 忽然暴涨的雷霆 若没有别的手段 那下一息 就是他们生死盗消之时 此刻 三人尽管恐惧死亡 但依旧对生机充满渴望 其中 以汪涵为罪 这时 戴着黑色面具的容力 为了保全自身 也不顾不得多年的交情了 但他也没有失去方存 而后 黑色面具之后的嘴角 微微动了几下 显然 这是在传音 一道清晰的声音 传入了汪涵耳中 闻言 汪涵也没有否认后手的存在 毕竟 想要活命 就必须等到贺老怪降临 而在这之前 必须要存活下来 万一 容力直接放弃抵抗 少了一人 自身立即就会被那 无坚不摧的雷霆 劈成渣渣 所以 最好的办法 就是给他们一个希望 这才能激发他们 顽强的求生意志 而后 汪涵也没有犹豫 直接将有原音修士 即将来临的消息 告诉了容力 最后 又告诉了那位 素不相识的陌生道友 只有三人齐心 才有机会存活下去 同样 容力与冯没有两人心中 尽管有所疑惑 但还是没有问出口 反而压在了心底 得到了原音真君 即将降临的消息 容力与冯没有 瞬间恢复了满满的斗志 有希望 就有动力 就是拼尽所有的手段 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就是他们 此时三人的心理血照 与此同时 容力 汪涵 冯没有三人心 有所念的贺老怪 正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若是晚了 这么优质的探路时 可不好找 尤其有两位 金丹后期修士 还有几位 金丹中期修士 这可是的 货真价实的金丹修士 而且 先蒙规矩森严 不能在仙城中动手 还有传送阵的便利 这就造成了探路时 很不好找 当然 内海倒是有很多机会 但内海对于原音修士来说 危险也是相当大的 何况 他是侥幸踏入原音境的修士 手段自然比不上 那些 常年在内海厮杀中 成长起来的原音真君 关键的是 他只是一位原音初期修士而已 所以 这些探路石头对他来说 可是很难得的 不仅如此 距离狼牙秘境开启 没多少年了 留给他准备的时间 可是不多了 心有所念 他的速度更快了 只见一片金光弥漫的霞光 以超越金丹修士百倍以上的速度 赶路着 一针 一臂 一片金色霞光 就消失在天际 So 金色霞光 凭空出现在一方浩大的岛屿上空 霞光中 那道身影看着脚下 虚空那片的岛屿 心里呢喃道 终于赶到了 姨福 探路石 老夫来了 下一瞬间 金色霞光弥漫在一片峡谷中 就连那川流不息的瀑布上 也覆盖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辉 也就在这时 姨福深处 最后一间密室内 盘坐在地的城布征 见到光幕内那三色护罩 遥遥欲坠 一道道威能浩瀚无比的雷霆 轰击在那三色护罩上 咔 咔咔 三剑法宝彻底碎裂 那三色护罩也寸寸碎裂开来 最后化作 三色灵光 消失在雷光密布的通道中 紧接着 又是三道护罩 轰然升起 不过 这三道护罩并没有相容成 一道防御威能更为强悍的护罩 见此 城布征心中难难道 手段见底 也是该结束了 这是三人法宝见底的缘故 此时 他们三人支撑护罩 不过是防御类的俘虏 也是最后防御手段 不然 也不会是使用俘虏 毕竟法宝的防御威能 可比俘虏要强悍得多 而且还可以消耗法宝的根基 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 忽然 城布征眉头一皱 好似察觉到了什么 心中暗护了一声不好 是他 即使原因真军降临 但他也没有立即慌不择乱地选择跑路 尽管他心中想要立即扯护 但还是压下了心头恐慌 有一幅大阵防护 他有缓冲的时间 不给三人最后致命一击 他绝不甘心 何况 这三人中 还有一位大仇人活着呢 此时 城布征也明误了 汪涵心中的底气 源于何处了 之前 他也想到过这个可能 但有一幅大阵笼罩 寻常品阶的传音符修 想将消息传出 即使是三阶上品传音符 也不可能 除非 上古流传下来的四阶传音符 才有这个能力 但上古流传下来的传音符 何其之首 即使有 那几乎也都在高阶修士手中 区区一位金丹修士 怎么可能有如此重宝呢 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人还真有 虽然他推算到了这个可能 但还是将此种可能否决掉了 好在 他事前汪涵露出的一点破绽 这才有所准备 不然 或许今日 真有可能再在这里 当然 也仅仅是千分之一的可能 稳健之学 可不是说说的 话虽如此 但成不争 也没有停止手中掐着的硬绝 反而比之前又快上了一分 法力涌动的速度 也随之上涨了一分 这也是目前的极限操作 除非 修为再有所突破 与此同时 乙辅之外 山谷上空 金色霞光中 虚空助立着一位面白无须的老者 贺老怪环顾一周后 而后他眉头一皱 但莫道 一只小老鼠 也胆敢窥探本君 话落 他探手一抓 一位青年修士 从大地下被拽了出来 那青年宛如一只 被掐出脖子小鸡一般 被无形大手捏在手中 此刻 贺老怪很是从容血液 微微一握 碰 一道蓄力的烟花栈 放在瀑布之前 随后他的目光 锁定在了面前的瀑布之上 紧接着 贺老怪伸手一摊 一柄造型古朴的小刀 浮现在他的手心上 在这柄宝刀出现的那一刻 一股浩大的波动 从那古朴的宝刀锋上 传递开来 伸手一握 小刀画做了一柄造型朴素的长刀 刀柄被他单手握住 刀锋朝下 台壁竖起 凌空一斩 瞬间那锋利无比的刀钢成形 直接向那川流不息的瀑布斩去 哄 哄 一刀之下 瀑布直接被斩灭 就连山峰也化为了无边碎石 滚滚粉末向两边席卷去 灰尘飞啊 一片朦胧 再次看去 那面前已没有了浩浩荡荡的瀑布 只有半缺的山峰 一个半圆形的光幕显映了出来 白萌萌的光幕中 隐隐有密密麻麻的符文在闪烁 除此之外 并无任何其他变化 而另一半白萌萌的光幕 深藏在下半截山岳 好似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只有一些落石 从半截山峰中滚落下来 山岳如此坚挺 并不是山石的缘故 此乃阵法所至 也因乙辅大阵 乃是以阵机为点 布置而成 连接地脉 因此也不可移动 想要强行抹除此山 必须要破除乙辅大阵才行 不然 以原音真君的实力 哪怕是随手一刀 断将节流也举手之势 不可能像如今这般 只能抹除半截山峰 另一边 乙辅大阵内 通道中 三人也感受到了 那一丝摇晃之感 见此 正在苦苦支撑的三人 心中大喜 这是有人强行在破除阵法 乙辅大阵乃是四阶阵法 想要撼动此阵 来人必定是原音七修士 不然 也不可有如此动静 这一丝摇晃之感 不但是通道中的三人感受到了 就连乙辅深处 最后一间密室中的成布征 也察觉到了 盘坐在密室中的成布征 眉头一皱 此时 他并不是可惜乙辅之外 那尊专门放风的傀儡 被赫老怪捏爆 而是担心乙辅大阵 还能坚持多久 哪怕成布征 并不能展现乙辅大阵的威能 但也知道 四阶乙辅大阵 并不是那么好破的 不过 那是完好的四阶阵法 可不是如今的乙辅大阵 此阵常年失修 有诸多破绽可循 再加上它 也只是一位金丹修士 所以 成布征清楚 最多不会超过三次如此轰击 到时候 以辅大阵必破 这还是占了此阵式 连接地脉 属于不可移动之阵 本身就能发挥阵法 一些威能的原因 若是换作阵器布置的阵法 如 九胶炼玉阵之类 原因真军一击之下 必定破碎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行 不能等三次攻击之后了 再等的话 就有生命危险 最多再有一次攻击之后 必须要跑路 瞬间 成布征心中就做出了决定 如今 阵法威能刚好达到 他目前所能做的极限 即使 他们三人有法宝在手 护照合一 也无法抵挡 何况 如今他们三人后手用尽 这次绝对能一波 将其全部覆灭 与此同时 通道中心中欢喜不已的三人 忽然发现半空中雷光大胜 而后凝聚成一条条周身 环绕着电光的雷蛇 密密麻麻 数量难以估计 瞬间之后 那不可估计的雷蛇 相互交融 形成了一条条百丈大小 轻吐着雷光 浑身散发着无穷雷威的电蛇 轻似雷鸣间 向三人扑咬而去 另一边 乙辅之外 单手持刀的贺老怪 看着眼前的乙辅阵法 心中暗道 不愧是四阶阵法 哪怕没有原因真君主持 居然也能抵挡老夫的一击 不论此乙辅有无其他收获 至少能获得此阵的核心阵气 那最低也是中品阵气 何况还有质量上加的探路石 贺老怪心中如此想着 但他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 单手再次抬起 挥避而斩 一道犀利无比 锋芒毕露的刀钢 斩在那白萌萌的光罩上 瞬间 白萌萌的光幕上 灵光暴闪 随之密密麻麻的符纹 从中浮现出来 破碎 修复 周而复始 不过修复的速度 无疑要比破碎的速度 慢上许多 就在这瞬间 乙辅内 成不争见到半空中 悬浮着的镇旗令牌 周围灵光一暗 其内那密密密麻麻的符纹 不断破碎 见此 成不争也不敢再耽搁了 伸手一挥 环绕一圈的傀儡化身 化为一个个巴掌大小的人偶 静止飞向成不争 随即 他的手上的法掘一变 通道中 三道护照不远处 两堆灰烬中 那两只金色袋子 忽然灵光一闪 消失在了灰烬之中 通道中 那披头散发 狼狈不堪的三人 不断地祭出一块又一块防御玉符 抵挡着一道 又一道不停砸落的雷霆 此时 垂死挣扎的三人 也想拿到不远处的两个除袋 但在阵法莫大的镇压之力下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 也没有机会拿到 乙府深处 最后一间密室内 成不争见光幕内 那疯狂挣扎的三人 定然不能坚持到一息 不过 这短短的一息时间 却是生死实诉 若不能在乙府大阵破碎前 将三人斩杀 否则 定然会被贺老怪抓住 不然 不要说这些宝物了 小命肯定也会不保 但现在就此离去 他也不甘心 看情况 乙府大阵 应该还能再坚持半息 半息后 不管他们三人是死 是活 一定要跑路 很快 成不争心中就做出了决定 半息后 三人直接被浩瀚的雷霆覆灭 原地只有一块块玉符碎片 法宝碎片 以及三个金色储物袋 但现在却是不能再耽搁了 能将其斩杀 此行就算大功告成了 至于 那三个储物袋 他是没有机会拿了 成不争可不是 要才不要的命得很人 旋即 成不争亦把抓住半空中的令牌 立即启动传送阵盘 白光一闪 成不争的身影 消失在了乙府之中 密室内 再次变成漆黑一片 半空中 一块碎裂成七八块的传送阵盘 随之掉落下来 当 清脆的声音 在密室内回荡 与此同时 手持单刀的贺老怪 见白萌萌的阵法光幕突然消散 乙府的真容也随之显露出来了 见此 一种不好预感涌上心头 旋即 他心念一动 一个闪身 消失在了峡谷之中 金光一闪 一位面白无虚的老者 凭空出现在乙府通道中 贺老怪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面前五堆焦黑色的灰炭 以及诸多的玉符 法宝碎片 这些法宝碎片 全是根基消耗殆尽的碎块 没有一点价值 而后 他伸手一招 三只金色储物袋 从灰烬中 腾空而起 飞入他手心中 浩瀚的神念 蔓延开来 骤然之间 他的目光一转 望向面前的虚空 好似他的目光 能穿越重重壁垒一般 So 一阵破空之声 在通道中响起 再次看去 那贺老怪 已出现在乙府深处 最后一间密室中 他看着漆黑 且空荡荡一片的密室 心有尤为脑木 最后 贺老怪的目光 落在了断裂成 几块碎片的 传送阵盘上 一袖一服 诸多传送阵盘的碎片 偏然而起 眨眼间 那诸多碎片 就拼合成一块 满是裂痕的圆形阵盘 仔细瞧却 这些碎片中 其灵财精华 还没有完全消耗殆尽 但其精华 已是不多了 大约只有千分之一左右 相当于一阶下品 灵财内所蕴含的精华 不过原因修饰 也愧是原因修饰 哪怕只有一点精华 他也能根据灵财精华的特性 结合多年的经验 得出一个结论 炼制此块阵盘的灵财 都是天才地宝级别的灵财 而且 此阵盘的品质还不低 至少是三阶中品 由此可见 这块阵盘绝对不简单 不然也不会 瞬间就消失在了 他的神念感应范围之内 尤其碎片上 那诸多符文文理 虽然贺老怪不是炼骑士 但修炼到这般境界 见识是何等的广播 因此 他也识得这诸多阵文中 其中有一道是传送阵文 由此推断 这很有可能 就是一块三阶中品以上的传送阵盘 结合那小子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因此 这个可能性就越大 三阶传送阵盘能传送多远 他心中还是清楚的 想到这里 贺老怪眼眸中 闪过一道冰冷寒光 一字一句道 黄龙小儿 不要让本君找到你 此行 他不但没有多添加几块探路石 反而损失掉了一块优质探路石 最为关键的是 那至少是中品正气的宝物 也飞了 此行 可谓是白跑了一趟 虽然他也收获了三个储物袋 相比损失 这一点灵物 根本不入他的法眼 何况 诸多法宝已消耗殆尽 三只储物袋内 也没有多少灵物 因此 价值大打折扣 旋即 面无表情的贺老怪 冷冷地扫射了一圈后 金光一闪 他的身影就消失在此方一衣府中 原地只留下 那狼藉不堪的半截山岳 另一边 陈不征眼前一黑 面前的场景 未知一变 再次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望无尽的大海 陈不征出现的刹那间 就感觉到一阵神清气爽 忽然 他心中一动 好似想到了什么 面色一沉 旋即 陈不征也没有耽搁 心念一动 他脚下出现了一道悬光 腾空而起 就在这时 不远处 海面上出现了一个个 浩大无比的漩涡 紧接着 一道道璀璨的光柱 裹挟着无量海水 从漩涡中心冲天而起 仿佛飙枪一般 直接朝着 那升腾而起的悬光冲去 一头 三头 七头 七头形状各异的水族 迫海而出 向位于中间的 陈不征杀去 面对未能如此浩瀚的攻击 陈不征 并没有如同往常般 直接斩杀 反而东躲西闪 向妖兽最多的方向 突围而去 若是在以往 就是废些功夫 也会将这七头妖兽 全被斩杀 但今时不同往日 他可不敢在这里耽误片刻 一道悬光 以那七头妖兽神思 反应不及的速度冲出 宛如流光飞逝一般 瞬间击到 剑王化剑 长剑在手 心念一动 神通加持 一剑青天 犀利无比的剑光 轰然落在前方挡路的 硕大的脑袋上 一剑两半 紧接着 那一分两截的巨大尸首 从空中掉落下来 一颗丹珠从兽区中腾空而起 射入那道悬光中 悬光大圣 向外急速飞去 欠此 六头水族 齐齐怒吼了一声 追了上去 顿光中 程不争也注意到了身后 那紧追不舍的六头水族 无奈地回望了一眼 真是不知死活 若不是在内海 本真人一定会将你们 全部扒皮抽尽 对此 程不争也只是想了想 他可不敢在内海逗留太久 万一遇到上了大腰 就是想跑也跑不掉 现在可没传送阵盘可用 到时候 可就要凉凉了 据先蒙情报记载 内海四阶大腰有很多 其中一些散腰 都是居无定所 随意在内海漂流 因此 在内海遇到四阶大腰的概率 还是不小的 对于送上门来的血食 那四阶大腰 从来不介意品尝一番 当然 人族修士在内海中 碰到那些价值肥浅的水族 从来也没有软过手 这也是内海死亡率 居高不下的原因 不过 这也仅仅是内海 海域中正常情况 但在诸多内海先程中 从来没有遭遇过 大规模的受潮 这也是两族相处模式 足足延续了无数年 虽是如此 但成不争从没有想过进入内海 至少在踏入原阴境之前 他是不会踏足内海一步的 这也是他急速离去的原因之一 同样 这七头妖兽 胆敢一起袭击他 说明这 些不同种族的水族 隶属一个大妖麾下 不然 这些种族不同的妖兽 也可能如此同心其力 不相互打起来就不错了 这也是成不争发现 此方海域灵气浓度如此之高 确定此处 就是内海的缘故 这也是那七头妖兽来袭的时候 成不争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选择突围的原因之一 若是再耽搁下去 很有可能有妖族援军 即使是四阶大妖来袭 那也是不无可能 这次传送阵盘 好死不死地 将他传送到了内海 运气背到家了 成不争心中暗暗地想到 虽是如此 但成不争为了尽快进入外海 拜托身后六头水族的追击 所以他手中并没有停下动作 因为这里正是内海与外海的边缘处 虽然此处是人族统治海域 但浩瀚的无尽之海 和其之大 所以也不会人族修饰阵守 因此 那些伞妖就会聚首而来 霸占一方 而此处海域的主人 有极大的 可能就是位伞妖 也是一位四阶大妖 不然 也无法镇压那些诸多的三阶小妖 因此 现在最快回外海的方式 并不是向最近的仙城赶去 而是向灵气稀薄的方向赶路 旋即 成不争身手一抹腰间的储物带 一辆飞车闪现 而后 他一个闪身 端坐在飞车内 星面一动 神通 骤光盾 加持 一层蓄力的悬光 覆盖在风车上 搜 原本那些速度就慢的小妖 发现前方几万里之遥的那道悬光 忽然一闪 那位修士 一下子就不见了 消失在了天际中 显然 神通加持 无疑比单纯施展神通 要更为犀利 见此 诸多三阶小妖望着远方 齐齐怒吼了一声 半刻钟后 一道悬光从内海方向 急速飞来 端坐在飞车宝座上的陈不争 感应到海水中 那吸薄了许多的灵气 他那肃穆的表情 这才放松了下来 旋即 陈不争便别了一下方向 静止向附近最近的一座中型仙岛飞去 半日后 一辆飞车仿佛雷电一般 在云霄之间闪过 端坐在飞车宝座上的陈不争 遥遥望见一个黑点 有远即近 那正是一方占地面积浩大的大陆 当然 在无尽之海中 也被称之为岛屿 此时 那里正有一道道流光 不断腾空而起 亦或者斜舍而下 见此 陈不争也清楚目的地道了 心念一动 他浑身散发着淡淡的灵光 再次看去 一位面色威严的中年修士 端坐在飞车宝座上 旋即 那云霄之中的飞车 猛然一顿 面色威严的中年 一步踏出 踏空而立 伸手一招 那辆豪华的飞车 瞬间变成巴掌大小 被他收入除无带内 脚下灵光一闪 他的身影消失在了云霄之中 陈不争来到此方仙城中 没有再次逗留 直接向传送店走去 而后接连转成了两次传送阵 白光一闪 陈不争出现在了 仙蒙城传送店某间大厅中 回到仙蒙城 陈不争直接向仙异天灵街走去 孵道店 两楼某间密室内 盘坐在青神灵域床上的陈不争 衣袖一灰 两个金色的储物袋 悬浮在他面前 这正是 邪山与韩玉的储物袋 因他们两人修为最低 在本体接手操控衣服阵法后 连第一波雷霆都无法抗衡 直接就被劈成渣了 何况 这两位大仇人 只是金丹中期修士 自然也无法激发夏品法宝的根基 以至于 连最弱的一道雷霆都无法抵抗 所以 两人的身家 除了那两件被劈成几块碎片的夏品法宝外 其他宝物并没有受损 至于 容烈 汪涵 逢没有三人的储物袋 因最后的时间比较紧急 没有机会收取 但成不争并不在意 因为 他们三人破碎的法宝的太多了 到了最后 估计连玉符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或许 他们三人的储物袋内 以及其他宝物 但法宝与灵符应该没有了 不然 也不至于最后连二阶玉符 都用来抵消一点点雷霆的威能 即使那三个储物袋 被赫老怪拿到 他也不是很心疼 当然 肉疼还是有一点的 毕竟 那也是比不小的财富 何况 也许有三阶上品灵单呢 想到这个可能 成不争心中的滋味 也有些不好受 希望 他们两人的储物袋 有好宝贝吧 成不争望着面前的两个储物袋 心里暗叹道 但他也清楚 这个可能性有多小 邪山与寒玉两人 都是金单中期修士 即使有精进修为的灵单 也只有可能是三阶中品灵单 不可能有三阶上品灵单 不过 对此 成不争还是带着点期望 打开了面前的两个金色储物袋 两储物袋内的灵石 倒是蛮多的 下品灵石 共有一百余万 中品灵石 也有七千块左右 至于灵财 灵药 倒是也是有 也都是天才地宝级别的宝物 不过 不多就是了 两个储物袋中的灵物都加起来 也不过十几种而已 而且 这些灵财 灵药 都是天才地宝 级别灵物中 最低等档次的灵物 最好的一种灵物 是一株寒叶草的灵药 不过 在天才地宝品级当中 也只是第四档的顶尖灵药而已 对于成不争来说 并不是难得的宝物 至于功法御检 散修邪山的储物袋内 倒是有一块御检内 记载了一门金单镜的功法 此法名幻 玄清真经 也是一门寻常的功法 最多能修炼到金单后期 在后面就没有了 不过 结尾之处 倒是有原音镜功法的猜想与假设 这部分 应该是当初创造此功法的修饰所留 能由此见识 创造此法 至少是一位原音真君 区区一位金单中期修饰 可没有这般见识 也没有如此深度 当然 成不争用小蝶推演的功法 不再其烈 福到殿 二楼密室中 此时 成不争盘坐在青神灵狱床上 正查看着寒玉储物袋中的御简 这几块御简中 倒是没有功法记载 不过 这也能理解 毕竟 越是实力强悍的宗门 规矩越严厉 不可能随意将宗门的功法御简 随身携带 若是意外所得 倒是可以随意处置 看来 寒玉并没有得到古修之类的传承 成不争心中如此想到 虽然没有功法收获 但寒玉几块御简中 其中有一块御简 引起了成不争的注意 此块御简内 记载的倒不是秘书 也不是珍贵的单方 法宝构造图之类 但对成不争而言 这块御简的价值 不属于以上那些 不错 这块御简内 正是记载了狼牙秘境的消息 不愧是大宗门 这等隐秘消息 居然随手就记载在御简了中 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寒玉的师门长辈 准备带他一起去狼牙秘境 这才将狼牙秘境中的情报御简 给了韩玉 当然 也有可能 这本就是韩玉宗门内的密文记载 他自己找到了门路 所以这才随身携带此块御简 盘坐在床上的城部中 手托着下巴 心中喃喃地想到 据记载 狼牙秘境内危机四伏 即使原因真君 若是机缘不够 也会葬送在秘境之中 但若是机缘惊人 甚至能得到古老修士留下的传承 说不定 从秘境出来后 前修个几十上百载 一下子由金丹镜突破至圆阴境界 即使 原因修士也有可能得到逆天灵丹 从而一举突破至化神之境 成为苍羽界的至尊之一 从中也能看出 此秘境内蕴含了多少珍贵的机缘 也不怪不得 诸多前辈高人对此秘境趋之若鹜 向往至极 直到此时 陈不争也对狼牙秘境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同时 他也清楚 自己所缺的灵才 不出意外的话 秘境中必然还有 说不定 还能得到突破的机缘 想到这里 陈不争也笑了笑 之前那些捕风捉影的传闻 还是有点真实性的 这一刻 他也彻底放下心来了 原本陈不争 还想去一趟流民仙城 拜访一下江司灵 或许能从他口中 得知狼牙秘境的一些消息 之前所得的消息 都是释放中的传闻 离奇就不说了 一些关于狼牙秘境的传闻 还相互矛盾 若是真全部都信了 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但现在有了这块玉碱 或许不用麻烦江司灵了 不过交流一下 还是很有比较 一个是交流 一个是白拿 这还是有区别的 正好也验证一下 此玉碱内的情报 其真实性 少庆 陈不争放下手中玉碱 收入贴身储物袋中 紧接着 他又开始清点起此次收获来 邪山与寒玉的储物袋中 除了灵石 玉碱 灵物 法宝 还有一些玉瓶 法宝 虽然有几件 不过都是下品法宝 对此 成不争也不意外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金丹修士 若无大机缘 根本不可能有中品法宝 那可是原因真据 都比较眼热的法宝 从中也能看出中品法宝的珍贵 这四件下品法宝 其中一件是邪山的 另外三件都在寒玉的储物袋中 这也能看出两人的身家来 散修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那根本不能与仙家大宗修士相比 对此 成不争也没有意外 他清楚 散修在修仙界中有多难 邪山能有一弓 一防两件下品法宝 在散修中算是不错的了 其中防御法宝 早就碎成几块了 因时间紧急 他也没有时间收取 不过 成不争对于这四件法宝 并没有多在意 弓 有中品法宝的剑丸 防 有中品法宝的盾牌 盾 亦有中品法宝的飞车 当然 还有几件备用下品法宝 辅助类的法宝 也有不少 如 上品法宝血玲珑 青神玲玉床 重炼 炼丹炼 炼气炼 更不用说 还有诸多神通了 所以 下品法宝对他来说 不是分解成灵财 就是与其他修士交易 亦或者处理掉 对他实力提升 并无多大的作用 归类好几件法宝后 成不争开始查看起那些玉瓶来 这些玉瓶大多是 辅助性之类的灵丹 其中 以恢复法力的三阶中品灵丹最多 其次便是疗伤灵丹 最后 则是一些药性比较奇特的灵丹 如 逆元丹 就是一种爆发性质的灵丹 也就是拼命斗法时 常用灵丹之一 溶水丹 则是增加水灵气清河的灵丹 若在无尽之海中 则可以增加水中盾速 减小自身气息波动 等等一系列的辅助作用力 焚焰丹 每种灵丹不多 但都有一两粒 当然 精进修为的灵丹 也不是没有 只能说很少 不过成不争的期望落空了 这两个储物袋中 并没有精进修为的三阶上品灵丹 就是三阶中品灵丹 也只有韩裕的储物袋中 有三粒白羊丹 每一粒白羊丹 相当于金丹中期修士 四年苦修之果 即使如此 身为散修的邪山 却连一粒三阶中品灵丹都没有 不过 邪山的储物袋中 虽然没有白羊丹 但储物袋中 也有一瓶三阶下品的原羊丹 而且还是满瓶 足足十粒 也不知道 他从来得来的 虽然这瓶原羊丹 对他精进修为 没有任何用处 但价值不可小觑 此瓶灵丹 至少能换得一粒 三阶中品的金羊丹 运气好 换两粒金羊丹 也不无可能 如今这瓶灵丹 还没有出手 应该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 现如今 邪山倒不必为此费神了 陈不征会帮他处理好的 原羊丹与金羊丹 虽然他如今用不着 但他还有道理 家族后辈 当然 金羊丹一定会留下 等下次交给婉婉 至于原羊丹 就看家族后辈的运气了 若有他急需之物 对方也需要灵丹的话 那就对不起了 一切以自身先徒为先 查看完所有的灵丹后 陈不征并没有直接归纳 反而发出打出了一道法诀 此诀 正是燕丹术的硬诀 萌萌霞光 从他指尖倾洒而出 落在面前诸多玉瓶上 瞬间 密室中变得梦幻起来 一道道五颜六色灵光 从玉瓶中折射而出 将密室照应成了 五光十色的世界 颜色各异的霞光虽多 但没有一丝杂色 掺杂在其中 见此 诚不征面孔上 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 除了灵丹与法宝外 这两人的储物袋中 也只剩下一些杂物了 能换零食的 全部准备换成零食 没有价值的杂物 全部销毁 不 此行还有一样收获 那正是回来之时 斩杀的一头 三阶后七水族内丹 这颗内丹 虽然不是珍惜妖兽的内丹 也换不到一种 天地灵财级别的宝物 但价值 也不可小觑 毕竟 炼制三阶上品的神机丹 一位最为关键的主才 随即 诚不征将此内丹封印在玉瓶内 放在专门存放炼丹灵财 灵药的储物袋中 同样 这些用不上的灵丹 也都被诚不征封印了起来 存放在贴身储物袋中 处理好此次收获后 诚不征眸中满意地看了一眼 面前的几个金色储物袋 而后 伸手一挥 那几个储物袋 统统被他收纳到了衣袖中 不过 他眸中的那一丝满意之色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虽然此次收获不少 但也有损失 二阶灵魂傀儡 被那赫老怪捏爆了一尊 这不算什么 关键的是 三阶传送阵盘也用掉了 所以 当务之急 必须重新炼制一块 三阶传送阵盘 不然 他心里始终不能安心 这可是 成不征目前最重要的 保命手段之一 也幸亏此行 是本体亲自出动 不然 即使能在赫老怪手中逃跑 也无法从内海 那七头三阶后期的水族中脱身 到时候 不但放在傀儡身上的 法宝会遗失 就连他目前唯一的一尊 三阶灵魂傀儡 也会被废 毕竟 灵魂傀儡的战力并不突出 也不能动用神通 主要还是靠法宝 阵法 等外务加持 在那紧急之时 傀儡也无法布置阵法 这也突出了灵魂傀儡缺陷 若是能随心所欲的 控制传送地点 倒也能解决 这 各难题 可惜的是 三阶传送阵盘 明显没有这个能力 之前 他也曾尝试过推演 耗费了十几点推演值 所以得到了想要的阵盘构造图 但那是可是四阶上品阵盘 才能做到的事 虽然他能炼制 但想要炼制一块 如此功能的阵盘 需要一百零八种灵彩 这可不是寻常的宝材 都是天才地宝级别的灵彩 甚至还要需要七种 第一档的灵彩 若是有此之多的灵彩 虽然不够炼制一件上品法宝 但也相差不多了 最关键的是 此阵盘只能使用三次 三次后 自行报废 如此奢侈之事 他成不争 及时舍得 这也是他目前 拿不出如此之多灵彩 关键的是 一些灵彩罕见得很 鉴于此 只能另想办法 三接传送阵盘 有如此缺陷 这点成不争 也是心知肚明 同样 这也是他的顾虑之一 综合考虑下 最后还是让本体出动 只要不遇到四接大妖 亦或者原因修士 那他自身 绝对没有任何危险可言 即使遇上了 还有诸多傀儡化身 可以四散而逃 本体所施展的变化神通 即使原因修士 也不可能瞧出哪个 是真身 到时候 就可以从容而逃了 即使对方选择的方向 是正确的 也可以再次甩出 傀儡化身 总不能 次次都选择正确吧 只要一次选择错误 他的安全就无余了 这也是为何 成不争此次 带着如此之多的傀儡 化身出动的原因之一 毕竟 这些灵魂傀儡 都是经过程 不争特殊处理过的 即使原因修士 也修想窥破 所以 成不争才没有 担忧本体的安危 那诸多低阶的灵魂傀儡 其重要性并不弱于 三接传送阵盘 如今 变化神通 灵魂傀儡 传送阵盘 这三道保命手段 缺失其一 成不争当然想 立即补全这一后手 想到这里 他也没有犹豫 直接站起身来 走出了密室 不过 成不争并没有立即外出 去收集炼制三接 传送阵盘的灵才 而是沿着环形楼梯 走在通道中 推开通道中一间大门 越过小厅 来到了三间炼丹室前 随后 成不争打开中间的密室 走入其中 光亮的炼丹室内 很是空档 石墩上 只有一尊炼丹炉 静静而立 炼丹炉前 有一个安神草编织而成的铺团 此铺团上 还有一个灰色的储物袋 见此 成不争身手一招 那灰色的储物袋 飞入其手心中 而后他上前几步 直接盘坐了下来 探手一抹 灰色储物袋内 飞出了一排排玉侠 陈列在他面前 这些玉侠内 都是放置着一株株灵药 也是炼制三接上品灵丹 紫阳丹 三窍玄灵丹 以及最珍贵的六窍玄灵丹 所用的诸多灵药 虽然面前的灵药玉侠 一排一排的 看似很多 实则上也就十二炉灵丹而已 换句话说 就是一次不失败 也只能炼制十二里灵丹出来 其中三接上品灵丹 紫阳丹最多 足足能炼制六炉 最后 他也能从中得到两粒 若是炼丹造诣寻常的炼丹师 这六炉灵丹 或许只能炼制一炉出来 如此承担帅 就不要想着开店铺了 不然 那亏的爹妈都不认识 可见 炼丹师之间的差距 还是很大的 当然 药销越好 炼制也更复杂 难度程度成倍上涨 这三接上品的紫阳丹还好 只是一粒能抵金丹后期修饰 九宰苦修的灵丹而已 不算是 炼制难度很大的一种灵丹 如 那三炉三窍玄灵丹 就不是紫阳丹所能抵的 一粒能抵金丹后期修饰 十二年苦修 更何况 比三窍玄灵丹更难炼制的六窍玄灵丹 更是不用多说 那可是一粒能抵金丹后期修饰 六十载苦修之果 完全不能相比 从中也不难看出 六窍玄灵丹有多么难炼制 不过 程不征从来没有为此担忧过 也不用再次推演 这三种灵丹 他许久之前 已经炼制过了 所以 程不征丝毫不担心 承担律的问题 孵道殿 后殿 炼丹密室中 程不征望着面前那一排排玉霞 心中满是欢喜 这些灵药 都是来自店铺的三个订单 也幸亏有傀儡化身作证 这才在他外出之时 还能接到三个订单 等这三个炼丹任务完成 应该能拿到两粒紫羊丹 而三窍玄灵丹 与六窍玄灵丹 能各得一粒 这四粒灵丹 足可以让他修炼两年 当然 程不征也掩馋那剩余的四粒紫羊丹 与三窍玄灵丹 以及最珍贵的六窍玄灵丹 但为了店铺的信誉 他也只能压下心中的贪念 不然 一旦声名败坏 店铺就不会再有订单了 因此 不但是程不征不敢坏规矩 即使有真君作证的店铺 同样也不敢砸了自家的招牌 旋即 程不征双眸合拢 缓缓地平复着心神 为炼丹做好充分的准备 两久之后 盘坐在蒲团上的程不征 骤然间睁开双目 眸中宛如一潭死水 不起分毫波动 仿佛没有一丝感情 如此冷漠无情的眼神 着实有些吓人 紧接着 他双手打出一道法诀 随之 密室中的温度急剧上升 一道道胳膊粗细的地火 从石墩上镶嵌的瘦口中 汹涌喷出 一日 十日 那间封闭的密室 没有丝毫动静 好似里面没有人一般 时间缓缓流逝 一个月后 这一日 那封闭许久的密室大门 缓缓打开 伴随着一阵热浪涌出 瞬间 这时 一位面色威严的中年修士 神色平淡地踏着热浪走出密室 越过小厅 沿着通道 走到尽头 伸手一挥 他面前的大门无风自动 自行打开 承不睁入眼便望到 躺在摇椅上的白发老道 此时 他放在一把上右手 屈指有节奏地敲着 好似在配合着摇椅来回摇晃的律动 一副极为惬意的模样 见此 承不睁衣袖一服 三只长颈玉瓶 飞到了白发老道面前 只见那白发老道 伸手一招 三只玉瓶就被他收入掌心之中 随即 承不睁直接越过柜台 向大殿之外走去 不多时 一位冷面老道来到了珍宝塔前不远处 脚步一顿 却是显眼至极 如此显眼 正因为他周围三丈之内并无一味修士 仿佛那里有莫大的危险一般 这在极为热闹的街道上 显示着此人的不同寻常之处 如此高人一等的待遇 正因为 冷面老道周身 环绕着一丝令人窒息的威亚 不错 冷面老道 正是一位金丹中期修士 这才导致街道上那诸多修士 宁愿放缓脚步 亦或者围绕一圈 也不敢靠近 他瞥了一眼 那人来人往的大厅 而后城不争也没有犹豫 直接向随着人流 向珍宝塔的大厅走去 诸多修士随着他的来道 人流自动往两侧分开 好似迎接王者降临般 来到了大厅中 城不争直接走到一位侍从面前 出示了令牌后 在侍从的引领下 来到了五层一间会客厅内 奉上一杯灵茶后 侍从就退了下去 去通知管事了 很快 那段管事就来到了这间会客厅内 他注意到 那冷面老道依旧是金丹中期之时 眼眸中闪过一丝轻松之色 尽管这丝一仰之光 一傻而逝 但冷面老道城不争 还是注意到了 都是聪慧之人 城不争自然也清楚 对方心中所想 段管事无非就是怕城不争私下 隐瞒那有可能多炼制出来的 三阶上品灵丹 毕竟 他已经从城不争手中尝过甜头 若是城不争暴露金丹后期修为 除了之前承若的灵丹 那万一多炼制出来的灵丹 就不可能落在段管事手中 即使城不争偶尔多给一粒灵丹 他心中也会想到 此次荣誉炼丹任务 炼制出的灵丹 应该不止如此 这就是暴露修为的后果 当然 换作城不争现在显露的金丹中期修为 或许段管事也会多想 但无疑会减少掉很多不可能的猜测 至少对城不争而言 那是件好事 也正因如此 城不争这才在段管事面前 隐藏修为的原因之一 玄疾 冷面老道哈哈一笑 站起身来 迎了上去 随后两人相互吹捧了一会后 冷面老道城不争也没有犹豫 直接开门见山 道出了心中的来意 段兄 许久不见 你可有大礼 要送我啊 城不争轻笑了一声 随意道 听闻此言 段管事自然清楚 对方话中是何意 随即笑着道 你看这份礼物 道友满不满意 说话间 段管事大手一挥 一块玉剪 飞到了冷面老道 城不争面前 城不争见到对方满脸笑容的样子 心中便有所猜测 果不其然 查看过玉剪后 城不争心中 也是满心心系 这块玉剪内 其中一件荣誉炼丹任务 是炼制三阶上瓶子力丹 关键的是 还都是配额灵药的炼丹任务 而且足足有二十亿炼灵药 也怪不得 他如此自信这份大礼 也就是说 若是 他能揭取此任务 将其全部炼制出来 除了上交的七粒子力丹 以及给段管事的两粒 他至少能获得十二粒子力丹 这些灵丹 足够他六年修行之用 看来 之前多给一粒灵丹 是正确的 段管事尝到甜头后 果然用心了许多 嗯 这次也给他点鼓励 虽然最后 他的收获会少了一粒子力丹 最后只能获得十一粒 但也够他修炼五年多了 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了 这点小恩小惠 陈不征还是舍得的 少情 陈不征放下手中的御简 轻笑了一声道 段兄 你这份大礼 真是老道喜出望外啊 不过老道就确之不恭了 冷面老道 陈不征朝着的对面 落座的段管事 拱了拱手道 道友 那你就见外了 老夫也是为了珍宝塔的利益最大化 这才将此任务交给道友的 段管事面色一素 郑重道 那是当然 多谢段兄后爱 旋即 两人相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珍宝塔 五层某间会客厅内 冷面老道成不征 与段管事完成任务交接后 两人又谈笑了片刻 旋即 冷面老道心中一动 脸上露出了一副迟疑之色 见此 段管事不动神色地 放下手中茶盏 笑着道 道友 不知有何为难之事呀 若是老兄能帮的 定然不会推迟 说话间 段管事露出了一副 你我是好兄弟的模样 听闻此言 冷面老道自然明白 这好兄弟话中的潜意 能帮 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 为难 那一定会推迟 当然 陈不征也明白 他们不过是表面兄弟 并无任何交情可言 一切 都是利益驱使罢了 这点 陈不征心中也清楚 不过 此次陈不征求助的是 也不过是对方举手之劳的事 所以 陈不征 这才有底气开口 若是没有把握的事 他也不愿意那脆弱可怜的交情 因此事而产生裂痕 虽是如此 冷面老到陈不征的脸上 还是露出了一副感激之色 而后道 段兄 这些灵财珍宝塔中可有 说话间 陈不征伸手一番 取出一块玉碱的过了过去 如此故作姿态 这也是人情世故 接过预检的段管事 立即查看了起来 这里面书写的灵物 都是天才地宝级别的灵物 其中十几种灵财 还都是比较罕见的灵物 若是几种灵财 他还能帮忙周旋一下 但此预检中 记载了几十种 天才地宝级别的灵财 这属实 有些超出了他的能力 看到这里 段管事的眉头不由的一皱 注意到此番细节的成不争 连忙开口道 段兄 你可不要误会 这些灵财 在下可不是准备用灵食购买 而是用同等品贱的灵财来交换 听闻此言 段管事那皱起的眉头 不知不觉间舒展开来 而后哈哈一笑道 道友 你我相交多年 能用上老夫 老夫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过 此事有些棘手 其中不乏一些罕见的灵财 这需老夫疏通一下关系 冷面老道面色一素 一脸敬佩道 段兄果真豪气无双 脚有广阔呀 寻常管事可没有这个能力 老弟在这里 就多谢段兄了 言语间 成不争不露痕迹地奉承了一下 道友言中了 段管事轻笑了一声 开口道 老夫也不过再喂久一点 朋友多一些罢了 你稍等片刻 老夫去去就来 话落 段管事站起身 向外走去 成不争端坐在椅子上 看着段管事离去的背影 心中轻笑了一声 看来在珍宝塔这象牙塔中呆久了 也就剩下这点心机了 想到这里 冷面老道成不争不禁摇了摇头 好似极为可惜一般 另一边 段管事来到了一间密室中 对着手在密室中 一位青年侍从 低语了几声 随即那青年侍从 点了点头 然后行了一礼后 便退了出去 密室中 段管事端着茶盏 轻饮了一口灵茶 随后 他放下茶盏 拿起桌面上的那本古籍 聚精会神地翻阅起来 不久后 青年侍从再次进入密室 取出一个储物袋 双手奉上 段管事接过储物袋后 随手放在一边 挥了挥手 示意对方退下 而后再次津津有味地翻看七谷即来 欠辞 青年侍从也不敢打扰 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轻手轻脚地将房门带上 密室内 安静一片 只有书籍翻动的声音 两久之后 段管事放下手中的书籍 心中默算了一下时间后 他也感觉才不多了 这才起身往外走去 很快 段管事再次来到那间会客厅内 一入会客厅内 段管事满脸歉意道 让到有酒等了 哪里 程不争站起身来迎了上去 伸手虚应道 段兄你为老弟的事 奔波劳累 辛苦了 请坐 两人落座后 老弟如此客气 为兄愧不敢当呀 段管事摇了摇头道 见此 程不争也没有多做犹豫 试探道 段兄 那老弟的事 闻言 管事笑着道 道友所需的灵财 其中大多数本塔都有 只有一些较为罕见的灵财 宝库中也没有 不过好在结果也算不错 宝库中有老弟需要的灵财 为兄都带过来了 此结果 虽有些意外 但也在情理之中 对此 冷面老道成不争 心中也颇为满意 随即面露感激之色道 多谢道友 无需如此 段管事笑着道 你我谈线 那可就疏远了 只要老夫能帮道友的 一定会竭尽全力 若是为兄有困难 相信老弟也会如此 说到最后 段管事大有深意地回了一句 那是当然 程不争面露诚恳之色地回道 但他心里可不是如此想的 程不争也清楚 这表面兄弟最后一句大有深意的话 是何意 不就是想那多炼制出来的 三阶上品铃丹吗 用了这如此作戏吗 拿别人当白痴 以金丹尽管事的身份 交易如此之大灵财 虽然有可能会超出权限 但最多也只是上报一声 根本不用所谓的人情关系 也不用如此之久 除非用其他宝物抵价购买 才会用到人脉关系 也许别人不了解珍宝塔的规则制度 但程不争本身就是珍宝塔的荣誉炼丹师 而且还是一位监察店的监察使 自然比寻常修饰之道的多一点 当然 程不争心中也清楚 断管事想借机让他成情而已 如此作法 不过是化蛇天足 多此一举 他心中不屑至极 手段太粗糙了 一点也不润 不过 程不争脸上可没有露出一丝异色来 依旧一副极为诚恳的模样 紧接着 两人又是一番客套 随即就开始了交易 不过 程不争并没有动用荣誉点 而是以灵财换灵财 交易到了这批灵财 毕竟 荣誉点与先萌的贡献点 相差不多 那可是有机会 能兑换到破阴单的存在 也因如此 程不争自然舍不地动用荣誉点 耗费了110余种灵财 也从断管事手中 交易到了61种灵财 之间相差的50余种灵财 其中40余种灵财 是补全几株罕见灵财的差价 剩余的10余种灵财 则是珍宝塔的收益 这也是珍宝塔 累积财富的方式之一 不过 对此花费程不争也是心甘情愿 不然 若是没有珍宝塔的这批灵财 他如何才能再次将三阶 传送阵盘炼制出来 为了传送阵盘 尽快炼制出来 成不争认了 接下来 只要将剩余的七种灵财 收集到手 就能炼制了 成不争心中如此想到 旋即 冷面老道也没有多做客套 直接告辞离去 新蒙成 那高耸如云的珍宝塔中 这时走出了一位冷面老道 直接那冷面老道出了珍宝塔后 走入一条小巷中 七绕八绕 最后消失在了小巷的尽头 改头换帽的成不争 并没有回复到店中 反而在仙城中 兜兜转转起来 大半日后 成不争虽然没有将 剩余的七种灵财 全部交换到手 但也不是没有其他收获 不错 成不争付出了 比市场价高上两成价值的 天才地宝灵财 这才收购了三种灵财 这还不是最让他肉疼的 代价最大的 却是一种名幻空金沙的灵财 为了交换到此灵财 成不争足足出了 高出市场两倍的价格 他出的价格 可不是零食 而是相应价值的 天才地宝灵物 好在 这家老字号的店铺 交换到的灵财 价格虽高 但也没有起不良之心 反正 从那间店铺出来后 他也没有发现有人 在跟踪他 同样 也没有发现相关追踪印记 为此 他还让专门购买灵财的 一尊铸鸡漆灵魂傀 特意去仙城外的海域 逛了一圈 这才最终确认 而成不争让傀儡出面 主要也是因为 仙蒙城中的店铺 多如横杀 即使是大型店铺 那也是一个数目不小的数字 为此 他也只能让傀儡出面 毕竟 在仙蒙城中 即使原因真君 也不敢动手 不然 成不争想 要将仙蒙城中的大型店铺 全部逛一遍 不知需要多久 将仙蒙城的大型店铺 全部逛一遍 正因如此 本体需负责居中调度灵财 这才在大半日中 完成仙蒙城的灵财收集之事 当然 让傀儡去往仙蒙城外的海域 在出仙城之前 那交换到的灵财 事先早已被本体驱走 若是情况不对 来者实力强悍 远超本体境界 则就此放弃傀儡 反之 他则会亲手抹出 这个不怀好意的尾随者 显然 之前的猜测是正确的 那家店铺 虽然价格高了点 但还是有底线 也不愧是传承多年的老字号 因钓鱼没有成功 陈不征也放弃了 借此 给这家店铺一个颜色巧巧 同时 陈不征也希望 这样的店铺多点 也不想那些价格低血 但会背后下黑手的店铺存在 正因如此 陈不征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过 陈不征的好运 也到此为止了 炼制三街传送阵盘 所缺的三种灵财 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至于仙蒙城那些中小型店铺 陈不征也没有去逛 他早就清楚 这些店铺的实力不够 做的生意 都是低阶灵财 灵药 宝物 即使偶尔间 有一两家店铺的东家 是金丹真人 也不会将天才地宝等级的灵财 灵药 拿出来交换 毕竟 这等级的灵财 寻常金丹修饰也不多 对金丹修饰而言 无疑也是很珍贵的宝物 万一有掌柜起了歹心 那还不得哭死 何况 金丹修饰总不能 不修炼 一直坐镇在店铺中 看守这些灵财 灵药吧 所以 这些多如牛毛的中小型店铺 也没有必要去的逛 旋即 陈不征带着诸多傀儡 来到了仙蒙城传送大殿中 白光一闪 陈不征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仙蒙城中 紧接着 诸多灵魂傀儡 在大型仙城中的店铺 进进出出 选择的目标 当然还是以此仙城中 有实力的店铺为主 其中以珍宝塔为首要目标 陈不征本体 还是负责居中调度为主 不过 剩余的三种灵财 还是没有收集到 但也不是 没有其他收获 之前已收集到的 炼制三接传送阵盘的 诸多灵财 在这些大型店铺中 零零碎碎的 也出现了一些 价格也可以 只比市场价高上一层而已 见此 诚不征心中一动 立即将这些灵财交换回来 省得日后 再来回跑一次 毕竟 诚不征也清楚 三接传送阵盘的作用有多大 即使 有朝一日 他能突破原因境 这三接传送阵盘 依旧可以当作 不可缺少的保命手段之一 不到小半日 此座大型仙城中 能交换灵财的店铺 统统被他逛了一遍 在此期间 诚不征交换到了 二十余种炼制三接 传送阵盘的灵财 不过 这与之前在仙盟城中 所交换的灵财重叠 可见灵散的灵财 也不是那么好收集的 对此 诚不征并不灰心 毕竟仙盟可有十座大型仙城 这才两座而已 至于那些中型仙盟 则被诚不征排除在外了 毕竟 中型仙城中 能有几位金丹修士 所以 自然也没有什么有实力的店铺 不过 内海中一些较为知名的中型仙城 倒是值得跑一趟 接下来 诚不征再次带着诸多傀儡 降临到了各大仙城中 一座座仙城 再次被诚不征光顾 很快 他储物袋中 炼制传送阵盘的灵财 飞快地增加 与此同时 诚不征所积累的第四档 天才地宝灵财 灵药也在飞快地减少着 换成一块块炼制传送阵盘的灵财 不过 在内海某座仙城 诚不征导师得到了两块灵财 这两种灵财 正是他之前所没有收集到的灵财 因价格也不高 只比市场价高上了一成半 所以 诚不征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当然 在此期间 诚不征也发现了一些 不坏好意的店铺 对此 诚不征也想抹出这些渣渣 后来发现 这些渣渣太多了 因此也就放弃了 毕竟 在仙城中 可没有修饰敢动手 白光一闪 诚不征消失在最后一座仙城中 此时 还有两种灵财没有收集 玄机 诚不征也没有犹豫 再次乘坐传送镇 回到仙盟城 而后以仙盟城的传送镇为转点 传送去往镇海城 仙盟统治的仙城中 没有这两种灵财交易 并不意味着镇海盟那边没有 诚不征也不在意传送镇的那点花费 很快 在镇海仙城中 诚不征已高出市场价的三成 交换到了之前 他所没有收集到的灵财 至此 炼制第一块三接传送镇盘 只差一种灵财了 第二块传送镇盘 传送镇盘还缺九种灵财 接下来 诚不征带着诸多傀儡 降临镇海盟各大仙城中 一座座大型仙城 逐一逛过 镇海盟流明仙城 这是诚不征在镇海盟中最后一站 此时 他已将这座仙城中的大型店铺一一逛过 虽有收获 但还是没有凑齐一块三接传送镇盘的所有灵财 倒是第三块传送镇盘又收集了六种灵财 现在 第一块传送镇盘还是差一块灵财 第二块传送镇盘 如之前那般没变 只差两种灵财 至于第三块传送镇盘 在镇海盟诸多仙城中 倒是收集了多种 现在还差三种灵财 当然 在诸多仙城中 也不是没有重复的灵财 不过也只有零碎的几种而已 诚不征导师很想 再收集一块传送镇盘的灵财 但自身财力却是不够了 不过 这也仅仅是第四档次灵财 灵药不够了 那些更为珍贵的灵财 如 第一档 第二档天才地宝级别的灵财 灵药 诚不征可舍不得交易 毕竟 这等级的灵财 灵药 可是不多见 这些灵财都是得炼制 中品法宝 乃至上品法宝 以及四阶灵丹所需的灵财 灵药 这些都是诚不征 为了日后修行而准备 除非遇到极为重要的灵药 灵药 他才会交换 不然 想都不用想 何况 若是能凑齐的三块传送镇盘 现阶段应该够用了 在流明仙城繁华的街道上 陈不征一边走着 一边心中暗暗地思考着 仙盟统治的诸多仙城 与镇海盟内的诸多仙城 已经逛过一遍 想要凑齐一块 三阶传送镇盘 还需另想办法 至于 魔道联盟那边 陈不征就不做考虑了 在仙盟与镇海盟这边 就有如此之多的眼红修士了 那边肯定更多 而且 魔道联盟那边 几乎都是魔修 更是肆无忌惮 但在磨成中直接出手 那也不意外 这样的传闻 他不知听过了多少了 修为不到圆英镜 魔道联盟与内海 绝不能踏足一步 不过 想要获得最后一种传送镇 所需要的灵财 也不是没有办法 实在不行的话 花费一些贡献点 在仙盟总部藏宝殿中兑换 那里肯定有 上次在藏宝殿中 他就见到过 此灵财的数量还不少 这是最后的办法 也是代价最大的一个办法 或许 还有一个办法 能得到此灵财 想到这里 陈不征心中 便决定等拜访过 江富贵兄妹 就去世上一世 毕竟 江富贵与江司灵两兄妹 就在此仙城中 来此仙城 理当剑上一剑 这两兄妹 可是他多年好友 那是两百余年的老朋友了 从练习期一直到如今 在修仙界中 金丹修士能有几人 有如此深厚的友谊 何况 陈不征在修仙界中 本身朋友就不是很多 所以 他也是比较珍惜这份友情 最关键的是 筑基期只有三百年寿元 而江富贵的年纪 与他相差不大 若不能突破 那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上次来此仙城 江富贵已是筑基后期了 不知如今有没有突破 想到这里 他不禁有些担忧起来 脚下的步伐 也不由得快了三分 很快 陈不征就来到了一座洞府前 一面白萌萌的光幕 挡住了陈不征大步伐 仔细瞧却 陈不征隐隐能瞧见 那一丝丝熟悉的三彩霞光 在白萌萌的光幕中 若隐若现 白色光幕 乃是洞府自带的阵法 至于 那若隐若现的三彩霞光 陈不征上次也见到过 这正是江富贵 自己所布置的防护阵法 嗯 没错 这正是江富贵租赁的洞府 没有变 见此 陈不征眸中带着一丝笑意 伸手一番 一张赤红色符路 被他夹在指尖 嘴角微动了几下 挥手一甩 一道赤红色流光 没入那白萌萌的光幕之内 只见那道赤红流光 在白色光幕内到处乱撞 好似在寻找着出路一般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了 半个时辰后